基督山伯爵 作者 法国 大仲马 译者 韩护林 周克西 一本 序 法国文学史上有两位著名的仲马 一位是本书和三个火枪手的作者 大仲马 同欧人苏一样 大仲马是十九世纪上半期 法国浪漫主义文学潮流中 另一个类型的杰出作家 他在当时报刊连载通俗小说的高潮中 用浪漫主义的精神和方法 创作了故事生动 情节曲折 处处引人入胜的长篇小说 把这种文学体材发展到了 前所未有的新水平 新境界 另一位是《茶花女》的作者小仲马 他是法国戏剧由浪漫主义 向现实主义过渡期间的重要作家 他是大仲马的私生子 当他把小说《茶花女》 改编成剧本《手眼成功史》 曾电告其父 就像当初我看到你的一部作品 《手眼史》获得的成功一样 大仲马回电道 亲爱的孩子 我最好的作品就是你 这里且说大仲马 1802年7月24日 大仲马诞生于法国北部的 威莱·科特雷镇 他的父亲曾是 拿破仑手下的陆军少将 母亲是科特雷镇上 一家旅馆的老板的女儿 大仲马才四岁 父亲就离开了人间 因此他在幼年少年 以至青年时代 始终生活在穷困之中 大仲马的母亲 希望儿子能学得一技之长 节衣缩时 为他请了小提琴教师 但他学不下去 后来母亲又要他去 神学院就职 他也安不下心来 然而他是个有天赋的孩子 而且有他自己的抱负 一次偶然的机会 他跟撞球店老板赌输赢 结果赢了90法郎 他把这笔钱 用作到巴黎去的旅费 开始了他的新生涯 到巴黎以后 他凭借父亲的人事关系 在欧尔亮公爵的私人秘书处 寻到了个抄抄写写的差事 与此同时 他狂吞乱雁般的大量读书 广泛涉了文学 历史 哲学和自然科学等知识领域 为日后的多产创作奠定了基础 看了伦敦的剧团在巴黎演出的沙士比亚戏剧以后 他激动不已地感到精神上受到强烈的震动 他花了五个星期写出了第一个剧本 克里斯蒂娜 而且得到了内行人的好评 但由于一个眼惯了古典主义剧目的名演员的阻挠 剧本未能如期上演 现在我们熟知的亨利三世及其宫廷 是大众马写的第二个剧本 这个剧本之所以富有盛名 一则由于作品充分显示了作者卓越的才华 二则由于它是法国第一部突破古典主义传统的浪漫主义戏剧 经过很有戏剧性的一番周折以后 这个批判封建专制主义的剧本 终于在古典主义固守的堡垒 法兰西剧院上演并取得了空前的成功 他上演的时间比余果的《欧纳尼》还早一年 不仅开创了历史剧这个新的文学领域 而且体现了一些浪漫主义戏剧的创作原则 这正是大众马在法国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伟大功绩 1830年7月 大众马投入了推翻波旁王朝的战斗 不仅参加巷战 而且独自把3500公斤炸药从上松运到巴黎 欧尔亮公爵接见了他 前者不久成了国王 但并未采纳他的建议 还嘲笑他道 把政治这个行当留给国王和部长们吧 你是一个诗人 还是去做你的诗吧 后来他参加了以共和观点著称的炮兵部队 并在历史剧《纳破仑·布纳瓦》的序言中 公开了他与国王的分歧 这下他就闯下了大祸 因此被指控为共和主义者 于是被逼经常到瑞士 意大利等地区旅行 看来他不光是到国外去游山玩水 其中也还有着避风头的苦衷 但他毕竟是带着戏剧家的心和眼睛 踏上旅程的 一路上难免会有意识地观察风俗人情 收集奇闻异事 甚至深更半夜 也会到教堂里去听故事 凡此都在有意无意之间 为日后的小说创作 做了充分的准备 三十年代初 法国报刊大量增加 为了适应读者的需要 往往开辟文学专栏 连载的通俗小说便应运而生 大众马是喜欢斯戈特的 他仔细钻研了斯戈特的历史小说及其特色后 便运用自己编织故事的神妙技巧 和丰富充沛的想象力 从历史上取材 写了不少通俗而引人入胜的长篇小说 在报刊上连载 成为当时法国首屈一指的通俗小说专栏作家 1844年 三个火枪手的巨大成功 已为他奠定了历史小说家的声誉 1845年秋 开始在辩论报上连载的基督山伯爵 又轰动了整个巴黎 搞费源源而来 他这时真可以说得上是富裂王侯了 1848年 他竟然耗资几十万法廊 建起一座富裂堂皇的府邸 并把他命名为基督山城堡 大众马巨大的工作热情和毅力 超乎常人的充沛精力 也许同他祖传的优异体质不无关系 他热爱写作 而且写作起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是文思如永 一泻千里 大众马成名后 在创作过程中经常有一些合作者 他们有的为大众马查找文献资料 有的向大众马提供故事的雏形 有的甚至与大众马共同执笔 参与初稿的写作 但是无论在哪种情形下 主骨和灵魂总是大众马 在这一点上 一直有人对大众马颇多微词 讽刺他是写作工厂的老板 但大众马是很坦然的 他理直气壮地回答说 莎士比亚也是借用了别人作品的主题 进行创作的 难道他就不是伟大的作家了吗 瞧我的这只手吧 这就是我的工厂 大众马生性骆驼不羁 爱开玩笑 他的一生也像他的作品一样 充满着传奇色彩 比如说 有一回他在俄国旅行时 有个年轻人要求做他的仆役 大众马不仅一口英语 而且还写了一份由他签署的护照给他 并附了张纸条 声明这个年轻人沿途的一英花销 都可将账单禁记巴黎 由他付账 结果 这个年轻人果然一路通行无阻地到了巴黎 还有一次 大众马到西班牙去旅行 一个海关职员要检查他的行李 这时 旁边不知是谁说了句 你要检查大众马先生的行李 那个职员一听 忙不迭地赶快放行 一边嘴里还喃喃地说 原来是三剑克先生 得知大众马来访 西班牙全国上下一片欢腾 人们像迎接凯旋归来的英雄般地欢迎他 面对着动人的情景 就连一直对父亲耿耿于怀的小众马 也觉得这次随父亲去西班牙 是不需此行 大众马虽然天生有强健的体魄 但由于常年超负荷工作 再加上生活放荡 他的精力消耗太大 所以到1867年 他就经常头晕目眩 无力再从事文学创作 1870年12月 大众马卧床不起 五日晚上 他死在女儿的怀里 十年六十八岁 维克多雨果得知噩耗后 说了下面这段话 他就像夏天的雷震雨那样爽快 是个讨人喜欢的人 他是浓云 是雷鸣 是闪电 但他从未伤害过任何人 所有的人都知道 他像大汉中的甘霖那般温和 为人宽厚 大众马作为十九世纪 最多产 而且最受读者欢迎的作家之一 在法国文学史上的功绩 是不可抹杀的 他的文学作品到底有多少呢 很难说出一个确切可靠的数字 众多研究大众马的专家的统计结果 很不一致 最保守的统计 是戏剧九十部 小说一百五十部 最著名的戏剧 除亨利三世及其宫廷以外 还有安东尼和拿破仑·布纳巴 最著名的小说除基督山伯爵外 还有描写路易十三到路易十四时期的 达达尼昂三部曲 即三个火枪手 二十年后 和布拉勒·罗纳子爵 描写三亨利之战的三部曲 即《玛格王后》 《蒙索罗夫人》和《四十五卫士》 以及描写法国君主政体 瓦解的一系列小说 如《约瑟·巴尔萨摩》 《王后的项链》 《红房子骑士》 《安若匹督》和《霞尔尼伯爵夫人》 而其中影响最大 最受读者欢迎的 当然首推《基督山伯爵》和三个火枪手 从1845年8月28日起 巴黎的辩论报上 开始连载《基督山伯爵》 小说马上就引起了轰动 如痴如狂的读者 从四面八方写信到报馆 打听主人公以后的遭遇 被好奇心撩拨得按捺不住的读者 甚至赶到印刷厂去 买通印刷工人 为的是能对次日剑报的故事先读为快 一部当代题材的小说 能产生这样的轰动效应 而且其生命力竟能如此顽强 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 仍受到全世界亿万读者的喜爱 这种情况在文学史上 也是不多见的 话得从1842年说起 欧仁苏的社会风俗小说 《巴黎的秘密》 在报纸上连载后一炮打响 于是出版商 约请大众马 也以巴黎为背景 写一部当代题材的小说 大众马接受约请后的第一部工作 就是搜集素材 他在巴黎警署退休的 档案保管员 破写写的回忆录里 发现了一份案情记录 他记述了 拿破仑专政时代 一个年轻鞋匠 匹克的报酬故事 说的是巴黎一家咖啡馆的老板 卢比昂和他的三个邻居 出于嫉妒 跟刚订了婚的鞋匠 匹克开了个恶意的玩笑 诬告他是英国间谍 不料匹克当即被捕入狱 从此音讯扬然 七年后他出了狱 由于同狱的一位 意大利神职人员 在临终前把遗产留给了他 他出狱后就变得很富有了 但他得知当年的未婚妻 早已嫁给了卢比昂 于是就乔装化名 进入卢比昂的咖啡馆帮工 先后杀死那三个邻居中的两人 并用了十年的时间 处心积虑地把卢比昂弄得家破人亡 但最后他在首任卢比昂时 当场被那第三个邻居 结果了性命 大中马敏锐地察觉到 在这只其貌不扬的牡蛎里 有一颗有待打磨的珍珠 他根据这个素材 构思了一个复仇故事的轮廓 然后他又听取了在创作上 和他多年合作的助手 马开的一些很有见地的建议 决定花大量的篇幅 去写主人公同那位美貌姑娘的爱情 那些小人对他的出卖 以及他同那位意大利神职人员 一起度过的七年狱中生活 这些引人入胜的情节 邪将匹克在小说中成了水手汤泰斯 故事的背景也改在了风光起立的马赛港 大中马不愿意让小说中的冤狱 发生在拿破仑的第一帝国时代 于是把故事的时间往后挪到了 王朝复辟时代 让汤泰斯成了波旁王朝的冤狱的受害者 匹克的那几个仇人则从市井平民变成了七月王朝政界 金融界和司法界的显要人物 为了写作这部小说 大中马去了马赛 重游了加泰罗尼亚渔村和衣服堡 大中马的脑海里酝酿着一幕幕场景 少年得志的汤泰斯远航归来 与美丽的加泰罗尼亚姑娘梅尔赛泰斯 举行订婚仪式 船上的会计汤格拉尔和姑娘的堂兄菲尔纳 串通仪器 写信向警方告密 诬陷汤泰斯是拿破仑党人 当时也在场的裁缝卡德鲁斯 曾想阻止他们这样做 但中阴喝得鸣鼎大醉而不省人事 在喜庆的订婚宴席上 县兵突然闯进来带走了汤泰斯 代理检察官威尔夫 为了严守父亲的秘密 维护自身的利益 昧着良心给无辜的汤泰斯定了罪 把他关进衣服堡阴森的地牢 从衣服堡 大众马联想到 当年曾在这里关押过的铁面人 萨德侯爵和法利亚神父 法利亚神父却有欺人 他原是葡萄牙神父 早年来到法国 曾投身法国大革命的战斗 后来 他被以信仰空想社会主义的罪名 长期囚禁在衣服堡的地牢里 他于1813年出狱后 到巴黎开了一家催眠诊所 作家夏多布里亚 就曾亲眼见过他用催眠术 杀死一只黄雀 但他的所作所为 被教会视为异端 最终死于贫病交加之中 大众马决定 把这样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 移植到小说中去 于是 唐太死在地牢中 遇到了这位 绝通地道和他相见的 法利亚神父 但在大中马笔下的法利亚 已经变成一位 集人类智慧于一身 为祖国统一而奋斗的 意大利神父 而且 他掌握着一个天方夜谭式的 宝枯的秘密 也是这个法利亚 把唐太死造就成了一个知识渊博 无所不能的奇人 并且让他得到了基督山岛上的宝藏 成了家资俱万的基督山伯爵 匹克的故事 纯粹是个复仇的故事 大众马笔下的基督山伯爵 却有恩报恩 有仇报仇 俨然是正义的化身 昔日的传主摩雷尔 有恩于他 于是唐太死出狱后 首先报恩 把这位濒临破产的好人 从绝路上救了回来 此后又始终照顾他的儿女 直至最后 把基督山岛的宝窟送给他们 旧时的邻居卡德鲁斯 一开始良心未敏 对汤太死的老父有所照顾 后来因为贪得无厌 而茅财害命 甚至潜入基督山家中行窃 并企图行凶 所以基督山对他是报恩于前 惩罚于后 赏罚极为分明 对汤格拉尔 菲尔南和维尔弗 这三个仇人的复仇 大中马用浓墨泼洒 细笔描绘 把他写故事的本领 发挥得淋漓尽致 最后 这三个人破产的破产 自杀的自杀 发疯的发疯 都得到了应有的报应 小说在报纸上断断续续地 连载了136期 历时近一年半 基督山伯爵成了马赛人的骄傲 马赛城有了基督山街 埃德蒙汤泰斯街 伊富堡和基督山岛 亦成了旅游圣地 从一个简单的故事框架出发 写出一本洋洋洒洒 一百多万字的小说 并且在一个多世纪来 风靡无数的读者 始终有其经久不衰的魅力 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其中的奥秘 自然也是值得探索一番的 首先 大众马是编故事的高手 有着一套布局谋篇的高招 看来 就像写诗要有诗言一样 大众马在构思整部小说时 也先顺着情节发展的脉络 安排下一连串最精彩 最捉诺读者的新的情节 作为整个故事的演 以及高潮 譬如说 下半部写基督山 分别对三个仇人报仇的故事时 大众马就极尽其设计情节的能事 把戏作足 使情节地展开高潮叠起 精彩分成 对摩尔塞夫 大众马特意把他发迹的背景 放在希腊 这样 作者的那支生花妙笔 就不仅能放手去写 美丽的希腊姑娘海黛尔 去重彩渲染迷人的东方情调 而且也安下了海黛尔与莫尔塞夫 当场对峙的这个演 对威尔塞夫的复仇 沿着两条情节线展开 一条是威尔塞夫夫人的一次次下毒 另一条是贝内呆土的刑迹 大众马先安下一个惊险恐怖的演 就是威尔塞夫夫人 深夜对瓦朗蒂娜下毒 继而又安下一个惊心动魄的演 就是贝内呆土在法庭上 承认自己是威尔塞夫的私生子 汤格拉尔银行的破产 女儿的出逃 以及自己落进意大利强盗的手里 也都是一些扣人心弦的演 一部长篇小说中 有了节奏紧张 大起大落的高潮 也必然会有节奏相对舒缓 主要起交代情节 连缀故事作用的所谓弄堂书 这些段落 如果让读者走了神 整部小说也还是得砸 大众马在这一点上很显功力 它或是安排悬念 设置伏笔 仍把读者的胃口吊足 或是大故事套小故事 从故事篓子里剪精彩的小故事 来连缀大故事的情节 或是笔端透出幽默风趣的韵质 让读者调剂一下情绪 不知感到沉闷 此外 整部小说充满了浪漫的传奇色彩 罗马的狂欢节 基督山岛的地下宫殿 强盗弯帕的洞穴 都写得色彩斑斓 各具特色 把全书的分为 烘托得美妙而壮观 大众马在小说中 还不时穿插一些典故传说 奇闻异事 异语风情和大海岛屿的景色描写 所有这些 也许就构成了 托斯托耶夫斯基所说的 大众马情趣吧 说到人物性格的描写 恐怕很难说 那是本书故事成功的重要原因 关于这一点 我们在下面还要提及 但整部小说中 塑造了几十个人物形象 他们毕竟还是给读者 留下了深刻印象的 随着情节的展开 每个人物形象 还是都有其诡计可循 或者按黑格尔的说法 都是有其各异的情质的 我国读者 在读大不头的 外国文学作品时 有时会在看了好些篇幅以后 还弄不清那些长长的人名 或者把他们混淆起来 在看基督山伯爵史 恐怕是不会有这种感觉的 这或许也可以作为 小说人物形象鲜明而各异的 一个佐证吧 这部小说中 大约有一半篇幅是对话 这在大约马是很自然的 因为写剧本 可以说是他的看家本领 他笔下的人物对话 或是充满激情 以澎湃的热情来感染读者 打动他们的心 或是充满疾风 简洁明快而又丝丝入扣 大段的独白 可以长达几页几十页 但看了不知叫人生厌 最短的对话 可以短到只有一两个字 但由于往往出现在紧要关头 所以仍显得独特而精彩 顺便说一下 诺瓦迪埃的这个特点 使人很容易想起 大众马在三个火枪手里 塑造的格里摩的形象 当初的格里摩 确实是大众马应付出版商 按杭术赴稿筹的办法的一个对策 不过 看过三个火枪手的读者 想必还是会觉得 格里摩这个人物既生动又别致 这大概也正是大众马的高明之处吧 《基督山伯爵混世后的第三年》 大众马又把小说改编成剧本 在巴黎上演 第一晚从傍晚六点演到半夜 演到埃德蒙汤泰斯越狱为止 第二晚演完全剧 大众马笔下精彩的对话 居然使这种马拉松式的演出 紧紧地掘住了观众的心 让他们看得如痴如醉 毫无倦意 大众马凭他高超的写作技巧 写出了一个奇特新颖 引人入胜的报恩复仇的故事 让人独来回肠荡气 觉得痛快淋漓 高尔基称赞这部小说是令人精神焕发的毒 恐怕也是指这方面而言的 但是大众马在这里所写的 毕竟只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 靠金钱来伸张社会正义的一种幻想 这一点我们今天的读者是不难看清楚的 大众马生活和写作的时代 是法国文学史上一个群星璀璨的时代 如果斯汤达 巴尔扎克 弗洛拜 佐拉等人 都可以说是他的同时代人 如果要把大众马 跟这些我们熟悉的十九世纪法国文学巨匠 做个比较的话 也许可以说 大众马是最擅长编故事的 他的那些情节扣人心弦 充满传奇色彩的小说 就可读性和通俗性而言 是无人可以比拟的 但若要说小说的文学价值 作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恐怕大众马就难以与他们抗衡了 为什么情况会是这样的呢 我们试取斯汤达的红与黑 于果的悲惨世界 和弗洛拜的 巴发里夫人为例 来和基督山伯爵做个比较 这三部小说都是以真实事件作为基础 然后经作家加工创作成书的 发表的年代也和基督山伯爵大致相近 红与黑发表于1830年 比基督山伯爵的问世早15年 宝发里夫人和悲惨世界 分别发表于1856年和1862年 比基督山伯爵晚11年和17年 但如果开始写作悲惨世界的时间是1845年 恰好是基督山伯爵开始在辩论报上 连载的同一年 红与黑虽然也取材于一个真实的案件 但斯汤达报定小说应是一面镜子的创作宗旨 从中照出了广阔的社会画面 把一个普通的刑事案件 提到了对19世纪初期法国的社会 进行历史和哲学研究的高度 难怪高尔基要说 予恋恩的形象是19世纪欧洲文学中 反叛资本主义社会的英雄人物的始祖 在人物的刻画上 斯汤达清新于人的灵魂的辩证法 他能把人物的心理活动描写得淋漓尽致 表现得唯妙唯肖 他们所留给读者的艺术上的享受 是令人经久难忘的 于果创作悲惨世界 也有一个小小的契机 据说有一次 于果看到两个士兵夹着一个犯人在街上走 他原来是个农民 穿一双木鞋 脚上还在淌鞋 就因为偷了一支面包 而被判去服五年苦役 正在犯人被压着往前走的时候 有一个雍容华贵的女人 坐在画着贵族文章的马车里经过 囚犯用哀伤的目光望着马车里的贵妇人 他却对周围的这一切都仿佛视而不见 这个小小的场景使于果的内心大为震动 从而激发了他写悲惨世界的欲望 因此 于果一开始就把抗议和批判的主题思想赋予他的长篇小说 力图使他的小说对社会问题的解决有所避宜 他以浪漫主义的写作手法赋予人物一种震撼人心的精神力量和人格力量 使整部作品焕发出理想的激情和光辉 弗洛贵呢 他的父亲有个学生 是个乡村医生 医生的美貌的妻子有了外遇 结果把丈夫弄得倾家荡产 他自己也服毒自尽 弗洛贵决定把这个普通的桃色事件写成一部充满人情味的小说 从1852年起 他花了约四年时间写成了宝发里夫人 作者用他那支细腻而犀利的笔 刻意写出了社会是怎样把一个热情浪漫的农村姑娘 一步步地推向绝境 最后把它吞噬掉的 他满怀激情地说过 宝发里夫人就是我 作为一个严格地近于苛刻的文体学家 他要求自己笔下的文字 要像音乐那样一扬顿挫 因此他的写作实在是一种惨淡经营的艰苦劳动 斯汤达也好 雨果也好 弗洛败也好 他们当然也都要写故事 故事是一部小说的骨架 或者按夫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的说法 是小说共有的最大公约数 如果故事的情节引人 角色动人 就能抓住读者的兴趣 决注他们的心 然而我们可以看出 编情节写故事 绝非他们创作的最终目的 他们只是把故事和情节 作为一种载体 一种手段 他们的目的是要说明一个社会现象 反映一个社会侧面 皆是一个社会问题 他们有着一种更崇高的使命感 因此他们的作品就其广度 深度 特别是就其典型意义而言 更单纯以情节取胜的通俗小说 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他们笔下的余莲 让瓦拉朗和伯发里夫人 达到了通过特殊的个体 去显现他的一般意运的境界 因此他们都是反映 现实生活本质的艺术形象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常常可以看到他们的影子 感觉到他们的存在 大众马笔下的汤泰斯 却毕竟是个传奇式的英雄人物 是个渴望而不可及的 不够真实的形象 形象的表现手法 是和作家的气质 趣味 个性 以及感受生活的方式 结合在一起的 大众马笔下的汤泰斯 一旦拥有基督山岛上的财富 仿佛顿时就变成了一个 呼风唤雨 无所不能的超人 似乎整个社会都在围着他转 这固然也有他皆是人欲横流 金钱至上的社会现象的 积极意义的一面 但也从另一面反映了大众马本人的 拜金主义的思想观念 与他同时代的巴尔扎克 以他犀利的笔写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 金钱罪恶 而在大众马的笔下 却实时透露出金钱可爱 金钱万能的观念 大众马曾经直言不讳地说过 在文学上 我不承认什么体系 也不属于什么学派 更不属什么旗帜 娱乐和趣味 这就是唯一的原则 他之所以在文学史上 不能得到更高的地位 归根结底 恐怕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吧 最后 我们想谈谈这个译本的名字 在我国 本书一向以 《基督山伯爵》或《基督山恩仇记》的 中文书名广为流传 这次我们把书名改译为 《基督山伯爵》 是经过慎重考虑的 首先 原书名中的《Montor Christo》 本来是意大利的一座 位于俄尔巴岛西南四十公里处的 多山小岛的名称 它在意大利文中的意思是 基督山 其次 纵观全书 主人公汤泰斯 是靠了基督山岛上的宝藏 才得以实现它 报恩复仇的夙愿的 他在越狱后 用这个岛名作为自己的名字 也正隐含了 基督甲他之手 在人间 扬善成恶的意思 因此 我们斟酌再三 最后还是把书名定为 基督山伯爵 本书的第一章到第五十五章 由韩护林译出 第五十六章到第一百一十七章 由周克西一出 第一章 传敌马赛 1815年2月24日 前哨圣母塔上的 料望员发出信号 是以法老号三围船 到了 他从史麦娜出发 经过迪利亚斯特 纳布勒斯而来 如同往常一样 一个海岸领港员 立即跳上小船 从港口出发 擦过衣服堡 在摩尔基凤海角 和利凤岛之间 登上三围船 也同往常一样 省让药塞的平台上 立即聚满了 看热闹的人 因为在马赛 一艘大船敌港 总是一件大事 尤其是像法老号 这样一条 在福开亚人的 古城的造船厂 建造和装备的船 船主又是本地人 这时 法老号已顺利地越过 卡拉萨雷涅岛 和亚罗斯岛之间 由某次火山爆发 形成的海峡 并且绕过了 博梅格岛 继续向前行驶 他借助三张主围帆 一张大三角帆 和一张后围帆 渐渐使劲 不过速度缓慢 显得无精打采的样子 一致看热闹的人们 本能地预感到 有某种不幸的事情 纷纷打听船上 会发生什么意外 不过 海上航家 一眼便能看出 假如果真发生了 什么不测事故 也绝不是海船本身 出了故障 因为从各方面来看 大船被操纵得 稳稳当当 并无任何偏差 大毛正准备抛下 手斜围的支锁 已经脱钩 灵港员正把法老号 引向马赛港的 狭窄通道 站在他身旁的是 一个年轻人 目光炯炯有神 动作敏捷 他密切注视着 船的每一个运行动作 重复着灵港员的 每一个指令 人群中 隐隐约约弥漫着 一种不安情绪 站在省让 瞭望台上的一位观者 尤为焦虑 他不等海船进港 便跳上一支小艇 下令向法老号滑去 在雷瑟夫湾的对面 靠上了大船 年轻水手 看见这个人来到 便离开了 灵港员身旁的岗位 脱下帽子 拿在手里 走上前去 倚在船弦上 这个年轻人看上去 有十八九岁的样子 身材奇长而强健 长着一对漂亮的黑眼睛 和一头乌黑的头发 他身上 具有一种沉静 而坚毅的气质 这是从小就习惯于 同风险搏斗的人 所特有的 哦 是您 汤泰斯 小艇上的人大声说道 发生了什么事啊 为什么您的船上 显得那么死气沉沉 哦 这是太不幸了 莫雷尔先生 年轻人答道 太不幸了 尤其是对我 在船驶到 齐维塔威吉亚附近时 我们失去了 好心的勒克莱尔船长 啊 那么货物呢 船主急忙问道 哦 货物完好无损 平安迪港 莫雷尔先生 我想这方面 您会满意的 不过 可怜的勒克莱尔船长 哦 哦 他出了什么事啊 船主问道 神情明显 轻松多了 嗯 这位好心的船长 究竟出了什么事啊 他死了 哦 掉进海里了 不是的先生 他得脑膜炎死了 临终时 痛苦极了 说完 他转身面向手下的人 嘿 他说道 各就各位 准备趴锚 船员马上照他的吩咐行动起来 杀时间 船上总共八到十名水手迅速分散 有的去船的下后脚翻锁出 有的去转横翻锁出 有的去吊锁出 有的去三脚翻翻锁出 还有的去主围翻锁出 年轻的海员 不很惊异地用目光扫视了一下 看见大伙都已开始干活 命令正在执行 便又转回到那人身边 这件不幸的事是怎么发生的 船主又提起那个被年轻船员中断了的话题 继续问道 哦天哪先生 完全出乎意料 勒克莱尔船长 与那不勒斯港的总管交谈了好久 离开时情绪非常激动 二十四小时后 他开始发高烧 三天后就死了 我们按惯例为他举行了海葬仪式 把他平放在一张吊床上 端端正正地裹好 在他的头脚处 各系上一支三十六磅重的铁球 在埃尔吉利奥岛附近 把他海葬了 哦 我们带回了他的十字荣誉勋章和他的剑 准备交给他的遗孀 他这一生也值得了 年轻人露出一丝苦笑 说道 他在英国打了十年仗 最后还能和大家一样 躺在床上离开人世 哦 有什么办法呢 埃德蒙先生 船主接着说道 他显得越来越宽慰了 人总有一死 年老的人 总得让位给年轻的人 否则就没有升迁的机会了 哦 既然您向我保证货物 完好无损 莫雷尔先生 我向您担保 这次航行 我想您可以预计赚进两万五千法郎以上 这时 年轻船员见船已经驶过圆塔 便大声喊道 准备收主围翻 三脚翻和后围翻 如同在战舰上一般 他的命令迅速被执行了 全船下翻 收翻 在他最后一道命令下达后 所有的翻都降落下来 海船只是凭借自身的冲力在滑行 几乎感觉不到是在前进了 现在 莫雷尔先生 你想上来就请吧 汤泰斯看见船主有些不耐烦 便说道 哦 那位是您的会计员 唐格拉尔先生 他从船舱走出来了 你想问什么 他都能回答你 呃 我嘛 我得照应抛锚 并给船挂丧 船主二话没说 就是抓住汤泰斯 扔给他的绳索 以海员引以自豪的灵巧动作 爬上定在海船 弓行侧弦上的梯极 这时 汤泰斯回到大副的位置上 让他刚才提到的名叫 汤格拉尔的人 跟船主交谈 汤格拉尔已经走出船舱 静止向船主走去 新来的人约某二十五六岁 脸色阴沉沉的 对上司卑躬屈膝 对下属粗暴无礼 因此 本来他作为会计员 就让水手们厌恶 现在更加引起大家 对他的普遍不满 而与他相反 艾德蒙汤泰斯 却受到众人的爱戴 你好 莫雷尔先生 汤格拉尔说 您已经知道那件不幸的事了 是吗 哦 是啊 是啊 可怜的勒克拉尔船长 他可是一位善良 正直的人呢 更是一位优秀的海员 与大海和蓝天为伴 度过了一生 哎 哦 让他负责维护 像莫雷尔父子公司 这样重要的公司的利益 是很合适的 汤格拉尔答道 哎 不过 船主边看着 正在指挥下谋的汤泰斯 边说道 嗯 我觉得要懂航 也不必如您说的 非要那么老的船员 汤格拉尔 您看我们的朋友 汤泰斯 我以为他干得也挺出色 无需向任何人请教 汤格拉尔答道 他向汤泰斯 斜眼瞟了一下 闪现出仇恨的目光 是啊 他年轻 年轻人毫无顾忌 船长刚死 他也不征求一下别人的意见 就揽下了指挥权 在厄尔巴岛 他多逗留了一天半 而不是直接返回马赛 作为大副 接替船上的指挥 是他的职责 船主说道 至于在厄尔巴岛浪费了一天半时间 那是他的错 除非这条船出了什么毛病 需要修理 这条船像我的身体一样棒 也如我希望的 像您的身体一样棒 莫雷尔先生 这一天半之所以被浪费 陈属他肆意任性的缘故 他只是想到岸上去玩玩罢了 哦 唐太子 船主转过脸 对年轻人说 哦 请到这里来 对不起先生 唐太子说道 我一会儿就来 接着 他对全体水手说 下谋 铁毛即刻落下 铁链哗啦啦地向下滑 虽说有领岗员在场 唐太子仍然坚守岗位 直到最后一项操作完成为止 这时 他又吩咐道 把信号旗降到旗杆半中央 再把公司旗降到一半致哀 把横横交叉放好 您看 唐格拉尔说 他已经自以为是船长了 我敢肯定 事实上 他已经是了 船主说 是啊 就少您和您的合伙人签字认可了 莫雷尔先生 我们有什么理由不让他留在这个位子上呢 船主说 他还年轻 这我很清楚 可是我觉得他做事尽心尽力 航海经验也相当丰富 唐格拉尔的额头上 掠过一道阴霾 对不起 莫雷尔先生 唐台词走近说道 现在船已抛锚 我完全听候您的吩咐 您刚才叫我 是吗 唐格拉尔向后退了一步 啊 我想问问您 为什么您在阿尔巴岛耽搁搁了 哦 我也不清楚先生 我是为了完成 勒克莱尔船长最后的一项遗嘱 他在临终前 曾交给我一包东西 是给贝特朗大元帅的 哦 您见到他了吗 埃德蒙 谁 不是说到元帅吗 见到了 莫雷尔向周围张望了一下 把汤台词拉到一边 皇上好吗 他急忙问道 哦 我看不错 那么您也见到皇上了 我在元帅房里时 他也进来了 您对他说话了 啊 事实上 是他先跟我讲话的 先生 汤台词微笑着说道 那他对您 说了些什么 他为了问船上的情况 何时出发回马赛 是沿哪条航道来的 装载些什么货物 我猜想 倘若船是空舱 我又是船主的话 他的意思 可能是要把船买下来 啊 不过我对他说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大富 海船属于 莫雷尔父子公司所有 哦 他说道 我熟悉这家公司 莫雷尔家族 世代相传 都是当船主的 那年我在瓦朗斯 住房时 莫雷尔家族 有一个成员 和我在同一个团队里 服役来 哦 千真万确 船主喜不自胜地大声说道 啊 他是 布利卡尔 莫雷尔 我的叔叔 后来 也当了船长 唐太四 日后 您对我的叔叔说 皇上 还惦记着他时 您会看见 他感动得 躺眼泪的 哎 这个老兵啊 啊 啊 好了 好了 船主亲热地 派着年轻人的肩膀 接着说道 唐太四 您依照 勒克莱尔船长的吩咐 在阿尔巴岛逗留过 做得好啊 虽说 如果有人知道 您曾把一包东西 交给元帅 还同皇上交谈过 您很有可能 会受连累的 先生 在哪方面连累我 唐太四问道 我甚至不知道 我带的是什么东西 皇上向我提的问题 他如见了任何陌生人 也会这么问的 哦 对不起 唐太四转口说道 卫生检查站和海关的人来了 我能走吗 哦 当然 当然 亲爱的唐太四 年轻人离开了 当他走远之后 唐格拉尔又凑上前来 哦哟 他说道 似乎他摆出了充分的理由 说明他为什么在 波托菲拉月停泊了 嗯 极为充分 哦 亲爱的唐格拉尔先生 哦 好极了 那人又说道 看到一个伙伴不能刻进职守 心里总是很难受的 唐太四禁止了 船主回答道 没什么可说的了 是勒克拉尔船长命令他耽搁的 啊 哦 说起勒克拉尔船长 他没把船长的信转交给您吗 谁 唐太四 交给我 没有 怎么 他有一封信吗 嗯 我想 除了那包东西 勒克拉尔船长 还托付他 转交一封信 您说的是一包什么东西 唐格拉尔 就是汤太四去波托菲拉月时 留下的那包东西 您怎么知道 他有一包东西 留在波托菲拉月 唐格拉尔脸刷得红了 呃 那天我经过船长的房门口时 门半开着 我看见他把一包东西和一封信交给汤太四 嗯 他一点也没提起过 船长说 不过 假如他有这封信 他会转交给我的 汤格拉尔 汤格拉尔思索了一会儿 哦 这样的话 莫雷尔先生 他说道 我请您千万别对汤太四提起这件事 也许是我弄错了 此时 年轻人走了回来 汤格拉尔走开去了 哦 亲爱的汤太四 您没事了 船主问道 没事了先生 进港手续不复杂吧 哦 不复杂 我交给海关人员一份货物清单 又把其他证件交给了货站派来的一个人 他是和林港元一起来的 那么您在这里的事情做完了 汤太四迅速向四周扫了一眼 嗯 没什么事了 一切都已就绪 他说道 您能来和我们共进晚餐吗 哦 请原谅 莫雷尔先生 很抱歉 我得先去看看父亲 不过 我有幸得到您的邀请 仍然非常感激 嗯 不错 汤太四 不错 我知道 您是一个好儿子 嗯 汤太四迟疑地问道 您知道我的父亲身体好吗 呃 虽然我没见到他 不过 我想是好的 亲爱的艾德蒙 是啊 他成天把自己 灌在他那小小的房间里 呵呵 这至少说明 您不再使他不缺什么 哈哈 汤太四笑了 我的父亲自尊心很强 先生 哪怕他一无所有 我猜想 他在这个世界上 也不会向任何人伸手要什么的 除了天主 嗯 好吧 您见过父亲之后 就来我们这儿 啊 再次请您原谅 莫雷尔先生 见过父亲之后 我还得去探望另一个人 这对我同样重要 啊 不错 唐太四 我倒忘了 在加泰罗尼亚人那里 还有个人在等您 啊 他的交集 不亚于您父亲 他就是美丽的梅尔赛太四吧 啊 嗯 唐太四又笑了 啊 哈哈 船主说道 怪不得他三次来我这里 打听法老号的消息 我不奇怪了 哟 埃德蒙 您没什么可抱怨的 您的情妇挺漂亮啊 他根本不是我的情妇 先生 年轻的船员神色庄重地说道 他是我的未婚妻 哈哈哈哈 有时这是一马尸 船主笑着说 我们不是这样的 先生 唐太四答道 行了 行了 亲爱的爱的吗 船主接着说道 我不留您了 我的事您办得很出色 现在 也该让您痛痛快快 处理您自己的事情了 您需要钱用吗 不 先生 我已经拿过这次航行的全部筹金了 也就是将近三个月的工钱 嗯 您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孩子 爱的吗 您还得说 我有一个穷苦的父亲 莫雷尔先生 哦 对对 我知道您是一个孝顺儿子 那么 去看您的父亲吧 我也有一个儿子 如果他已在海上待了三个月之后 有人还留住他 不让见我 我也会怨恨他的 那么 我可以走了 年轻人公身问道 嗯 如果您不再有什么话 要对我说的话 没有了 没有了 勒克莱尔船长在临终时 没有让您把一封信转交给我吧 哦 那是他根本提不起笔来了 先生 不过 我倒想起来了 我还得向您请半个月的试驾 哦 去结婚 嗯 先结婚 再去巴黎一趟 好嘛 好嘛 您想请多长时间假都行呢 唐太子 从船上卸货要六个礼拜 三个月之内 我们不会再出海 不过 过了这三个月 您得在这里哦 船长拍拍年轻船员的肩膀 又说道 哼 法老号出发 可不能没有船长呀 不能没有船长 唐太子眼中 闪烁着欣喜的光芒 大声说道 您可要留神 您刚才说的话 先生 因为您触及到 我内心最隐蔽的一丝希望了 您的意思是 任命我担任 法老号的船长吗 假如我一个人说了算 我就会向您伸出手来 亲爱的唐太子 并且我会对您说 一言为定 可是我还有一个合伙人 您知道意大利有句谚语 谁有一个合伙人 就有一个主人 但至少事情已经成了一半 既然 你已得了两张选票中的一张 我去给您争取另一张 我一定尽力而为 啊 莫雷尔先生 年轻船员热泪盈眶 紧紧抓住船主的双手 大声说道 莫雷尔先生 我代表我的父亲和梅尔塞胎死 谢谢您 好啊 好啊 埃德蒙 天上有一个天主 在保佑着正直的人 哦 对了 快去看您的父亲和梅尔塞胎死吧 过后再回来找我 啊 哦 要我把您带到岸上去吗 哦 不必了 谢谢 我要留在这里和唐格拉尔结账 在航行中 您对他满意吗 呃 这要看指问题的哪个方面了 先生 假如说的是 他是不是一个好伙伴 我说不是 因为我们办了一次嘴 之后 我曾向他建议 在基督山岛上 逗留十分钟 以消除隔阂 其实我本不该向他提出来 而他也完全有理由拒绝 就算我做了一件傻事吧 到那天以后 我想他就讨厌我了 假如您是问我 他作为会计员如何 我想他是无懈可击的 您对他处理事物的方式 是会满意的 嗯 不过 说说看 唐太子 船主问道 如果您是法老号的船长 您会高高兴兴地 留下唐格拉尔吗 无论我当船长 还是当大副 莫雷尔先生 唐太子答道 我对那些 能博得船主信任的人 总是极为尊重的 嗯 好呀 好呀 唐太子 我看得出 您在一切方面 都是个好孩子 我不再拖住您了 去吧 因为我看到 您再也待不住了 那么您准嫁了 唐太子问道 去吧 我已经说过了 您准许我用您的小艇吗 用吧 啊 再见 亲爱的艾德蒙 祝您走运 年轻海员跳上小艇 走到船尾坐下 吩咐水手向可纳比埃尔街滑去 两名水手立即弯腰滑脚 一艘艘海船停泊在从海港入口处到二辆码头的通道的两侧 在中间形成了一条狭窄的河道 河道里几乎塞满了数不清的山板和小滑子 这只小艇以最快的速度在夹缝里穿越 向前滑行 船主微笑着目送他上了岸 看他跃上码头的石板地 并且立即消失在打扮得花花哨哨的人群之中 看拿比埃尔街在当地颇响盛名 从清晨五点到傍晚九点都热闹非凡 当代的福开亚人以此为荣 他们说下面这句话时神色庄重 那种口音也极有特色 倘若巴黎也有一条卡纳比埃尔街的话 巴黎就成为小马赛了 船主刚转过脸 便看见唐格拉尔站在他的身后 后者表面上似乎在等着他的吩咐 实际上也再目不转睛地盯着年轻海员离去 不过虽说这两个人同时在看同一个人 但目光里的含义却迥然不同 跟仇恨的精灵较着劲的唐格拉尔 正在船主的耳朵边上出坏主意 试图对他的伙伴使坏 让我们暂且撂下他不谈 先跟着汤泰斯的足迹走吧 汤泰斯走过整条卡纳比埃尔街 拐进诺埃尔街 进入梅朗小路方向左面的一座小楼 飞快地爬上一座阴暗的楼梯 到了第五层 他一只手扶住栏杆 另一只手压住狂跳的心房 在一扇扮演着的门前停下 从门缝里一眼便可看到 一间小小的房间尽头的墙 汤泰斯的父亲就住在这间屋子里 老人尚未知晓法老号回来的消息 此刻他正站在一张椅子上 忙着用一只颤抖的手 把几株夹杂着铁线帘的汗金帘 捆扎整齐 这些植物沿着他的窗户前的护栏 攀圆而上 末底 他感到自己被人拦腰抱住 一个熟悉的声音在他的身后响起 父亲 我的好父亲 老人大叫一声 转过身子 接着他看清了是自己的儿子 脸色一下子变得煞白 浑身直打哆嗦 就是导入他儿子的怀抱 哦 你怎么了父亲 年轻人不安地问道 你病了吗 没有 没有 亲爱的爱的梦 我的儿子 我的孩子 没有 可是我没料到你来 我太兴奋了 突然看见你 过于激动 天主啊 我觉得我快要死了 嗨 震惊些嘛父亲 是我呀 这是我呀 听人常说快乐不伤身体 所以我悄悄地进来了 嗨 对我笑呀 可不要像这样惊慌不安地看着我 我回来了 我们会过得快活的 再好不过了孩子 老人接着说 可是我们怎么会快活呢 你再也不离开我了吗 来 快把你的高兴事讲给我听听 哦 愿天主宽恕我 年轻人说 我把幸福建筑在一家人的丧事之上了 可是天主知道 我并不需求这样的幸福 但是既然来了 我也做不出悲哀的样子 好心的勒克莱尔船长死了 父亲 多亏摩雷尔先生的举荐 我有可能取得他的位子 你明白吗 父亲 二十岁上就当船长 薪金有一百金鹿鱼 还可以分红 一个像我这样可怜巴巴的水手 从前连想都不敢想啊 是吗 是啊 我的儿子 确实如此 老人说 是喜事一桩啊 这样 我想 我将把挣来的第一笔钱 为你盖一座小房子 带一个花园 种上你的旱金帘 铁线帘 还有忍东 嗨 你怎么了 父亲 好像你不舒服 别急 别急 这不会有什么关系的 说着 老人筋疲力尽 仰面向后倒去 怎么了 怎么了 年轻人说道 喝一杯葡萄酒 父亲 你就会恢复的 你把酒放到哪儿去了 不 谢谢 别找了 我不需要 老人说道 试图留住他的儿子 要喝 需要喝的 父亲 告诉我酒在哪儿 说完 他打开两三只柜子 找不到的 老人说 没有酒了 什么 没有酒了 这回 汤太四爷开始 脸发白了 他看看老人 凹陷而苍白的脸颊 又看看 空空如也的柜子说 什么 没有酒了 你真的缺钱用吗 父亲 既然你来了 我什么也不缺了 老人说道 不过 汤太四便擦拭着 从额头上滚落下来的冷汗 便念如道 不过 三个月前 我临走时 给你留下过 二百法郎的 不错 不错 艾德蒙 一点不错 可是你临行时 忘了欠邻居 卡特鲁斯的 一笔小小的债 他向我提起 说如果我不能为你还债 他就要去 莫雷尔先生家 要他还了 这样你明白吗 我担心会影响你 于是 嗯 于是我就付了 可是 艾德蒙大声说道 我欠卡特鲁斯的 就有一百四十法郎啊 啊 对 老人 娜娜地说道 那么你在 我给你留下的 二百法郎中 抽出来给他了 老人点头 表示是这样的 于是你用六十法郎 过了三个月的日子 年轻人 喃喃地说道 啊 你知道 我开销不大 老人说 啊 天主 天主啊 请原谅我吧 艾德蒙跪倒在老人面前 叫喊着 哎 你怎么了 你撕碎了我的心 啊 算了吧 老人微笑着说 既然你来了 一切也都过去了 因为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哈哈哈哈 是啊 我回来了 年轻人说 我回来了 前程远大 还带回一些钱 拿着吧 父亲 他说道 啊 拿着 拿着 赶快叫人去买点东西 说着 他就把口袋里的钱 全都倒在桌子上 总共有十来个金币 五六个无法郎面值的IG 和一些零星饺子 老汤泰斯的脸 展开了笑容 啊 这些是谁的 他问道 是我的 你的 是我们两个人的 拿着吧 去买些吃的 快活些 明天 还会有些别的东西 啊 轻点声 轻点声 哈哈 老人笑着说 啊 如果你同意 我还是把你的钱 节省点用 啊 如果别人见我 一次买很多东西 就会以为 我非得要等你回来 才买得起这些东西里 哈哈 随你的便 不过首先应该 雇用一个女佣人 父亲 我不愿你再单身 一人过日子了 我还私带了一点咖啡 和上等烟草 都在船舱的 小保险柜里 明天拿来 哎 噓 有人来了 哦 准是卡德鲁斯 他得知你回来了 大概来说几句 祝你平安归来 之类的客气话吧 哼 又是讲一些 口是心非的话 埃德蒙轻声说道 不过 再怎么说 这位邻居曾经帮过我们的忙 我们还是该表示欢迎 果真 当埃德蒙刚刚轻声轻气地说完 在楼道门口 就露出了 卡德鲁斯那张 长满胡子的黑脸 此人约莫有二十五六岁 他是裁缝 手里拿着一块泥料 正准备把它改成一件衣服的衬礼 啊 你回来了 埃德蒙 他带着浓重的马赛口音 咧开了嘴 笑着说道 露出一口 白得像象牙的牙齿 回来了 卡德鲁斯邻居 我正准备如何使您高兴一下嘞 汤太子打倒 表面上的几句客气话 也难以掩饰 他内心的冷漠 多谢多谢 不过我什么也不需要 倒是有时别人需要我 我这不是冲着你说的 孩子 我借钱给你 你还我了 这是牧林之间常有的事情 我们两清了 我们对帮助过我们的人 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汤太子说 因为就是我们不再借他们的钱 但总还欠他们的情呢 再说这些干什么 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 还是说说你归来的事吧 孩子 我刚才去码头准备 配一块绿色泥料 不易遇见了朋友 唐格拉尔 你也在马赛 我问 是啊 他答道 我还以为你在史玛娜呢 我去过那儿 现在回来了 艾德蒙娜呢 他在哪儿 那个小家伙 大概回到他父亲家去了 唐格拉尔答道 这样我就来了 卡德鲁斯一直往下说道 为的是能高高兴兴地握一下老朋友的手啊 好心的卡德鲁斯 老人说 他多爱我们呢 当然了 我不仅喜欢你们 我还敬重你们 因为好人不多见啊 哦 小伙子 似乎你发财了 裁缝向唐格拉尔方才 撒在桌子上的一把金币和银币 斜瞟了一眼 又补充说了一句 年轻人看到他邻居的黑眼睛里 闪现出的贪婪目光 哦 天哪 他漫不经心地说 这些钱不是我的 父亲看出我担心他在我不在时缺钱用 为了让我放心 他把钱统统倒在桌子上 行了父亲 唐太子接着说 把钱收到储冠里去吧 如果邻居卡德鲁斯需要 完全可以为他效劳 哦 不 孩子 卡德鲁斯说 我什么也不需要 感谢天主 我干这一行够吃的了 你把钱留着吧 留着吧 钱总是不嫌多的 不过 用上用不上 我都得谢谢你的好意呀 我可是真心呀 唐太子说 我相信 你与莫雷尔先生的关系挺不错嘛 你的确讨人喜欢 莫雷尔先生对我总是恩宠有加 唐太子 唐太子答道 这么说 你就不该回绝他请你吃晚饭咯 什么 回绝邀请 老唐太子接着说 他曾邀请过你去吃晚饭 是的 父亲 埃德蒙说道 他看见父亲因他有幸得到异乎寻常的器重 表现出惊讶的样子 会心地笑了 那么你为什么拒绝呢 儿子 老人问道 因为我想尽早地回到你的身边 父亲 年轻人答道 我急于来见你 这会让好心肠的莫雷尔先生生气的 卡德鲁斯接着说 想要当船长啊 惹船主不快可不合适啊 我已向他解释过我谢绝的理由了 汤太子说 他理解了 我希望如此 哦 想当船长 可得对老板恭维一些才好 我希望布恭维也能当船长 汤太子答道 啊 太好了 太好了 这样会让所有的老朋友高兴的 啊 还有 我知道在省尼古拉城堡那里 还有个人也不会因此而生气的 啊 美尔塞泰斯 老人问 是的 父亲 汤太子说道 现在 我看过您了 我知道您身体不错 也不缺什么 我请求您 允许我到 贾太罗尼亚人的村子里去看看 啊 啊 去吧 我的孩子 啊 老汤太子说 啊 但愿天主保佑你 而降福与你的妻子 啊 如同他保佑我 而降福与你一样 啊 她的 她的妻子 卡德鲁斯说 嘿嘿 您说到哪里去了 唐太子老爹 他似乎还不是她的妻子吧 还不是 不过 唐太子答道 极有可能 她在不久的将来 就是了 啊 这没关系啊 没关系 卡德鲁斯说 可是 你得赶快操办才好 小伙子 嗯 为什么 啊 因为 梅尔塞泰斯 是一位美丽的姑娘 美丽的姑娘 少不了有许多追求者 尤其是她 身后总有成达的人跟着你 真的吗 埃德蒙说 微笑中露出一丝不安 啊 是真的 卡德鲁斯接着说 那些人条件都不错呢 哈 但你知道 你就要当上船长了 他就不会拒绝你了 那就是说 唐太斯接着说道 但微笑中 已明显 带些不安了 假如 我不是船长 呃 咳咳咳咳 卡德鲁斯 干咳了几声 得了得了 年轻人说道 我对女人的看法 比您准确 对 梅尔赛胎死 就更是如此了 我相信 我当不当船长 他都会对我忠诚的 啊 再好不过了 再好不过了 哈哈哈哈 卡德鲁斯说道 即将成亲的人 信心十足 总是好事 啊 哦 不说了 相信我孩子 赶快去报个道吧 再把你的前程 告诉他 嘿嘿嘿 嗯 我这就去 埃德蒙说 他拥抱了父亲 向卡德鲁斯 点头致意后 便走了出去 卡德鲁斯 又待了一会儿 然后 他向老汤太斯告别 也下了楼 又去找 汤格拉尔 后者 在塞纳克街角 等着他 怎么样 汤格拉尔问道 你看见他了 我跟他刚分手 卡德鲁斯答道 他说道 希望当船长了吗 啊 他讲到这件事时 口气就像 已经当上船长了 沉住气嘛 汤格拉尔说道 我看他也太着急了吧 哎 不见得 莫雷尔先生 似乎已经答应他了 哼 所以 他来劲了 哎 不如说是 盛气凌人 他已经说 要帮我忙了 好像他已经是个 大人物似的 他许诺 要借钱给我 好像他当上银行家了 那么 您拒绝了 拒绝了 其实我拿了 也是受之无愧 因为他最初摸到的几枚银币 是我放在他手心上的 不过 现在汤戴斯先生 无需求助于任何人了 他要当船长了 呸 唐格拉尔说 他还不是呢 天哪 他还是当不成的好 卡德鲁斯说 要不 就别想跟他说上话了 假如我们愿意 汤戈拉尔说 他以后就还是老样子 甚至比现在还不如 啊 你说什么 啊 没什么 我在自言自语呢 啊 对了 他还爱着那个漂亮的 加泰罗尼亚姑娘吗 爱得发疯啊 他去他家了 如果不是我猜错的话 他在这方面 会遇到不顺心的事情的 哦 说来听听 这有什么意思 比你想象的重要得多 你不喜欢汤戴斯 是吗 嗯 我不喜欢狂妄自大的人 就是吗 把你所知道的 有关这个 加泰罗尼亚姑娘的事 告诉我吧 我知道的事不确切 不过 正如刚才我对你说的 我看见的一些事情 让我猜想 未来的船长 可能在老医务所陆附近 就会遇到麻烦 嗯 你看到什么了 天哪 说呀 好吧 我看见每次 美尔塞泰斯进城 总有一个身材高大的 加泰罗尼亚小伙子 陪伴着 他长着一对黑眼睛 皮肤有黑透红 嗯 神才异异 他称他为 我的堂兄 哦 当真 你认为这位堂兄 在追求他吗 我猜是的 一个21岁的小伙子 对一个17岁的漂亮姑娘 能做些什么呢 你说 汤泰斯去 加泰罗尼亚人村子了 哦 他比我先走一步 嗯 我们也往那儿走 到雷测夫酒店停下来 嗯 一边喝 喇嘛二哥葡萄酒 一边等待消息 怎么样 啊 谁向我们通消息 哈哈 我们在路边等着 就可以在汤泰斯脸上 看出发生了什么事 哦 走 卡德鲁斯说 嗯 是你付酒钱吗 当然 汤格拉尔答道 于是 两人便快步走向 预定地点 到了那儿 他们叫人拿来一瓶酒 两支酒杯 十分钟前 邦菲尔老爹刚刚看见 汤泰斯从这儿走过 他们确信汤泰斯 已在加泰罗尼亚人村落里 便在枝繁叶茂的 法国梧桐和埃及 无花果树下坐了下来 一群欢乐的小鸟 漆落在枝叶间 在歌唱早春的明媚风光 第三章 加泰罗尼亚人 两位朋友 一面痛饮泛着泡沫的 喇嘛尔格葡萄酒 一面竖起耳朵 急目远眺 百步开外 在一个被烈日和寒风消失的 光秃秃的小山包后面 矗立着一座 加泰罗尼亚人的村落 从前有一天 一群神秘的移民 离开西班牙 在这块突出地带登陆 一直生活到如今 人们不知道 他们到底来自何处 只知道 他们说着一种陌生的语言 其中一个首领 懂得普罗汪斯语 他请求马赛市镇当局 把这个光秃而贫瘠的夹角 赐给他们 他们像古代水手那样 已经把帆船拖了上去 当局同意了他们的请求 三个月后 再把这些海上的 薄西米亚人带来的十余条帆船周围 一个小村落建立起来了 这个村落建筑奇特 情调别致 一半像摩尔风格 一半像西班牙风格 现在的居民就是这些人的后代 他们说着祖先的语言 三四个世纪以来 他们如同一群海鸟一样 一直中守在这块 他们借以栖息的小小的夹角上 与马赛居民界限分明 同族通婚 保留着故乡的风俗和服饰 如同他们仍然说着祖先的语言一样 请读者随我们 穿过这个小村落里唯一的一条街 并与我们一起走进一所房子 这些房子的外表 由于常年日照 变成了美丽的枯黄色 形成了当地建筑的特色 房子里面涂了一层石灰 这种白颜色 便是这些西班牙式小客舍的唯一装饰 一位年轻美貌的姑娘 依靠在一块板壁上站着 她的头发像眉宇般乌黑发亮 睫毛浓密 一双大眼睛像羚羊眼睛似的温柔 她那纤细而具有古典美的手指尖 正揉着一株无辜的欧石兰 她摘着花朵 残花碎枝已经洒了一地 她的手臂裸露到手肘处 棕色的臂膀仿佛是照 阿尔勒的维纳斯女神的模样复制的 此时因内心的焦躁不安而微微颤动着 她的一只柔韧的 绷成弓形的脚拍打着地面 让人能窥见 她那套着蓝灰色的红色棉织长袜的 线条优美 丰满肉感的小腿 在离她几步远处 有个二十一二岁的高大小伙子 坐在椅子上 急剧而不连贯地摇晃着 胳膊支在一张住实的老式家具上 她看着她 眼神中流露出内心既不安 又气恼的矛盾情绪 她的眼睛探寻着 可是少女却以坚定而严肃的目光 震住了她的对话者 您瞧 美人在胎死 年轻人说 复活节就要到了 这正是举行婚礼的好时候 答应我吧 我已经回答您一百次了 菲尔南 说真的 您老问我 就是与自己过不去了 唉 再说一遍吧 我求求您了 再说一遍 我才能相信 请您第一百次地告诉我 您拒绝我的爱情 可这是您的母亲许诺过的呀 让我明白 您对我的幸福漠不关心 我的生死 对您算不了什么 啊 我的天主 我的天主 我想了整整十年 要成为您的丈夫 梅尔塞泰斯 现在 我希望落空了 这可是我生活中 唯一的目的呀 至少不是我鼓励您 怀有这个希望的 菲尔南 梅尔塞泰斯说道 我从来不对您撒娇显媚 我对您是为心无愧的 我总是对您说 我爱您 像爱我的哥哥一样 但别在这手足情义之外 对我再有什么要求 因为我的心 已属于另外一个人了 我是这样对您说的吗 菲尔南 对 我知道 梅尔塞泰斯 年轻人答道 是啊 您对我坦诚相告 这很好 可这毕竟又是残酷的 可是 加泰罗尼亚人 有一条神圣的族规 就是只能在同族间 同婚 难道您忘了吗 您错了 菲尔南 这不是一条族规 可是一个习俗 如此而已 请相信我 别靠这个习俗帮您的忙了 您已经到了服役的年龄 菲尔南 现在您还有鱼侠 那是他们照顾您 而您是随时都会应征入伍的 一旦当了兵 您怎样安置我呢 也就是说 怎样安置一个可怜的孤女呢 我终日悲伤 没有财产 全部家当 只是一间 差不多就要倒探的破屋 屋里挂着几张旧网 这是我父亲传给我母亲 我母亲又传给我的一份寒酸的遗产 母亲故事一年以来 请想想吧 菲尔南 我几乎全靠大家的阶级在生活 有时 您装着要我帮忙 以便让我和您分享到您打到的鱼 我接受了 菲尔南 因为您是我父亲的一个侄子 因为我们从小一块长大 更因为 假如我拒绝您 就会过分伤您的心 我卖鱼换来钱 再去买房线的麻 我心里明白 归根结底 这些鱼是您的一种施舍 菲尔南 那又有什么关系 梅尔塞胎死 无论您多么穷困 多么孤单 您对我也要比那些 马赛最高傲的船主 最有钱的银行家的小姐 合适得多 我们这些男人 我们需要什么 一个诚实的妻子和好主妇 在这两方面 我到哪能找到 比您更合适的人呢 菲尔南 梅尔塞胎死摇着头打道 如果一个女人 除她的丈夫之外 又爱上了另一个男人 她就变成了坏主妇 并且也不能担保 一直是一个诚实的妻子了 请满足于我的友谊吧 我再重复一遍 因为这是我所能答应您的一切 而我也只能允怒我 确信能给予的一切 行 我明白了 菲尔南说道 您能与贫贱相守 心安理得 但您却担心我受苦受难 那好 梅尔塞胎死 有了您的爱 我就要去碰运气 您会给我带来幸福 我会变得富有的 我可以扩大我的捕鱼作业 我可以进一家钱庄去当伙计 我自己也可以变成个商人 您不能这样做菲尔南 您是一个军人 如果说您还能待在 加泰罗尼亚人的村子里 那是因为没有发生战争 所以您还是捕鱼吧 别幻想了 那会使您觉得现实更可怕的 就满足于我的友谊吧 因为我真的不能给予您其他的东西啊 好吧 您说得对 梅尔塞胎死 那我就去当水手 我要脱去您不屑一顾的祖辈的衣服 戴上一顶光亮的帽子 穿上一件海魂衫 一件纽扣上坠铁毛的蓝色外套 这样的一身穿戴 能否让您高兴呢 您在说什么 梅尔塞胎死 射出一道威严的目光问道 您在说什么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 我想说 梅尔塞胎死 您对我如此无情 如此残酷 仅仅因为您在等着另一个人 而她 正是这样穿戴的 不过 您等的那个人 也许是会变心的 而且 就算她不是这样 那大海 也会对她变心的 菲尔南 梅尔塞胎死 高声说道 我原以为你很善良 看来我错了 菲尔南 你岂使天主的怨怒 来谢谢您的嫉恨 谢也太狠毒了吧 好吧 我也无需对你隐瞒什么了 我是在等着 并且爱着你所说的那个人 即使她不回来 我也不会责备她 像您说的那样变了心 我还会说 她直到死时还在爱着我 贾太罗尼亚小伙子 狂怒地打了一个手势 我明白您的意思 菲尔南 因为我不爱您 所以您才恨她 您会用您的贾太罗尼亚短刀 去和她的匕首决斗 这样对您有什么好处呢 倘若您输了 您就会失去我的友谊 倘若您赢了 您会看到我的友谊 变成仇恨 请相信我的话 对一个女人所爱的男人挑衅 不是取悦这个女人的好办法 不 菲尔南 您根本不会听认自己 这种坏念头 我虽不能做您的妻子 但您还有我 做您的朋友和妹妹 此外 她泪眼朦胧地接下去说 您等着 等着吧菲尔南 您刚才说过 大海是残酷无情的 至今她已走了四个月了 这四个月来 我记数过多少次海上风暴啊 菲尔南没有任何表情 她不想擦去滚落在 梅尔赛泰斯双颊上的泪珠 然而 为换取这每一滴眼泪 她甚至愿意付出 自己的一杯鲜血 可是 这些眼泪 是为另一个人 而流淌的 她站起来 在漏屋里 来回走了几步 又回到原地 停在 梅尔赛泰斯面前 眼神阴沉 紧攥着双拳 说吧 梅尔赛泰斯 她说道 请再回答我一次 这是最后的决定吗 我爱爱德蒙汤泰斯 姑娘冷冷地说道 除爱德蒙外 我谁也不嫁 您永远爱她 我一天 就爱她一天 菲尔南灰心丧气地 垂下了头 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如同身吟一般 接着 她又突然 昂起头颅 咬紧牙关 吸动着鼻孔 说道 假如 她死了呢 假如她死了 我也去死 假如 她把你忘了呢 梅尔赛泰斯 屋外 一个人欢快地 大声叫道 梅尔赛泰斯 姑娘的脸上 泛出兴奋的红光 她幸福地蹦跳起来 大声喊道 您看哪 她没有忘掉我 她来了 说着 她向门口冲去 一边打开门 一边大声说 来吧 爱德蒙 我在这儿 菲尔南脸色 变得惨白 浑身站立着 像一个发现蛇的游人那样 向后退去 碰到了一张椅子 跌坐在上面 爱德蒙和梅尔赛泰斯 紧紧地拥抱着 马赛炽热的阳光 穿过开启的门飞 把他俩 把他俩淹没在 淋漓的光波之中 开始 他俩根本没在意周围的一切 无限的幸福 已将他们与世隔绝 他们说的话 都是断断续续的 那其实是 过分兴奋激动的缘故 但看上去 倒像是痛苦地流露了 斗地 爱德蒙发现了 在阴暗处 显现出来的菲尔南那张 阴沉苍白 而怕人的脸 年轻的加泰罗尼亚人 本能地 把手 按在挂在腰带上的短刀上 哦 对不起 唐太子皱了一下眉头 说 我没发现 这里有第三个人 接着 他向梅尔赛太子 转过身子 这位先生是谁 他问道 这位先生 将成为您最好的朋友 唐太子 因为他是我的朋友 我的堂兄 我的哥哥 他是菲尔南 也就是说 爱德蒙 除您之外 他是我在世上 最喜欢的人了 您不认识他了 哦 认识 爱德蒙说道 于是 他一只手 仍紧握着 梅尔赛太子的手 把另一只手 以友好的动作 伸向加泰罗尼亚人 然而 菲尔南 对这友好的举动 毫不理会 他像一尊雕像那样 沉默不语 一动也不动 这时 爱德蒙把探寻的目光 从激动而颤抖的 梅尔赛太子的脸上 转移到 阴沉 抱有敌意的 菲尔南的脸上 这目光 墨底使他 动息了一切 他的脸上 升起了怒火 我这么忙着赶来 梅尔赛太子 没料到会遇上一个对头 一个对头 梅尔赛太子 非常震静 只有菲尔南 我的哥哥 他会像对待一个忠诚的朋友那样 紧握你的手 说完 姑娘目光严厉地注视着 这个加太罗尼亚人 后者仿佛被这目光捕获似的 慢慢地走进爱德蒙 向他伸出手去 他的仇恨像一个来势汹汹 而又疲软无力的浪头 粉碎在姑娘对他施加的影响之下 但是 当他刚接触到爱德蒙的手 就感到他该做的也仅此而已 便一下子冲出屋去 啊 他一边大声说 一边像个疯子似的狂奔着 双手插进他的头发里 啊 有谁能替我除掉这个人 我太不幸了 太不幸了 喂 加太罗尼亚人 喂 菲尔南 你到哪里去啊 一个声音传来 年轻人猛地停下来 向四周张望 看见卡德鲁斯与唐格拉尔 坐在漫夜阴险的梁旁下的一张桌子旁 喂 卡德鲁斯说 你为什么不来坐坐 啊 你就这么着急 连向老朋友打个招呼的时间都没有了 尤其是这两位朋友 汤泰斯得伤了 哈哈 走着瞧吧 卡德鲁斯说 卡德鲁斯说 他转身面向年轻人 说 喂 瞧啊 加太罗尼亚小伙子 你想好了没有呀 他说 菲尔南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 慢吞吞地走进凉棚 浓音下 他的感官似乎清醒了一点 一丝良意 也使他心里焦脆的身子舒服些了 你们吼 他说 你们叫我是吗 说着 他一下子便瘫倒在桌边的一张椅子上 而不像是坐下去的 啊 我招呼你是因为 看见你像一个疯子似的在奔跑 我担心你去跳海了 卡德鲁斯笑着说 哈哈 嘿 对朋友嘛 不仅仅是请他们喝杯酒 还要防止他们喝三四品脱水呀 哈哈哈哈 菲尔南叹了一口气 听上去就像是在呻吟 他的头垂在交叉放在桌上的两只手腕上 哎 你要我告诉你吗 你要我告诉你吗 菲尔南 卡德鲁斯像个出于好奇而顾不上耍手腕的小市民 以粗鲁直帅的口气单刀直入 嘿嘿嘿嘿 你看上去像一个失忆的情人 他说了这句玩笑话 便嘻嘻哈哈大笑一阵 胡说 汤格拉尔说道 像他这样棒的小伙子 哪会在情场上失忆啊 你在开玩笑 卡德鲁斯 不 卡德鲁斯说 还是听听他是怎么哀声叹气的吧 行了 行了 菲尔南 卡德鲁斯说 抬起头来 告诉我们 当朋友关心我们的健康时 聚而不达 可不友好呀 我的身体很好 菲尔南紧攥着拳头说 但头仍没有抬起来 啊 你看到了吧 汤格拉尔 卡德鲁斯对他的朋友使了个眼色 说 哎呀 事情是这样的 你看到的菲尔南 是一个善良正直的加泰罗尼亚人 是马赛最能干的一个捕鱼高手 他爱上了一个名叫梅尔赛泰斯的美丽姑娘 哎 可不幸的是啊 好像美丽的姑娘这边又爱上了法老号的大富 而法老号就在今天进港了 你明白了吗 嗯 不 我不明白 汤格拉尔说 可怜的菲尔南 可能是遭到他的回绝了 卡德鲁斯继续说道 那又怎么样 你还想说什么呢 菲尔南问道 此刻他才抬起了头 看看卡德鲁斯 仿佛要找某个人出出气势的 梅尔赛泰斯不属于任何人 是吗 他有自由 想爱谁就爱谁 哦 如果你这么说 卡德鲁斯说道 那就是另一马尸了 我妈 哎 我还以为你是一个加泰罗尼亚人呢 有人曾经告诉我说 加泰罗尼亚人是不会让情敌取而代之的 他们甚至还强调说 尤其是菲尔南 他的报复心强得吓人呢 菲尔南惨笑一声 一个情人是永远不会吓人的 他说道 可怜的孩子呢 汤格拉尔接着说道 他装出 从心底里同情这个年轻人的样子 哎 有什么办法呢 他没料到 汤泰斯会这样突然归来 他本以为那小子可能死了 或是变心了 谁知道 这些事情来得太突然 因此也就更加令人难受 哦 说真的 不管怎么说 卡德鲁斯说道 他边喝边谈 翻着泡沫的拉马尔格葡萄酒 已经在他身上发挥威力了 不管怎么说 汤泰斯走运回来了 菲尔南可不是唯一的受害人啊 是吗 啊 哈哈 汤格拉尔 是的 你说的对 我几乎敢说 他会为此倒霉的 没什么 卡德鲁斯说着给菲尔南 针上一杯酒 又把自己的酒杯针满 这已经不下八次了 而汤格拉尔 只是抿了抿酒 哎呀 没什么 这档口 他可要娶梅尔塞泰斯 那位美丽的梅尔塞泰斯了 呵呵呵呵 再说了 他至少就是为这件事回来的 这时候 汤格拉尔以锐利的目光 打亮着年轻人 卡德鲁斯的话 如同开花弹似的 击中了他的心脏 什么时候举行婚礼 他问道 还没有定下来 菲尔南孤弄了一句 啊 现在还没有 不过是迟早的事 卡德鲁斯说 这同汤泰斯要当法老号船长 一样实在 是吗 汤格拉尔 汤格拉尔遭着突如其来的一击 打了个哆嗦 他转身面向卡德鲁斯 这回轮到他研究他的表情了 看看他是否故意这样说的 但他在那张喝得醉醺醺的脸上 看到的只是极度 哎呀 好吧 他说着 把三个人的酒杯都针满了 那么就为 埃德蒙汤泰斯船长 美丽的 加泰洛尼亚姑娘的丈夫 干一杯吧 呃 卡德鲁斯用一只沉甸甸的手 把酒杯放到唇边 一口气喝尽了 菲尔南拿起酒杯 扔在地上 摔得粉碎 呃 呃 呃 卡德鲁斯说道 呃 我 我看到什么了 呃 在那座小山岗的顶上 呃 朝加泰洛尼亚村落的方向看看 呃 呃 看呐 菲尔南 你眼力比我好 我想我有些眼花了 呃 还有啊 你知道 酒是会糊弄人的 呃 咳咳咳咳咳 好像那儿有一对情人 手挽手 肩并肩 在走着吧 呃 哎呀 天主饶恕我 他俩不知道 我们看得见他们 呃 呃 呃 瞧 这会儿 他们搂在一块儿了 呃 呃 汤格拉尔 没有放过菲尔南 每一丝苦恼的神情 眼看着他的脸 走了样 您认识他俩吗 菲尔南先生 他问 认识 后者声音嘶哑地回答说 是 埃德蒙先生 和 美尔赛胎寺小姐 哎呦 瞧呀 卡德鲁斯说 我可不认识他俩 呃 喂 汤台斯 喂 美丽的姑娘 到这里来一会儿 告诉我们 何时举办婚礼吧 因为这位菲尔南先生 非常固执 他不愿对我们说呢 哈哈哈哈 你闭上嘴行不行 汤格拉尔说 他装出阻止卡德鲁斯 往下说的样子 后者带着罪鬼的执拗 已经把头探出凉棚 哎呀 你就给我站住 让这对情人安安静静地 谈情双爱好不好啊 瞧 看看菲尔南先生 学学他的样子 他这才叫通情达理呢 菲尔南像一头 被头枪斗牛式 激怒的公牛 已经被汤格拉尔 刺激得忍无可忍 眼看就要猛冲过去了 其实 他已经站了起来 使足全身的劲 准备冲向他的情敌了 可是这时 梅尔赛泰斯 却笑吟吟地 神情坦然地 抬起他那可爱的脸庞 闪动着他那对明亮的眸子 菲尔南又想起了 他曾经对他发出过的威胁 说如果埃德蒙死了 他也跟着去死 于是 他便又垂头丧气地跌坐在椅子上 汤格拉尔轮番看着这两个人 一个被酒灌得稀里糊涂 另一个完全被爱情所左右了 跟这两个傻瓜打交道 毫无意思 他喃喃说道 我家在一个罪汉和一个胆小鬼之间 真是提心吊胆 这家伙是一个嫉妒的人 此刻被酒灌得鸣顶大醉 其实他本该感到极端苦恼才是 那家伙是一个大呆子 别人刚刚从他的鼻子底下 把他的情妇抢走 而他就像一个孩子似的 只会哭 只会埋怨 但他那对闪烁发亮的眼睛 却酷似复仇心极重的西班牙人 西西里人或卡拉布利亚人 他那两只拳头 像屠夫手上的重锤 能击毙一头牛 当然了 埃德蒙天生命好 他将娶漂亮的姑娘为妻 他会当上船长 会嘲笑我们 除非 唐格拉尔嘴角露出一丝冷笑 除非我来插一手 他心里又想到 卡德鲁斯支起身子 把两只拳头撑在桌子上大声说 哎哟哎 哎的嘛 你没有看见朋友吗 哎呀 要不就是你春风得意 骄傲的都不屑跟他们讲话了 不 亲爱的卡德鲁斯 汤太斯答道 我不是骄傲 而是幸福 我想 幸福比骄傲 更能让人视而不见呀 啊 好极了 解释得好 卡德鲁斯说 哦 哎 您好 而汤太斯太太 梅尔赛太斯 庄重地汗手致意 现在我还不姓这个姓 她说 在我的家乡 神们说 在未婚夫成为丈夫之前 用未婚夫的姓氏 称呼姑娘 会带来灾难的 因此 请还是叫我 梅尔赛太斯吧 应该原谅 这位好心的卡德鲁斯邻居 汤太斯说 他是难得错一回的 啊 这么说 婚礼很快就要操办了 汤太斯先生 汤格拉尔 边向这一对年轻人致意 边说道 尽可能早些 汤格拉尔先生 今天 我们要到汤太斯老爹那里 把一切先谈妥 明天 致迟后天 订婚宴席 就在这里的 雷瑟夫酒店举行 我希望朋友们 都能参加 哦 我这就是在对您说 您是我们的客人 汤格拉尔先生 这也是在对你说 你也是客人 卡德鲁斯 哦 那么 菲尔南呢 卡德鲁斯 痴痴地笑着说 他也受到邀请吗 我妻子的哥哥 就是我的哥哥 埃德蒙说道 梅尔赫斯和我 我们在这样的时刻 见不到他与我们在一起 会感到遗憾的 菲尔南张嘴想说什么 但声音 卡在喉咙里出不来 他一个字 也未吐出 啊 今天办手续 明后天就订婚 嗨 真够忙的 船长 汤格拉尔 埃德蒙笑着说道 我也要像刚才 梅尔赫斯对卡德鲁斯 说的那样 对您说 别把尚且不属于 我的头衔给我戴上 这会给我带来灾祸 请原谅 汤格拉尔答道 我只是说了一句 您似乎过于匆忙 啊 见鬼 我们有的是时间嘛 法老号在三个月之内 不大会下海的 人总是急于想得到幸福 汤格拉尔先生 因为每当人们 忍受了长时间的痛苦之后 甚至都不敢祭求幸福会到来了 不过 我这样做 不完全是为自己考虑 我还得去一趟巴黎 哦 真的 去巴黎 您是第一次去那儿吗 汤泰斯 是的 您在那里有事要搬 不是私事 是为了完成可怜的 勒克拉尔船长的最后一个嘱托 要知道汤格拉尔 这是一个神圣的使命 再说 您放心 我去去就来 啊 对对 我理解 汤格拉尔大声说 汤格拉尔大声说 接着 他又自存到 到巴黎去 大概是转交大元帅给他的那封信 啊哈 这封信让我产生了一个想法 一个锦囊妙计 啊哈 汤格拉尔大师 我的朋友 你还没有被正式排在法老号名单上的第一位呢 于是他又转向埃德蒙 后者已经走开了 一路平安 他冲着他大声叫道 啊哈 谢谢 埃德蒙回过头来 打了一个友好的手势说道 这一对情人继续往前走去 内心平静 欢欢喜喜 就像两个升天的使者 第四章 阴谋 汤格拉尔目送着埃德蒙和梅尔赛泰斯 一直到他俩消失在圣尼古拉要塞的拐角处 然后他才转过身子 看见菲尔南脸色苍白 浑身站立地倒在椅子上 而卡特鲁斯则口齿不清地唱着一首饮酒歌 哎哟 亲爱的先生 汤格拉尔对菲尔南说 我看这门婚事并没让所有的人都高兴 是吗 他让我绝望 菲尔南说 这么说 您爱梅尔赛泰斯咯 我崇拜他 哦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自从我们相识之后 我就始终爱着他 那么您就在这里光骚脑袋瓜 而不去寻找弥补的办法了 真见鬼 我以前从没想到像你们这样的民族会是这样的 您让我怎么办呢 菲尔南问道 问我吗 我怎么知道 这件事与我有什么相干 似乎爱上梅尔赛泰斯小姐的是您 而不是我呀 找福音书上说的 去寻找 您总会找到 我早就找到了 什么 我本想杀了那个人 但那女人却对我说 如果她的未婚夫有个三长两短 她就自杀 算了吧 说说而已 做又是另一回事了 您一点不了解梅尔赛泰斯 先生 既然她说出口 她就会做到 大傻瓜 汤格拉尔难难地说 她自杀不自杀与我无关 只要汤泰斯不当船长就成 在梅尔赛泰斯 离开人世之前 菲尔难接着说 语气坚定而决绝 我怕 我也已经死了 这才叫爱情呢 卡德鲁斯说 声音里 醉意愈来愈浓 这就是爱情呢 否则 我就不知道 什么是爱情了 瞧 汤格拉尔说 看来 您是一个可爱的孩子 活该我受罪 我倒真愿意让您摆脱困境 但是 卡德鲁斯又说道 说出来听听 亲爱的 汤格拉尔继续说道 你已经醉得差不多了 把酒喝光 你就烂醉如泥了 喝吧 别插手我们的事 我们做的事 可需要头脑清醒 我醉了 卡德鲁斯说 算了吧 我能喝上四瓶 你的酒瓶并不比香水瓶大 帮菲尔老爹上酒 卡德鲁斯为了证明 他确实还要酒 就用酒瓶在桌上使劲敲着 刚才 您说什么来着先生 菲尔南接口说 他急切地等着 听中断了的下文 我说什么来着 我记不起来了 这个醉鬼卡德鲁斯 打断了我的思路 爱喝就喝吧 怕喝酒的人 可不是好人 因为他们心里有鬼 怕酒后吐真言呢 说完 卡德鲁斯就唱起当时十分流行的一首歌的最后两句 坏人哥哥都喝水 诺亚洪水可作证啊 您刚才说 先生 菲尔南接着 您愿意帮我摆脱困境 您还说了声 但是 好 我说 但是 为了让您摆脱困境 只要唐太四 只要唐太四取不上您所爱的人就行了 以我看 这门婚事 这门婚事是很容易吹掉的 唐太四也不必非死不可 只有死 才能让他俩分开 菲尔南说 您的脑袋真不开窍 我的朋友 卡德鲁斯说 这位汤克拉尔才机灵 狡猾 像个希腊人呢 他会向您证明 您想错了 证明给他看吧 汤克拉尔 我给你打了包票 告诉他 无需置唐太四于死地 再说了 让唐太四死 也太叫人伤心了 他是一个好小伙子 我喜欢他 这个汤太四 祝你健康 汤太四 菲尔南不耐烦地站了起来 诶 让他说去 汤克拉尔挽住年轻人继续说道 再说 他完全喝醉了 坏不了大事 人不在身边 与死亡无异 都是一种分离 假如在 埃德蒙和梅尔赛 胎死之间 隔着一堵 监狱的墙 他俩就会分开 与墓地内外无异了 嗯 不过 一旦从监狱里出来 卡德鲁斯说道 他凭着尚存的一点神志 还能勉强跟上谈话 一旦从监狱里出来 出来的又是 艾德蒙汤太子 他是会报复的 管他呢 菲尔南咕噜了一声 再说 卡德鲁斯接着又说 为什么要把 汤太子投入监狼啊 他既没投东西 杀人 也没有暗害人呀 你住口吧 汤格拉尔说 我 我可不愿意住口 卡德鲁斯说 我希望你们告诉我 为什么把汤太子投进监狱 我嘛 我可喜欢汤太子 祝你健康 汤太子 说完 他一口气 又灌了一杯酒 汤格拉尔在裁缝混浊的眼睛里 看出酒性已在发作 于是便转脸 面对菲尔南 嗯 不需要杀他 他说道 您明白了吗 照您刚才说的 如果真有办法 让人把汤太子抓起来 当然不需要了 不过 您有这个办法吗 好好找找嘛 汤格拉尔说 总能找到的 不过 他继续说道 哎呀 活见鬼 我凭什么要插手这件事 难道这与我有关吗 我不清楚是否与您有关 菲尔南抓住他的胳膊说道 但我知道 您对汤太子 怀有某种个人的仇恨动机 心怀怨恨的人 不会猜错别人的情绪 我 我对汤太子怀有仇恨动机 我可以发誓 一点也没有 我只是看您太痛苦 而同情您的不幸 就是这样 不过 既然您以为我这样做 怀有个人目的 那么再见吧 亲爱的朋友 您就自己去摆脱这困境吧 说着 汤格拉尔装出站起来 要走的样子 别走 菲尔南挽住他说道 请留意下 您恨汤太子也罢 不恨也罢 与我无关 可是我恨他 我毫不隐瞒地承认这点 请想想办法吧 我来做 只要不死人就行 因为梅尔赛太子说过 如果有人杀了汤太子 他就自杀 卡德鲁斯早先把头捶在桌面上 此刻 抬起脸 那双浑浊呆滞的眼睛 看着菲尔南和汤格拉尔 杀死汤太子 他说道 谁在这里说什么要杀死汤太子 我不愿意有人杀他 他是我的朋友 今天早晨他还提出要借钱给我 就像我把钱借给他过一样 我不愿看到有人杀汤太子 谁告诉你要杀他了 傻瓜 汤格拉尔接口说道 开个小玩笑而已 你就为他的健康喝酒吧 他边替卡德鲁斯的酒杯珍满酒 便补充说道 别来打扰我们 行 不行 为汤太子的健康干杯 卡德鲁斯把酒一眼而尽 又说 为他的健康 健康 嘿 办法 办法呢 菲尔纳问道 您 您没有想出来吗 没有 办法得由您来想 真的 汤格拉尔又说道 啊 法国人比起西班牙人 就有这么点优越性 西班牙人老是苦思冥想 而法国人一拍脑袋 主意就来 那就请拍脑袋吧 菲尔纳不耐烦地说 伙计 汤格拉尔说 把笔墨水和纸拿来 笔 墨水和纸 菲尔纳姑能道 是的 我是会计员 笔墨水和纸张 是我的工具 没有工具 我什么事也干不了 拿笔墨水和纸来 这回是菲尔纳在大声叫喊了 在那张桌子上 用您想要的一切 伙计指着他所要的文具说道 那么给我们拿过来 伙计拿起笔 墨水和纸张 放到梁棚下的桌上 只要一想到 用这些东西杀人 比守候在树林边上暗杀更为可靠 卡德鲁斯手按在纸上说 我就觉得一支笔 一瓶墨水 一张纸 比一柄剑 或是一把手枪 更可怕 这个傻瓜 还不像他外表上醉得那么厉害 汤格拉尔说道 那么 再灌他一下 菲尔纳 菲尔纳又把卡德鲁斯的酒杯针满了 后者真是个道地的酒鬼 所以又从纸上抬起手 抓起酒杯 加泰罗尼亚人 眼盯着看他喝酒 直到卡德鲁斯 在这个新的攻势下 几乎全无招架之力 把酒杯搁在 或者更确切地说 让酒杯跌落在桌上为止 行了吧 加泰罗尼亚人 见卡德鲁斯喝完最后一杯酒 几乎不省人事后 便说道 行了 我想 譬如说 汤格拉尔接口说道 汤泰斯刚刚在海上转了一圈 途中到过纳布勒斯和阿尔巴岛 如果有某个人向检察官揭发他 是不拿把分子的眼线的话 我来揭发他 我 年轻人立刻说道 好的 不过别人就要让您在您写的揭发书上签字 而且要与您所揭发的人对质 我可以向您提供一些材料作为证据 这个我能做到 可是 汤泰斯不会一辈子坐牢 总有一天他会出狱 那么自他出狱的这一天起 把他投入监狱的这个人就该倒霉了 哈 我求之不得 菲尔南说 我就等他来找我打架呢 是啊 那么 梅尔赛泰斯呢 只要您不当心 擦破他心爱的埃德蒙一层皮 梅尔赛泰斯 就恨你入骨了 是这样 菲尔南说 不行 不能这样 汤格拉尔立即说道 如果想这样干 瞧 还不如简简单单 像我做的那样 拿起一支笔 在墨水里站一下 用左手 写一封这样内容的短短的告密信 这样字迹就不会被人认出来了 汤格拉尔言传身教 一边说着 一边用左手写下几行字体 向右倾斜的字 与他通常的笔迹完全不同 他把短件递给菲尔南看 菲尔南轻声念了起来 检察官先生抬见 笔人 乃王室与教会的朋友 自禀告 有一名叫埃德蒙汤台死者 是法老号船上的大副 金尘从史迈纳港而来 中途在纳布勒斯 和波托菲拉越港口停靠过 牛拉有一信 托他转交谋王篡位者 后者 负命他转交一信 与巴黎的波纳巴党人为远会 待不此人时 并可得到他的犯罪证据 因为此信 不是在他身上 就是在他父亲家中 或是在法老号上 他的藏房里 成功了 汤格拉尔接下去说道 这样 您的报复就不会露馅 因为在任何情况下 您都不会反过来遭到报复 水到渠成嘛 眼下 只要把信 折起来 像我做的这样 在上面写上 致检察官先生 一切就妥了 汤格拉尔轻松地写上地址 是呀 一切都妥了 卡德鲁斯大声叫道 他凭着最后一点知觉 听完了信的内容 本能得意识到 这样一封告发信 会带来什么样的不幸后果 是啊 一切都妥了 不过 这可是无耻的行径呀 说着 他伸长手臂 想去取信 啊 哈哈 汤格拉尔推了推信 不让他的手够倒 我说什么做什么 都只是开开玩笑嘛 哈哈 如果汤太子 这位好汤太子 当真出了什么事情 我第一个会感到难过 哈哈 瞧 嗯 他拿起信 在手上揉成一团 扔到梁棚的一个角落里 这就好了 卡德鲁斯说 汤太子是我的朋友 我不愿别人对他使坏 谁会使坏 竟然要陷害他呀 我不会 菲尔南也不会 汤格拉尔说着 边起身 边看着年轻人 后者仍然坐着不动 眼睛却斜过去 瞟着被扔在一角的告发信 既然这样 卡德鲁斯又说道 叫人给我们 再拿酒来 我愿为爱的梦 和美丽的美丽丽丽丝的健康 再喝上一杯 哎 你已经喝得够多了 酒鬼 汤格拉尔说 如果你再喝 就只好躺在这里了 因为你再也站不稳了 啊 我 卡德鲁斯站起来 用喝醉酒的人 说大话的口吻说 我 站不稳 我敢打赌 我能登上 阿库尔教堂的钟楼 一步也不会摇晃 好吧 行 汤格拉尔说 我打赌 不过明天再说 今天 该回家了 把胳膊给我 咱们回家吧 我回家 卡德鲁斯说 卡德鲁斯说 我回家 可不要你来扶 你 你来吗 菲尔南 你和我们一起回马赛吗 不 菲尔南说 我回加泰罗尼亚村 你 你错了 和我们一起回马赛吧 来吧 我在马赛 无事可做 我一点也不想去那里 瞧 你在说什么呢 我的好小伙子 你不想去 那好 随你的便 每个人 都有自由 来吧 汤格拉尔 让这位先生 回加泰罗尼亚村 他要回去吗 此刻 卡德鲁斯 正好可以任人摆布 汤格拉尔 抓住这个时机 带他向马赛方向走去 不过 为了让菲尔南 可以走一条方便的近路 他不是取到新岸码头 而是拐入 省维克多门回去 卡德鲁斯 挽住他的胳膊 摇摇晃晃地 随他走了 汤格拉尔走了二十来步 回过头来 看见菲尔南 正扑过去 捡起那封信 把他揣在口袋里 接着 年轻人冲出凉棚 向皮隆方向走去 他 干什么来着 卡德鲁斯说道 他骗了我们 他说他回加泰罗尼亚村 可他却进城了 哎 哎 菲尔南 你走错路了 小伙子 哎 哎 是你看花眼了 汤格拉尔说 他是顺着老医务所借 在笔直往前走的 哦 倒也是啊 卡德鲁斯说道 那好吧 我还以为 他想诱拐呢 酒这东西 可真会糊弄人呐 行了 行了 汤格拉尔 喃喃自语道 我想 现在事情已经开了个头 只要听起自然发展 就行了 第五章 订婚宴席 次日是个大晴天 纯净而名利的太阳 升起来了 紫红的曙光鲜艳夺目 把泛着泡沫的浪尖 点缀得绚丽多彩 就在这家雷瑟夫酒店的第二层 盛宴早已准备就绪 酒店的凉棚 也为我们所熟悉 而这里是一个宽敞的大厅 由五六扇落地窗门采光 在每一档窗门的门楣上 都分别镌刻着 法国各大城市的名字 对此种样式作何解释 读者尽可见仁见智 落地窗门的外面 跟这幢房子的其他部分一样 围着一圈木制护栏杆 虽然午宴定于正午举行 但从上午十一点钟起 栏杆上靠着许多散不散的 已经不耐烦的来宾 这些都是法老号上有身份的船员 还有几名士兵 也是汤泰斯的朋友 为了给这对新人贺喜 大家都穿上了最漂亮的节日盛装 消息传开了 说是法老号的几位船主 也将作为贵宾利林 为大夫的订婚宴席 增光天才 但依他们的眼光 这一来汤泰斯的面子 未免太大了 因而还没有人真的敢于相信有这么回事 不过 汤格拉尔带着卡德鲁斯来到时 证实了这条消息 他说他早上与莫雷尔先生本人相遇时 莫雷尔先生对他说 他将来雷瑟夫酒店赴宴 果然 在他俩来到后不久 莫雷尔先生也走进了房间 法老号的船员纷纷向他致敬 并一起鼓起掌来 在他们看来 船主的到来证实了一个传闻 即汤泰斯将被任命为船长 由于汤泰斯在船上深受众人爱戴 这些正直的人也就十分感谢船主 因为他的选择正巧与他们的心愿不谋而合 莫雷尔先生刚刚进来 大伙就一致催促 汤格拉尔和卡德鲁斯 快去向未婚夫报信 他俩的任务是 在有引起强烈反响的重要人物光临时 去通知汤泰斯 并请他赶快来 汤格拉尔和卡德鲁斯一溜烟地跑了 还没等他俩跑上摆布 在香粉店附近 他们就看见一簇人迎面而来 这一簇人中有四位少女 他们都是梅尔赛泰斯的朋友 也像他一样是加泰罗尼亚人 他们伴随着挽着埃德蒙胳膊 走在新娘身旁的是汤泰斯老爹 菲尔南则走在他们的身后 脸上挂着不怀好意的笑容 梅尔赛泰斯和埃德蒙都没有注意到 菲尔南那不怀好意的笑容 这对可怜的孩子幸福极了 他们只感到自己的存在 还有就是那为他们祝福的晴朗的天空 汤格拉尔和卡德鲁斯完成了报信的使命 他俩与埃德蒙亲热地紧握了一下手 便走开了 汤格拉尔在菲尔南身旁找了个位置 卡德鲁斯则挨在汤泰斯老爹身边 后者已成为人们注意的中心 老人穿上了漂亮的棱纹塔夫绸上装 衣服上坠着多棱面大铁钮扣 他那瘦小但仍很有力的小腿上 套着一双坠有小点子的上等棉织长筒袜 从远处一看便知是英国的柏莱品 他的三角帽上垂下一束蓝白相间的彩带 他拄着一根杖身脚扭 杖柄弯曲 模样挺像古罗马弯头木杖的木头手杖 装扮得简直就像一个在1796年卢森堡公园 和杜伊勒里花园重新开放时 自明得意的漫步期间的顽固子弟 我们在上面说到卡德鲁斯悄悄地挨在了他身边 每餐一顿的渴望已经让他跟汤泰斯父子重归于好了 在卡德鲁斯的记忆里还模模糊糊地残留着前一天发生的事情 就如有人一早醒来 在脑子里还模模糊糊地保存着夜间的残梦一样 汤格拉尔走进菲尔南 对这个神情沮丧的情人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 菲尔南走在这对未婚夫妇后面 此刻的梅尔赛泰斯已经完全顾不上他了 他沉浸在爱情的甜蜜与欢愉之中 眼睛里只有他的埃德蒙一个人 菲尔南的脸色白一阵红一阵 每次交替之后便显得更加苍白 他不时地朝马赛方向望一眼 这时他的四肢就会不由自主地神经质地抖动一下 他好像在等待什么 或者至少是猜到了将会发生的一件什么大事情 汤泰斯的穿着非常朴素 他是商船的雇员 所以他的衣服也介于军队制服和普通衣装之间 他的脸原本气色就佳 现因看到未婚妻的快乐与美丽 而显得更加荣光焕发 梅尔赛泰斯像塞普鲁斯或是塞奥斯的希腊女人那样美丽 他眼睛乌黑 嘴唇鲜红 他的步伐像阿尔勒女人和安达路西亚女人那么轻盈阿诺 落落大方 城市姑娘往往把幸福隐藏在面纱后面 起码也会垂下长长的睫毛 可是梅尔赛泰斯却在微笑 看着他周围的人们 他的微笑和眼神就像他的言语一样表露无遗 仿佛在说 如果你们是我的朋友 那就与我一起欢乐吧 因为我真的太幸福了 这对新人和陪伴他俩的人刚刚走进雷瑟夫酒店 莫雷尔先生便走下来 向他们迎去 他身后跟着船员和士兵 他刚才与他们待在一起时 又重新提起对汤泰斯许下的诺言 也就是说 他将接替勒克莱尔船长 埃德蒙看见他走过来 抽出被未婚妻挽着的胳膊 让他去挽着莫雷尔先生 这时船主和姑娘率先登上 通往设宴大厅的木制楼梯 楼梯在宾客沉重的脚步下 足足震响了五分钟之久 爸爸 梅尔赛太斯在餐桌中间停下来说道 请您坐在我的右手 至于我的左手 我邀请那位对我就像哥哥一样的人坐 他温柔地说道 那份柔情像匕首似的扎进菲尔南心灵深处 他的嘴唇全无血色 在他那棕褐色的刚毅的脸庞上 又一次可以看见他的血液慢慢褪去 涌向心脏 这期间 汤太斯也在腰座 他请莫雷尔先生坐在他的右手 汤格拉尔坐在他的左手 而后他挥挥手 招呼大家自行其变 沿袭上已经摆满了肉成棕色 调味很重的阿尔勒腊肠 鲜红精亮的带壳龙虾 壳成粉红色的大虾 周身像毛利似的长着刺的海胆 以及南方的美食家交口赞誉 声称完全能取代北方牡利的隔离 最后还有许多被海浪冲向沙岸 食货的渔夫统称为海果的各式各样精美可口的海鲜冷盘 太静了吧 老人瞎了一口黄玉色的葡萄酒说道 这种酒还是邦菲尔老爹亲自献给梅尔赛斯的 这里的三十个人好像只顾得上校了 啊 做丈夫的不会总是兴高采烈的 卡德卢斯说道 是是是 现在我太幸福了 因此反倒兴奋不起来 汤太斯说道 如果您是这样理解的话 邻居 您就说得不错 有时快乐会产生奇特的效果 它与痛苦一样让人喘不过气来 汤太斯拉尔注视着菲尔南 他那一语感受的天性会随时领受和反映每一种情感 怎么样 他说 您是在担心会发生什么事情吧 相反 我倒觉得一切都在按您的意愿顺利进行呢 正是这点让我害怕 汤太斯说 我似乎觉得一个人是不会如此容易得到幸福的 幸福如同神奇小岛上的宫殿 是由巨龙来把门的 非经战斗不亦获取 而我呢 说真的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凭什么有幸成为梅尔赛泰斯的丈夫的 丈夫 丈夫 卡德鲁斯笑着说道 还没有当成立 我的船长 做个丈夫试试吧 你便会知道你受到的是什么待遇 梅尔赛泰斯的脸刷得红了 菲尔南坐在椅子上 痛苦难熬 一听见声响就浑身哆嗦 他不时地擦舌头上浸出的汗珠 这些额上浸出的汗水 就像暴风雨来临前的点点雨滴 当然了 汤太斯说 卡德鲁斯邻居 您不必费心来提示我 梅尔赛泰斯当然还不是我的妻子 这是对的 不过 再过一个半小时 他就是了 所有的人都惊呼起来 只有汤太斯老爹除外 他开怀大笑 露出还很整齐白皙的牙齿 梅尔赛泰斯微笑着 不再羞涩了 菲尔南神经质地抓住他的短刀手柄 再过一小时 汤哥拉尔赛泰斯说道 汤哥拉尔说道 脸也变白了 怎么回事 是的朋友们 汤太斯答道 火雷尔先生 是除父亲外 我在世上欠情最多的人 多亏他的贷款 所有的困难都克服了 我们已付了结婚告示费用 下午两点半钟 马赛市长将在市政厅等我们 现在 一点一刻的钟响刚刚敲过 因此 我说再过一小时三十分钟 梅尔赛泰斯将改称为汤太斯太太 恐怕是不会有错的 菲尔南紧闭双眼 他感到似乎有火球 在灼烧他的眼皮 他紧靠着餐桌 不让自己瘫倒 尽管他已竭尽全力 但仍控制不了自己 轻轻地呻吟了一声 这声音淹没在 宾客的笑声和喝喜声之中 行动真迅速 是吗 汤太斯老爹说 按您的意思 这还能算浪费时间吗 昨天大清早回来 今天下午三点就结婚 还原做事情真麻利呀 可还有其他手续要办呢 汤格拉尔窃窃地反问道 结婚契约已有关字据呢 契约 汤太斯笑着说 契约已经写好了 既然梅尔赛泰斯没有财产 我也没有什么 我们就依照夫妻 共有财产制方式结婚 就这样 这种契约写起来简单 而且所费不多 这个玩笑又激起 一阵欢呼和喝彩声 啊 这么说 我们吃的这桌订婚宴 也就是结婚喜酒咯 汤格拉尔说道 不是的 汤太斯说 您不会吃亏的 放心吧 明天一早 我去巴黎 四天去四天回 用一天时间 把受托的事情办完 三月一日 我就回来 三月二日 举办真正的结婚喜宴 哈哈 宾格听到 还将有一次宴请 情绪更加高涨 以至在午宴一开始 还显场面 有些冷清的汤太斯老爹 现在 在叽叽喳喳 嘈杂的交谈声中 想劝大家安静些 听他如何对新婚夫妇 表达美好的心愿 也难上加难了 汤太斯已猜到 父亲在想什么 对他抱以 充满爱心的微笑 梅尔赛太斯 看了看餐厅的 报时挂钟上的时间 向埃德蒙 递了一个眼神 沿袭上喧闹异常 无拘无束 在宴请行将结束时 这种气氛 在下层百姓中 是常有的 一些对自己 座位不满意的人 开始从餐桌边站起来 去寻找其他邻座 所有的人都开始 同时在讲话 但没有人关心 如何应答对方的话题 只是顺着自己的思路 说下去 菲尔南苍白的脸色 几乎传染到了 唐格拉尔的双颊上 而菲尔南自己 他的生命 似乎已经终止 如同一个在活海里 受煎熬的囚犯 他夹在第一批 站起来的人中间 在大厅里 夺来夺去 想尽量不去听 那嘈杂的歌声 和酒杯的碰击声 菲尔南似乎想避开 唐格拉尔 但后者在大厅的一角 碰上了他 这时 卡德鲁斯也走近他了 啊 说真的 卡德鲁斯说道 汤泰斯的友好热情的款待 特别是邦菲尔老爹的 上等葡萄酒 早已把汤泰斯的意外的幸运 使他心灵里萌生的 一股怨气打消掉了 啊 说真的 汤泰斯是个可爱的小伙子 当我看见他 坐在他的未婚妻身旁时啊 我心里就想 你俩昨天酝酿 对他开的那个糟糕的玩笑 太不应该了 是吗 汤格拉尔说 所以你看见了 玩笑并没有开下去 我看这位可怜的菲尔南先生 那丧魂落魄的样子 一开始 我还真有点难过 但是既然他完全能控制住自己 并且自愿在他的情敌的婚宴上 做伴郎 我也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卡德鲁斯看了看菲尔南 后者的脸色铁青 说实在的 姑娘长得也真美 所以牺牲就更惨重了 汤格拉尔说道 嗨 未来的船长真是个走运的家伙 我能坐半天 汤太子也甘心了 我们这就去吗 梅尔赛太子 以柔美的声音问道 两点敲过了 他们等我们两点一刻去嘞 是啊 是啊 出发吧 汤太子迅速站起来说 走吧 所有宾客一口同声附和道 这时 汤格拉尔始终注视着 坐在窗台上的菲尔南 看见他睁开一双惶恐的眼睛 神经质势地站起身 又跌坐在窗台上 几乎就在此时 楼梯上传来了沉闷的隆隆声 沉重的脚步声 寒混不清的说话声 夹杂着枪支的碰撞声 一起盖住了宾客 已经喧闹异常的欢呼声 于是一下子吸引了所有的人 大家纷纷不安地默不作声了 响声逼近了 门板上响起三下扣机声 每个人都以惊异的神色 看了看自己的邻座 以法律的名义 一个人用清脆的嗓门说道 四周无人应答 门立即打开了 一个挂着肩带的警长走进大厅 另一名武长带着四名士兵跟随其后 恐惧替代了不安的情绪 发生了什么事啊 船主走到那位他认识的警长面前说道 可以肯定地说 先生 这里面有误会啊 如果有误会的话 莫雷尔先生 警长回答道 那么请相信 这场误会很快就会澄清 现在 我身上带有逮捕令 虽然 我执行此任务 不无遗憾 但我得不折不扣去完成 先生们 请问你们之中 谁是艾德蒙汤泰斯 所有的人 都把目光转向年轻人 他很激动 但仍不失尊严 向前跨了一步 说 是我先生 您有什么事 艾德蒙汤泰斯 警长接着说 我以法律的名义 逮捕您 啊 您逮捕我 艾德蒙说 他的脸色微微泛白 但为什么要逮捕我呢 我不清楚先生 不过经过首次审讯以后 您就会知道了 莫雷尔先生心里有数 在这种情形下 是毫无通融于地的 一个挂着肩带的警长 此时不再是个人 而是一尊 代表法律的冷峻 无情 沉默不语的雕像 相反 老人却扑向警官 世上有些事情 做父亲或做母亲的心 是永远无法理解的 他又是请求 又是哀嚎 眼泪和哀求都无济于事 然而他的悲痛 却使警长也未知动容了 先生 他说 请冷静些 也许您的儿子触犯了海关 或卫生公署的某些规定 当他提供了证据 并证实无误后 很可能就会被释放的 哦呦 怎么回事 卡德鲁斯皱起眉头 对唐格拉尔说 后者 也装出 惊诧莫名的样子 我怎么知道 唐格拉尔说 我同你一样 对眼前发生的事情 一无所知 我自己也莫名其妙了 卡德鲁斯用目光 寻找菲尔南 但他不见了 这时 头天的整个场景 异常清晰地 在他的脑海里 呈现出来 上一天 他喝醉酒时 记忆似乎蒙上了 一层薄纱 眼前这突如其来的灾难 把这层薄纱掀开了 啊 啊 啊 他嘶哑着嗓门说道 难道这就是你们昨晚开玩笑的结果吗 唐格拉尔 果真如此的话 开玩笑的人真该死 因为开得太过分了 根本没这事 唐格拉尔大声说道 你明明知道我把纸条撕了 你没有撕 卡德鲁斯说 而是把他扔到角落里而已 住口 你喝醉了酒 什么也没看见 菲尔南在哪 卡德鲁斯问道 我怎么知道 唐格拉尔答道 也许办他的事去了吧 嗨 咱们别管这码事了 还是去帮助帮助 这些可怜的人吧 在他们说话时 唐太子面带微笑 和所有的朋友一一握手 然后边投案边说道 请放心吧 误会总会澄清的 也许没等我走进监牢就没事了 啊 当然了 我可以担保 唐格拉尔说 如前所述 此时他已回到人群中去了 唐太子被士兵挟持着 跟在警长后面走下楼梯 一辆车门大开的马车停在门口 他先登上去 警长和两名士兵也随后跟上 车门关上后 马车顺着去马赛的路驶去 别了 唐太子 别了 埃德蒙 梅尔赛太子 扑向栏杆大声喊道 被抓去的人 听见了这最后一声呼喊 他从他的未婚妻的口中冲出 仿佛像撕心裂肺的一声哀鸣 他从车门探出头来 大声喊道 再见 梅尔赛太子 接着便消失在省尼古拉要塞的一个拐角处 各位 请在这等着我 船主说 我看见马车就搭上 直奔马赛 我会把消息带回来的 快去吧 所有的人都大声喊道 快去吧 早点回来 这两拨人走后 留下的人一时间都惊慌得不知所措 老人和梅尔赛太子悲痛欲绝 各自在一边伤心 过了一会儿 他俩的目光终于相遇了 就像同一打击的受害者终于认出了对方一样 彼此抱成一团 在这段时间里 菲尔南走了回来 为自己倒了一杯水 一眼而尽 在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 室友凑巧 梅尔赛太子离开老人怀抱之后 坐在了菲尔南旁边的一张椅子上 菲尔南本能地把椅子向后挪了挪 是他 卡德鲁斯对坦格拉尔说 他的眼睛须于不离地盯着这个加泰洛尼亚人 嗯 我不这么想 坦格拉尔大道 他太蠢 不会是他 不管怎么说 让作孽的人受惩罚吧 你还没说 那个教授他干的人 更该受惩罚的 卡德鲁斯说道 哦 当然了 坦格拉尔说 但不是每个人都要对随口说说的话负责的 假如随口说说的话真的兑现了 就该负责 此时人们分成急火对这次逮捕议论纷纷 您呢 坦格拉尔 有人问道 您对这件事怎么想 我吗 坦格拉尔说道 我想他大概带回了几包禁运品了 哦 如果真是这样 您本该知道 坦格拉尔 您是会计员啊 不错 是的 不过会计员只能知道报官的包裹而已 我知道我们只装载棉花 那分别是亚历山大港的帕斯特雷先生 和史迈纳港的帕斯卡尔先生的货物 哎呀 别再多问我了 哦 哦 我想起来了 可怜的父亲联想到了那点小东西 聂如之说 他昨天对我说 他为我带来了一包咖啡和一盒烟草 啊 看到了吧 坦格拉尔说 就是嘛 可能在我们离船时 海关人员到法老号船上检查过 发现了秘密 梅尔赛泰斯根本不相信这个说法 因为一直压抑到此时的他 突然放声大哭了起来 哎呀 别哭 别哭啊 会有希望的 汤泰斯老爹说道 自己也不大清楚在说些什么 会有希望的 坦格拉尔跟着说 会有希望的 菲尔南也想咕弄着说 不过这句话卡在他的喉咙里了 只见他的嘴唇在蠕动 就是发不出声音来 先生们 一位站在栏杆前专等消息的来宾大声道 先生们 一辆马车来了 好好 是莫雷尔先生 振奋起来吧 他一定给我们带来了好消息 梅尔赛泰斯和老妇 奔去迎接船主 他们在门口相遇了 莫雷尔先生 脸色惨白 怎么样 怎么样 他俩同时大声问道 还怎么样呢 我的朋友 船主摇着头答道 事情比我们想象的严重得多 哦 先生 梅尔赛泰斯大声说道 他是无辜的 我也这么相信 莫雷尔先生答道 但有人控告他 控告他什么 老汤泰斯问道 哎 说他是 波纳巴分子的眼线 在这个故事发生的 那个年代 生活过的读者会明白 莫雷尔先生 刚刚说出的那个罪名 有多么可怕 啊 梅尔赛泰斯尖叫了一声 啊 老人跌坐在一张椅子上 哦 卡特鲁斯低声说 您把我骗了 汤克拉尔 玩笑 已成事实 不过 我不想让老人和姑娘 痛苦地死去 我会把一切都告诉他们的 闭嘴 你这混蛋 汤克拉尔抓住 卡特鲁斯的手 大声说 要不我就不管你了 谁又告诉你 汤泰斯不是真正的罪犯呢 上船在阿尔巴岛停靠过 他下船了 并在波陀菲拉月 待了整整一天 如果有人在他身上 发现了某风 牵连到他的信件 那么 同情他的人 就会被看成是他的同谋了 卡特鲁斯 以其自私的本能 很快就理解这一番话 说得有根有据 他的目光 饱含恐惧的痛苦 直愣愣地 看着汤克拉尔 他本来已向前迈出了一步 现在却又往后退了两步 那就等等再说吧 他捏如这说道 是的 咱们得等着瞧 汤克拉尔说 如果他是无辜的 就会被释放 如果有罪 那就没有必要 为了一个阴谋分子连累自己 那么走吧 我不能再待在这里了 好 来吧 汤克拉尔说 他庆幸自己找到了一个 打退堂鼓的同伴 来吧 至于他们爱怎么退出 就随他们自己吧 他俩走了 菲尔南现在又成了姑娘的依靠 于是他牵着梅尔赛泰斯的手 把他带回到加泰罗尼亚村去了 汤泰斯的朋友 也把几乎昏厥过去的老人 扶向梅朗小路 很快 汤泰斯是伯纳巴分子的眼线 刚刚被逮捕的消息 传遍了整座城市 哎呀 你能相信这是真的吗 亲爱的汤克拉尔 莫雷尔先生赶上了他的会计员 和卡德鲁斯说道 因为此时他急于进城 想从代理检察官 德维尔弗先生那里 直接打听埃德蒙的消息 他早先与这位先生 有点头之交 您相信这是真的吗 哎 先生 汤克拉尔答道 我早先告诉过您 汤泰斯毫无理由地 在阿尔巴岛停泊过 而我总觉得这次停靠 有些蹊跷 除我而外 您把您的疑点 对其他人说过没有 我会收口如瓶的 先生 汤克拉尔轻声说道 您很清楚 您的叔叔 布里卡尔莫雷尔 曾在另一个人 麾下效劳过 并且他也不隐瞒 他的政治观点 就因为您叔叔的缘故 有人就怀疑您 同情拿破仑 我就担心对埃德蒙不利 然后又会牵连到您 有些事情 一个下属有责任 对他的船主说 但对其他人 就该绝口不提 好样的汤克拉尔 好啊 船主说 您是个正直的小伙子 因此 在可怜的汤太子 成为法老号船长之际 我也曾想到如何安排您 怎么回事 先生 我先问汤太子 对您有何看法 他对您继续在船上任职 有什么意见 因为我发现 你俩之间关系冷淡 但我讲不出是何原因 他是怎么回答您的 哦 他总觉得 曾在什么地方开罪过您 虽然究竟是什么事 他没有明说 但他认为船主信任的人 他也该信任 微君子 汤克拉尔 鼓弄了一声 哎呀 可怜的汤太子啊 卡德鲁斯说 他是个好孩子 这可不假呀 是啊 可是目前 法老号就没有船长了 摩雷尔先生说 哦 汤克拉尔说 哎 可以等等嘛 因为我们要再过三个月才启航 到那时 汤太子也许放出来了 哎 也许吧 不过 在那之前呢 哦 哈 在那之前 有我咧 摩雷尔先生 汤克拉尔说 您知道 我懂得如何操纵一条远航的商船 并且不亚于任何一个经验丰富的船长 用我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如果 埃德蒙从监牢里放出来了 您就无需再还谁的情 他与我只需各司其职就行 省事多了 哦 谢谢您 汤克拉尔 船主说 这一来 事情就都解决了 请您负责指挥吧 我现在 就委任您了 并请监督卸货 不管人员发生了什么灾难 业务上 总不该蒙受影响 放心吧 先生 那么 我们至少能否 去看看善良的埃德蒙呢 哦 呃 待一会儿 我会通知您的 汤克拉尔 呃 我设法与德维尔弗先生谈谈 并且请他代为这个犯人说说情 我知道他是一个狂热的保王分子 那又有什么 无论他是保王分子还是检察官 他总是个人 况且 我不认为他是个坏人 不是坏人 汤克拉尔说道 不过我听说他野心勃勃 这与坏人就相差无几了 哎 莫雷尔先生叹了一口气说 走一步看一步吧 哦 现在 您请上船去吧 我待会儿到船上来找您 说完 他离开了两位朋友 踏上去法院的路 啊 您看见事情的复杂性了吧 汤克拉尔对卡德鲁斯说 您现在 还想帮助汤泰斯吗 不 当然不 不过 开个玩笑竟闹出这样的后果 总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吧 当然了 谁造成的 既不是你 也不是我 是吗 是菲尔南 你很清楚 我吗 我只是把那张纸 扔到了一个角落里 我甚至原以为 把纸撕掉了的 没有 没有 卡德鲁斯说道 哎呀 这一点 我确信无疑 我亲眼看见那张纸 在凉棚的角落上 皱巴巴的 卷成一团 我甚至还希望 这张纸现在 还在我看见的 那个地方里 有什么办法 菲尔南可能 把他捡走了 也可能 腾抄了一份 或是 让别人腾抄了 他甚至可能 都不找这个麻烦 嗯 我想 我的天主啊 也许 他会把我的 亲笔信 寄走嘞 哈 幸好我改变了 我的笔记 哦 这么说 你早就知道 他参与了阴谋活动 我吗 我事前一无所知 我已经说过了 我只是想 开一个玩笑 没其他想法 就像 阿尔勒干那样 啊 仿佛 我是在 谈笑中 道出了实情似的 啊 哎呀 这是一码事啊 卡德鲁斯 接着说道 假如没有 这回事 或者说 呃 至少我一点 也没牵连 进去的话 我真愿意付出 一些代价 您瞧着吧 这件事 会给我们 带来灾难的 唐克拉尔 哎呀 即便这件事 会给什么人 带来灾难 这人 也只能是 真正的罪犯 而真正的罪犯 是菲尔南 并不是我们 您认为 我们会遇到 什么麻烦呢 我们只要 歇安理得 对此事 只字不提 风暴 就会过去 雷也打不下来 阿门 卡德鲁斯说道 他一面像 心事重重的人 通常做的那样 晃动着脑袋 嘴里 唧唧咕咕的 一面像 唐克拉尔 做了一个 告别的手势 朝 梅朗 小路的方向 走去 好了 唐克拉尔说道 事态的发展 如我所料 我现在 是个代理船长 假如这个愚蠢的 卡德鲁斯 能够保持沉默 船长就当定了 难道法院 还会把 汤太子 放出来不成 哦 他微笑着补充道 法院是公正的 我相信他 说到这里 他跳上一条小船 吩咐船夫 把他带到 法老号船上去 读者该记得 船主曾约他 在那里见面 第六章 代理检察官 在大法院路上的 摩都撒喷泉的 正对面 有一排 由皮热设计的 具有贵族建筑风格的 古老府邸 在其中的一座府邸里 有人在同一天的 同一时刻 也在举行 订婚喜宴 不过 这个场面上的角色 倒不是普通小市民 海员和士兵 而都是 马赛上流社会的 头面人物 在座的是 一些在 拿破仑设政时期 提出辞呈的法官 从法国军队里 开小差 加入到 孔戴尔军队里 去的老军官 还有一些年轻人 他们虽说 都由家里花钱 雇四五个人 代服兵役 但近况 仍不稳定 这些年轻人 都是在对某个人 充满仇恨的家庭里 成长起来的 五年的流放生活 本该使此人 变成一个殉道者 而十五年的 复辟生涯 却使他变成了 一个神 宾客坐在餐桌旁 情绪激昂地交谈着 在当时的南方 这种情绪 显得尤为狂热 活跃与激烈 因为五百年以来 在尖锐的 政治对立之中 宗教派别的一时 也在火上浇油 那个皇帝 他曾主宰过 世界的一部分 曾听到过 一亿两千万臣民 用十种不同的语言 高呼纳普伦万岁 现在仅仅成了 统治五六千人口的 小小阿尔巴岛的国君 在餐桌上的 这些人看来 他对法国 对王室来说 永远只是一个废物而已 法官们不断指责 他在政治上的失策 军人在议论着 莫斯科战役和莱比锡战役 女人则在思议 他与约瑟粉的离婚案 这帮保王分子 不仅由于一个人的垮台 而且因一个原则的灭亡 而兴高采烈 趾高气扬 他们似乎觉得 美好的生活 又在他们面前展现 他们终于从噩梦中 走出来了 一位兄配 圣路易十字勋章的老人 站起来 向贵宾们提议 为路易十八国王的健康干杯 他就是 省梅朗侯爵 这一杯酒 使他们同时联想到 阿威尔的流亡生活 和法国的绥靖王 因此 又引起了一阵议论和欢呼 他们以英国式的礼仪 纷纷举杯 女人则把他们的花束解开来 抛洒在 沿袭的桌布上 场面上 气氛异常热烈 且 诗意盎然 省梅朗侯爵夫人 是一个眼睛干涩 嘴唇很薄的女人 举指间 很有贵族气派 而且虽说 年龄一到五十 但风度仍很优雅 他说道 如果这些革命党人 在这里就好了 他们该明白 是他们把我们赶走的 在恐怖时代 他们用一块面包 就买下了我们这些 古老的宅邸 而反过来 我们却心安理得地 让他们在那里 策谋造反 他们该明白 我们才表现出 真正的忠诚 因为我们依恋的 是一个 行将没落的 君主政体 而他们 则是在向一个 出生的太阳 顶礼膜拜 我们破产了 他们却发了大财 他们该明白 我们的国王 是真正受人拥戴的路易 而他们那个串权者 只是一个受人诅咒的 拿破仑 我说的对不对 德威尔夫 你说什么 侯爵夫人 请您原谅 我刚才没认真听 让孩子们随便些吧 侯爵夫人 先前提议 住酒的那个老人说 孩子们快结婚了 他们自然爱说说 其他事情 而不是谈论政治 我请您言谅 母亲 一个年轻的美人说 她的头发 呈金黄色 一对睫毛浓密的眼睛 顾盼时 如珍珠般流光溢彩 我刚才 独占了德威尔夫先生 一些时间 现在我把它交还给您 德威尔夫先生 我的母亲 在对您说话嘞 我刚才没听清楚 如果夫人愿意 重述一遍问题的话 我将悉心作答 德威尔夫先生说道 我们原谅你 雷尼 侯爵夫人说道 在她那张干瘪的脸上 站出一个 令人惊奇的温柔的笑页 女人的心就是这样的 无论在持偏见者的 闲言碎语之中 还是她本人 在坚定的党派立场上 变得多么不留情面 她还总留有 宽厚善良的一角 这是天主 给母爱留下的 一角之地 我们原谅你 刚才我是说 威尔夫 我那把分子 既没有我们的信念 也没有我们的热情 和忠诚 啊 夫人 他们至少 也有取代这些的品质 这就是狂热 拿破仑是西方的 摩汉摩德 但对野心十足的 云云众生来说 她不仅是一个立法者 一个主子 而且还是一种象征 平等的象征 平等 侯爭 侯爵夫人大声说道 拿破仑 平等的象征 那么您把 罗伯斯比尔先生 比做什么呢 我觉得您把他的头衔 偷来给可惜家人了 而我觉得 有一次篡位已经足够了 不 夫人 威尔夫说道 我把每个人都放在 恰如其分的位置上 罗伯斯比尔的 归宿之地 应该是 路易十五广场上的 断头台 而拿破仑的 归宿之地 则该是 王朵姆广场的 狼柱 区别在于 前一个降低了 平等的水准 后一个 则抬高了 平等的地位 前一个 把国王们 压低到 断头台上 后一个 却把人民 抬高到 黄座上 威尔夫笑着 补充道 我并不想说 这两个人 就不是 下流可比的 革命者 也并不想说 热月九日 和1814年 4月4日 对法国而言 不是两个 幸运的日子 不是同样 值得热爱秩序 和王朝的朋友们 庆祝的日子 我只是想说 拿破仑虽说 跌倒后 再也爬不起来了 但愿如此 但他仍拥有 众多的狂热信徒 有什么办法呢 侯爵夫人 克罗威尔 只急得上 半个拿破仑 他也还有 不少信徒里 您知道您说的话 在一里开外 就能闻到 革命党的味道吗 威尔夫 不过我原谅您 既然是 吉伦特党人的儿子 就难免会对恐怖 保留一点性慰 威尔夫 仗得满脸通红 不错 我的父亲 是吉伦特党人 夫人 他说道 不过我的父亲 并没有投票赞成 处决国王 他在恐怖时期 像您一样被流放了 他的脑袋 几乎和您父亲的脑袋一样 落在同一个断头台上 是的 欧绝夫人说 这血腥的回忆 丝毫也没有使他动容 不过 他们各自是为着 截然相反的原则 登上断头台的 证据就是 我的所有家庭成员 一直跟随着流亡的王室成员 而你的父亲 却迫不及待地 投背新政府 公民奴阿迪埃 成为吉伦特党人之后 奴阿迪埃伯爵 就成了残议员 母亲 雷雷又说 你知道 最后别再谈论 这些可怕的往事了 夫人 维尔夫答道 我赞同 守梅朗小姐的意见 恭请您忘掉往事吧 这些事情 连天主的意志 也对他们无能为力 我们再来非难指摘 又有什么好处呢 天主能改变未来 但他不能改变过去 我们这些凡人 我们所能做的 就是倘若不能否定他 至少可以忘掉他 嗯 我嘛 我不仅放弃了家父的主张 而且脱离了他的姓氏 我的父亲曾经是 也许现在还是不那巴分子 名叫 诺瓦迪埃 而我呢 我是宝王党人 名叫 德维尔夫 在一株老树的树身上 残留着一点革命的枝叶 就让他干枯吧 您只要看到 夫人 一颗右牙 已与这株老树 保持了一定的距离 尽管他不能 或者几乎也无法彻底 与之断绝关系 好样的 维尔夫 侯爵说 好样的 回答得好 我也一样 我总是劝侯爵夫人 忘记过去 但从未成功过 但愿你会比我走运些 好了 侯爵夫人说道 让我们忘记过去 再好也不过了 一言为定 不过 维尔夫 你至少对未来 要坚定不移才好 请别忘了 维尔夫 我们已在陛下面前 保举过您 在我们的请求下 陛下也同意 不再追究 就如我答应您的请求 忘掉过去一样 不过 倘若有个 谋反分子 落入您的手里 请记着 正因为您来自一个 可能与这些谋反分子 有牵连的家庭 别人就会对您 加倍注意的 嗨 夫人 维尔夫说道 我的职业 特别是我们生活的时代 要求我必须严惩不待 我会做到的 我已经成功地办理了一些政治性的起诉 这就表明了我的忠心 不幸的是 我们还没有一查到底 您这样想吗 侯爵夫人问道 我很担心 拿破仑在俄尔巴岛上 离法国很近 他的存在 几乎就在我们的海岸事业范围之内 这就给了他的拥戴者以希望 马赛城里领半赏的旧军官 比比皆是 他们成天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 找保王党人寻衅滋事 所以在上层人士中 就常常闹决斗 在普通百姓之间 就常常发生暗杀事件 是啊 德斯尔维尔伯爵说 他是圣梅朗先生的老朋友 也是德尔图瓦伯爵的侍从官 是啊 不过您得知道 神圣同盟要让他移居他地里 是的 在我们离开巴黎时 正在研究这件事 德尔维尔先生说 他们要把他送往何地 哦 宋王圣荷拉纳岛 圣荷拉纳岛 这是什么地方 侯爵夫人问道 嗯 离此地两千里左右的一个小岛 在赤道的那边 伯爵打倒 好极了 正如维尔夫所说的 把这么一个人放在这里 真是太蠢了 这里靠近可西家 那是他出生的地方 又靠近那布勒斯 那里他的妹夫仍在执政 又在意大利的对面 他曾想给他的儿子 在那里建立一个王朝来 不幸的是 我们受到1814年条约的约束 维尔夫说道 要动拿破仑 就不能不违反协议 哼 这些条约迟早要违反的 德萨尔维尔先生说道 哼 等他叫人枪毙不幸的 德昂杆公爵时 他就那么严守条约吗 对 侯爵夫人说 就这么定了 神圣同盟 为欧洲除掉拿破仑 威尔夫 为马赛除掉他的拥戴者 国王要么统治 要么不统治 如果他统治 他的政府应该是 坚强有力的 而他的尘疗 应该是坚真不屈的 这是防止出乱子的办法 夫人 不幸的是 威尔夫微笑着说 代理检察官总是在出乱子之后才来收拾残局的 那么该由他来补救 我还可以对您说 我夫人 我们不是在补救 而是在以牙还牙 就是这样 哦 德威尔夫先生 一位年轻貌美的姑娘说道 她是德萨尔维尔伯爵的女儿 德沈梅朗小姐的朋友 那么当我们来到马赛后 设法办一次大案吧 我还从未见过重罪法庭审理案件呢 听人说 这可有趣了 的确非常有趣 小姐 代理检察官说 因为这不是在看一出杜撰的悲剧 而是一幕真正的悲剧 其痛苦不是演出来的 而是真实的 我们看见站在被告席上的那个人 不是一等幕下 便回到家与家人共进晚餐 然后再安心睡觉 以便第二天重新演出 而是被带到监狱 交给柜子手 您明白了吗 对喜欢追求刺激的爱激动的人来说 没有什么场面 比这更值得看的了 放心吧 小姐 如有机会 我乐意提供 她在吓唬我们 她还在笑呢 雷尼尔说道 她的脸下得苍白 那有什么办法 这是一场生死决斗 我已经有五六次判处政治犯或其他罪犯的死刑了 谁知道有多少人此刻在黑暗处摸刀祸祸 并且已经对准了我呢 哦 我的天主啊 雷尼尔说 她显得越来越忧心忡忡了 请认真对我说说好吗 对威尔夫先生 我够认真的了小姐 年轻法官的嘴角上挂着微笑说道 有了小姐为了满足好奇心 我也为了满足自己的进取心而起诉的这些大案 后果只能越来越严重 拿破仑的这些士兵早已养成盲目向敌人冲锋的习惯 您想想 他们在开火或是拼刺刀肉搏时会思考什么呢 他们在杀一个他们视为有丝绸的人时 会比杀一个从未谋灭的俄国人 奥地利人或是匈牙利人多斟酌一下吗 再说 这样也是顺理成章的 瞧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我们也就没有尽职了 我本人也是如此 每当我看见罪犯的目光里闪烁出仇恨的怒火时 我就感到上劲 兴奋起来 心想 这不是一次审讯 而是一次战斗 我向他发起进攻 他反抗 我再次冲锋 而战斗结束时 如同所有战斗一样 结果不是胜利 便是失败 这就叫做诉讼 因为有危机感 所以就更加雄变 假如我辩驳后 被告再向我笑 我就会想 总是我哪处说得不好 我说的话一定是苍白无力 且论据不足的 您想想吧 当一位检察官看见他的犯人 在他论据充足的证词重压下 在他那电闪雷鸣般的雄变下 脸色变得苍白 低下脑袋时 他会感觉到多么自豪 这颗头颅垂了下来 不久便会落地了 啊 雷内轻轻地叫了一声 这才叫字字铿腔呢 一位宾客说 他就是我们所处的时代 所需要的人 另一位说 我怪不得 第三位说 在最近审理的一起案件里 您办得好漂亮 亲爱的威尔夫 您知道 这个人谋杀了自己的生父 没说的 在把他交给刽子手之前 您就置他于死地了 哦 对那些试杀父母的罪行 雷内尔说 哦 对那些罪犯 怎么重的惩处都不过分 但是对那些不幸的政治犯 啊 他们就更坏 雷内尔 一位国王是民族之父 谁想推翻或是谋杀国王 就是想杀死三千二百万人的父亲 啊 不管怎样 德威尔夫先生 雷内尔说 您得答应我 对那些我向您求情的人 宽容一些 好吗 哈哈 放心吧 威尔夫脸上浮现出迷人的笑容说 我们一块来写公诉状 亲爱的 侯爵夫人说 您就玩玩小鸟 养养卷毛狗 做做这些活吧 让您的未来丈夫 做他自己的事情 当机世道 武器入库 长袍吃香 这个意思 有一句拉丁语 说得很透彻 言武修文 威尔夫欠身说道 我不敢说拉丁语 侯爵夫人说道 我想 我宁愿您当个大夫 雷内尔接着说道 杀人贴使 最有贴使之称 总使我害怕 好心的 雷内尔 威尔夫 柔声说道 向那姑娘 恋爱地看了一眼 我的女儿 侯爵说道 德威尔夫先生 将成为这个省城的 道德和政治大夫 相信我吧 这个角色 大有前途 再说 这也不失为一个 让人忘掉他父亲 所作所为的办法 极袭难改的侯爵夫人 接口说道 夫人 威尔夫带着苦笑答道 我已经荣幸地告诉过您 我的父亲已公开 至少我希望如此 承认他过去所犯的错误 他已成为宗教和秩序的 忠诚的朋友 也许比我更加拥戴王朝 因为他是带着忏悔之情 而我只是凭着一腔热血 威尔夫自真俱拙地 说完这句话后 为了判断他那能言善辩的效果 扫视了一下宾客 如同他在审判席上 说了一句相当有分量的话之后 他要对听众瞧一眼一样 好啊 亲爱的威尔夫 德萨尔维尔伯爵说 前天在都伊勒里公 御前大臣让我说说 一个吉伦特党人的儿子 和一个孔戴奥军 军官的女儿 离奇的联姻是怎么回事 我回答的正是 上面您说的那番话 大臣对此非常理解 因为这种联姻的方式 正是路易十八所主张的 国王在我们没有察觉时 听到了我们的谈话 因此他打断了我们 并说道 维尔夫请注意 国王没有说出 诺瓦迪爱的姓氏 相反 却使用了维尔夫这个姓 维尔夫很有前途 这个年轻人已经很成熟 他是我圈子里的人 我很高兴得 舍梅朗侯爵和侯爵夫人 择他为虚 倘若不是他们先来请 是我批准这门婚事的话 我也会把这一对撮合起来的 哈哈哈哈 哦 国王是这么说的 伯爵 维尔夫喜不自胜 大声问道 我把他的原话转告您了 倘若侯爵愿意直说的话 他也会承认 在六个月前 当他向国王提起 他的女儿与您的婚事时 国王对他也是这样说的 哈哈哈哈 的确如此 侯爵说道 啊 我的一切 全靠这位尊敬的君王 因此 我将为他 竭尽全马之劳 好极了 侯爵夫人说 这样我就更喜欢您了 现在就来一个谋反分子吧 我们正等着欢迎他嘞 我吗 母亲 雷尼尔说 我祈求天主 千万别听您的话 让他给德威尔夫先生 紧紧送来一些小偷 懦弱的破产者 和胆怯的骗子吧 这样我才能睡得安稳呢 威尔夫笑着说 哈哈哈哈 这样的话 就等于您希望大夫看一些诸如头晕麻疹 和风遮这样一些只触及表皮的小毛小病 讨若您希望我当检察官 那么相反 您应该希望来一些病入膏肓的病人 这样 大夫才能显出高明的医术呢 就在这时 似乎造物主 只等着听威尔夫 传送这个信息 以便使他如愿以偿似的 一个贴身男仆 走了进来 向他耳语了几句 于是威尔夫边打招呼 便离开了餐桌 不一会儿又走了回来 神情开朗 面露微笑 雷内尔含情默默地看着他 因为此时 他看着他湛蓝的眼睛 白皙的皮肤和那一圈乌黑的夹须 觉得他真是一个高雅英俊的小伙子 于是少女整个心灵 似乎都悬在他的嘴上了 他等待着他解释他刚才 短暂离席的原因 小姐 您刚才发愿 希望自己的丈夫是一个医生 跟埃斯克拉比俄斯的门徒相比 我至少有一点是大同小异的 那就是没有哪一刻 是属于我自己的 甚至当我和您在一起时 在我的订婚喜宴上 有人还会来打扰我 那么他们以什么理由打扰您呢 先生 美丽的少女 微待不安地问道 哎 倘若那人说的是实话 那就是说 有一个病人已危在旦夕 这次病情严重 病人要上断头台了 啊 天主啊 美内有大叫道 脸色变得煞白 哦 当真来了 宾客们异口同声地说道 看来我们刚发现了 布纳巴分子搞的一次小小的阴谋活动 可能吗 侯爵夫人问道 搞发信在这里呢 接着 威尔夫就念起来 检察官先生台见 比人乃王室 与教会的朋友 自禀告 有一名叫 埃德蒙汤台死者 是法老号船上的大父 金晨从史迈纳港而来 中途在 纳布勒斯和波托菲拉越港口停靠过 米威尔拉有一信 托他转交谋王篡位者 后者负命他 转交一信 与巴黎的布纳巴党人委员会 逮捕此人时 便可得到他的犯罪证据 因为此信 不是在他身上 就是在他父亲家中 或是在法老号上 他的仓房里 不过 雷尼尔说 这封信 只是一封匿名信 而且是交给检察官先生的 不是交给您的 是的 可是检察官不在 他不在期间 信件该转交他的秘书 秘书有责任打开信件 于是他拆开了 便派人来找我 没找到我就下发逮捕令了 这么说 罪犯被捕了 侯爵夫人问道 也就是说被告 雷尼尔接着说 是的夫人 维尔夫说道 就如刚才 我有幸对 雷尼尔小姐说的那样 倘若果然 搜到那封信的话 病人 就病得不轻了 这个不幸的人 现在在哪儿 雷尼尔问道 他在我的家里 去吧 我的朋友 侯爵说道 当您需要在别处为国王效忠时 别为了与我们待在一起而独职 国王需要您在哪儿尽责 您就该去哪儿 哦 德维尔夫先生 雷尼尔双手 何时说道 请宽容些吧 今天可是您订婚的日子啊 维尔夫绕着餐桌走了一圈 走进姑娘的椅子 用身体织在这张椅子的靠背上 啊 为了避免让您操心 他说道 我尽力而为 亲爱的雷尼尔 不过 假如证据确凿 指控成立 就必须割掉这株 伯纳巴分子的毒草 雷尼尔听到割掉两个字 胆战心惊 因为这株 说要割掉的草上 长着一颗脑袋 行了 行了 侯爵夫人说道 别听这个小姑娘唠叨了 她会习惯的 侯爵夫人说完 便向威尔夫 伸出一只瘦骨临巡的手 威尔夫边吻边看着雷尼尔 她的眼神似乎在向她示意道 我此时吻的是您的手 至少我希望是如此 不祥的预养的 不祥的预养 不祥的预养 雷尼尔难难地说道 说真的 小姐 侯爵夫人说 您的孩子气真是改不了了 我倒想问问您 国家的命运 与您的自以认性 和多愁善感 有什么关联 啊 母亲 雷尼尔轻轻叫唤了一声 对这位不合格的小宝王分子 开开恩吧 侯爵夫人 德维尔夫说道 我答应您 做一个自觉的代理检察官 该做的一切 换句话说 一定 严惩不待 然而 当做法官的维尔夫 对侯爵夫人说这番话时 做未婚夫的维尔夫 却偷偷地向他的未婚妻 瞟了一眼 这个眼神仿佛在说 放心吧 雷尼尔 我看在您的爱情的份上 会尽量宽容的 雷尼尔以温柔的微笑 回报了他的目光 维尔夫走出去了 心间充盈着无比的幸福 第七章 审讯 德维尔夫刚刚走出餐厅 便收起了他那 轻松欢快的面容 作为一个要去完成 对另一个同类的命运 做出判决这一重大使命的人 他摆出一副神色庄重的样子 他是一个代理检察官 就像一个机灵的演员 不止一次地在镜子前 研究过自己的表情变化 但这一次要他皱起眉头 装出阴沉忧郁的神色 可有点不容易了 诚然他父亲遵循的一条政治路线 如果他不背道而驰的话 很可能毁了他的前程 但除了偶尔回想起这件事 略不顺心而外 热拉尔德维尔夫 此时正享受着 人间所有的全部幸福 他通过自身努力 已经变得富有 在二十七岁上 便在司法部门获取高位 他将娶一个年轻 貌美的女子为妻 虽说爱得不狂热 但也是凭理智真心爱着的 一个代理检察官 也只能这样去爱了 他的未婚妻 德绍梅朗小姐 不仅有着出众的滋容 还属于当时朝廷里 最显赫的名门望族 他的父母亲膝下 就他这么一个女儿 所以会以全部影响 去帮助他们的女婿 除此而外 他还能给他的丈夫 带来五万IG的价廉 而且渴望 这个刻薄的字眼 是没人创造出来的 有朝一日 还能增加五十万的遗产 对威尔夫来说 所有这些因素凑在一起 就构成了光彩夺目的 幸福的总和 一直当他长时间的 凭灵性默醒自己的内心世界时 他就眼花缭乱 仿佛看到了太阳的黑点 他在门口碰见了 正在等着他的警长 他一看见这个穿黑制服的人 便立即从九天之外的高处 跌落到我们行走的平地上 于是他就如我们上面所说的 摆出一副道貌黯然的样子 走进警长 我来了先生 他对警长说 我读了信 您逮捕此人是正确的 现在 请把您搜查到的 有关他 以及有关谋反的全部细节材料 都交给我吧 关于谋反的情况先生 我们还一无所知 在他身上搜出的纸张 都已放在一只大信壳里 盖上了封印 就放在您的办公桌上 犯人吗 您从告发信中已经得知了 此人名叫艾德蒙·唐泰斯 是三藩船法老号上的大副 该船于亚历山大港和什麦那港 做棉花生意 数马赛的莫雷尔父子公司所有 他在商船队工作之前 是否到海军服过役 哦 没有 先生 此人十分年轻 多大年纪 至多十九或二十岁 维尔父顺着大街 拐到了顾问街的转角 有一个人似乎在半路 专等着他 这时向他走过来 此人便是莫雷尔先生 哦 德维尔父先生 这个正直的船主 看见代理检察官大声说道 哎 看见您非常高兴 您瞧 刚才发生了一场最离奇 最不可思议的误会 有人把我船上的大副 艾德蒙汤泰斯抓走了 我已经知道了 先生 维尔父说道 我来就是要审讯他的 哦 先生 莫雷尔对年轻人 有意甚毒 求情心切 他继续说道 您不了解被告发的人 我却了解他 请相信 他是最善良 最正直的人 我几乎敢说 他是整个商船界 最优秀的汉源了 哦 德维尔父先生 我诚心诚意 把他介绍给您 正如读者可能已经看出的 维尔父属于城里的上层 莫雷尔只是一介平民 前者是狂热的宝王分子 后者却有同情 伯纳巴分子的嫌疑 此刻 维尔父轻蔑地看着莫雷尔 冷冰冰地对他说 您知道 先生 有人在私生活中 可以很善良 在商务交往中 可以很正直 在业务上 可以很精通 但就正直而言 他却可以同时又是一个 罪大恶极的犯人 这您是懂得的 是吗 先生 法官在最后一句话上 加重了语气 仿佛他是冲着 船主本人说的 而他那审视的目光 似乎要看透船主的内心 后者胆子够大的 既然还为另一个人说情 而他应该明白 他本人还需要宽大处理 莫雷尔脸刷得红了 因为他对政治观点 不甚寥寥 此外 汤太子信赖他 曾把他与大元帅见面 皇上对他说的几句话 告诉他 这也使他的心绪有些不宁 但他还是以身为关切的口气说 我请求您了 德威尔夫先生 请您像应该做到的那样 秉公执法吧 像一如既往的那样 与人为善 把这个可怜的汤太子 尽快地还给我们吧 还给我们 在代理检察官听起来 就像一句革命口号 他自存道 还给我们 这个汤太子 大概加入了某个烧探党组织 要不他的保护人 怎么脱口就说出这个切口呢 我记得 警长对我说过 他是在一家酒店被捕的 与许多人在一起 那里 可能真的是 某个秘密集会场所呢 接着 他又大声说道 先生 您完全可以放心 讨若犯人是无辜的 您没有必要提醒我 要秉公行事 这是多余的 不过反之 倘若他真的有罪 既然眼下我们正在度过一个艰难时期 先生 有罪不成的先例太危险了 因此 我将不得不行使我的职权 说到这里 他已走到在法院背后的家门口 他冷冰冰地向不幸的船主 礼节性地致意之后 便昂首阔步走了进去 船主站在维尔夫离开他的地方发愣 后建室里已挤满了宪兵和警察 在他们中间站着一个犯人 一动不动 显得十分平静 他在周围人 仇恨的目光威逼下 被严加看管着 维尔夫穿过后建室 对汤太子 斜瞟了一眼 顺手拿起一个警察 交给他的一只大信封 边出门边说道 把犯人带上 虽说是瞬间的一瞥 维尔夫便足以对这个 即将受审的人产生了初步印象 他已在年轻人开阔的额头上 看出了他的智慧 在他坚定的目光和微皱的眉心里 看出了他的勇气 在他那露出两排洁白如象牙的 牙齿的厚厚的 扮起的嘴唇上 看出了他的直率 应该说 这第一个印象 对汤太子是有利的 可是 维尔夫经常听人说 不应该听信最初的冲动 既然这句 含有深刻政治含义的话 很有用 于是 他把这句格言 也用在印象上 而不顾忌两者间的差别了 他把想要涌上他的心头 并进而冲入他的思想的 善良本能压抑下去 在镜子前 调整好自己出庭时的一副面孔 面色阴沉 微风凛凛的 在他的办公桌前 坐下来 不一会儿 汤太子走进来了 年轻人的脸色 仍然是苍白的 但表现得很镇定 且面带微笑 他自然大方地 向法官鞠躬致意 然后用目光寻找座位 仿佛他此刻 待在莫雷尔传主的客厅里似的 就在这时 他与威尔夫的暗淡的目光相遇了 这是在法院就职的人特有的目光 这些人不愿意让人一眼看透他们的想法 于是把自己的眼睛 变成了一对无光泽的玻璃球 汤太子从这目光里才明白 他面对的是一位铁面无情的法官大人 你是谁 叫什么名字 威尔夫边翻着进门时 警察交给他的笔录 边问道 一小时之内 笔录已落成厚厚的一碟 许多间谍活动案 都莫名其妙地迅速于这个被称为罪犯的不幸的人 联系在一起了 我叫埃德蒙汤太斯 先生 年轻人口齿清楚 声调平稳地回答道 我是法老号船上的大副 该船为莫雷尔父子公司所有 您的年龄 威尔夫接着问 十九岁 汤太斯答道 您被捕时在干什么 我正在订婚 设喜宴 先生 汤太斯说着 声音微微有些激动呢 刚才那欢快的时光 与正在进行的死气沉沉的司法程序的差距太大了 而德威尔夫先生阴沉的脸 又使梅尔赛太斯 开朗纯净的面庞 变得更加荣光焕发 在他眼前闪现 您正在订婚 设喜宴 代理检察官问道 不由地站立了一下 是的先生 我正要娶一位少女为妻 我在三年前就爱上她了 威尔夫虽说平时不轻易动感情 但这次却被这偶合打动了 当他徜徉在幸福之中时 突然听到汤太斯激动的声音 这不得不触动他灵魂深处的同情心 不是吗 他也要结婚了 同样也非常的幸福 而现在有人竟然打扰他的幸福 要他去毁掉 另一个像他一样 已经幸福在望的人的欢乐 他想 当他回到德沙梅朗的客厅里时 他将要对这个哲理上的相似之处 大大议论一番 眼下 汤太斯正在等着他提出新的问题 他先得在思想上 整理出一个形成对比的词 以往许多演说家 就是靠了这些对比强烈的词 才组成洋洋洒洒的句子 博得了听众的掌声 有时还真让人以为 他们果然是雄变加厉 当威尔夫 把他那小小的演说副稿 整理完毕之后 禁不住笑了一下 回过来向汤太斯提问 请继续说 先生 他说 您要我继续说什么 向法官交代一切 请法官先生告诉我 他想听哪方面的事情 我将毫无保留地 把知道的都说出来 不过 他补充说道 这回他也笑了一下 我想预先说一句 我知道的不多 您在篡权者手下 效劳过吗 我刚要编入海军 他就倒台了 有人说 你的证件很极端 威尔夫说道 虽然并没有人向他提示过这点 但他还是毫无顾忌地提出这个问题 如同提出一项指控一般 我 我的证件 先生 天哪 说来有些难为情 我从来没有过别人所讲的什么见解 我今年刚满十九岁 我已有幸把我的年龄告诉您了 我什么也不懂 我起不了任何作用 我现在已经将来最大的作为 就是说 如果我可以得到 我所期望的那个位置的话 那也是多亏了 莫雷尔先生的提携 因为 我的全部见解 我不是说政治见解 而是私人见解 也仅仅局限于 三种感情之内 我爱我的父亲 我尊敬莫雷尔先生 我崇拜梅尔赛泰斯 先生 这就是 我能向法官说的全部内容 您瞧 法官不会感兴趣的 威尔夫一直注视着 汤泰斯温和而开朗的脸 一面听他往下说 一面回想起 莫雷尔对他说的话 莫雷尔虽然不认识犯人 但曾请求他对犯人 从轻发落 代理检察官 根据对案例 和罪犯的审理经验 已经看出 汤泰斯说的每一句话 都证实了他的无辜 事实上 这个年轻人 几乎还是一个孩子 他单纯 朴实 说话时 理直气壮 这是内心光明磊落的 一种自然流露 是无法刻意装出来的 由于他感到幸福 他对谁都充满了爱 幸福原本就能使坏人 都变得和蔼可亲 他甚至对法官 都这么温和亲切 这是一种 充益心灵的感情的流露 无论威尔福 对埃德蒙是如何刻板和严厉 埃德蒙对这个审讯他的人 无论在眼神 声调还是动作上 都只是表现出 温情和善意 没错 威尔福心里想 这是一个可爱的小伙子 我希望我不用费大劲 就能完成雷尼尔第一次 请求我做的事 可以让他给我点甜头 他会在公开场合 紧握一下我的手 并且私下里 给我一个甜蜜的吻力 威尔福想到这温馨的前景 脸顿时变得开朗起来 当他的思想 在他的眼神里表现了出来 又停留在 汤泰斯的脸上时 后者因刚才一直注视 法官脸部的表情变化 竟也和法官的思想一样 脸上站出了笑容 先生 威尔福说 您有什么仇人吗 我有仇人 唐泰斯说 我有幸是一个 无足轻重的人 我的地位不足以结实仇人 至于我的脾气 也许有点急躁 但我一直注意 对手下人温和些 我只会十到十二个水手 先生 如果您要问他们 他们会对您说 他们喜欢我 尊重我 当然不是像对待父辈那样 因为我太年轻 而是像对待兄长那样 即使没有仇人 也许也有人嫉妒您吧 您在十九岁时 就将被提升为船长 这对您来说 算是高位了 您又将要 娶一位爱您的漂亮姑娘为妻 这对所有的人来说 都是不可多得的幸福 命运在这两件事上 对您的偏爱 说不定 会给您招来极度力 是的 您说得很对 您对人的了解 一定比我深刻 这是有可能的 不过 如果说这些极度者 是我的朋友的话 我得向您承认 我宁可不知道他们是谁 好让自己不必非地去憎恨他们 您错了 先生 您随时应该 尽可能看清自己周围的一切 说真的 您看来是一个 心地高尚的年轻人 我将为您破一次法院的惯例 帮助您澄清事实 把逮捕您的控告信给您看 这就是告发信 您认识信上的笔记吗 说完 维尔夫从口袋里抽出一封信 放在汤太子眼前 汤太子看看 念了起来 他的脑迹掠过了一道阴影 他说道 不 先生 我不认识这个笔记 笔记是伪装的 不过写得倒很流畅 不管怎么说 写着信的人挺灵巧 他以感激的目光 看着维尔夫补充说道 我很幸运 能有一位像您这样的人 审理我的案子 因为说实在的 嫉妒我的人 是一个货真价实的仇人 年轻人说这几句话时 眼睛里闪过一道光 维尔夫看出来了 在这个温和的年轻人身上 蕴藏着一种惊人的力量 那么再来看看 代理检察官说 现在请直言不讳地告诉我 先生 不是犯人面对法官 而是一个误入歧途的人 面对另一个关心他的人 在这封匿名告密信中 有什么实情没有呢 说完 维尔夫厌恶地 把汤泰斯方才交还给他的信 扔在办公桌上 全部是事实 又都不是先生 现在 我要以水手的荣誉 对梅尔赛泰斯的爱情 以及我父亲的性命担保 我将要说的 完全是事实 说吧 先生 维尔夫大声说道 接着 他又轻声自语道 倘若雷雷雷能看见我 我希望他会对我满意 再也不会叫我 转搁脑袋的人了 好吧 勒克莱尔船长离开纳布勒斯后 得了脑膜炎 一病不起 由于我们的船上 没配备医生 他又急于要到阿尔巴岛去 不愿意中途 在任何港口停留 因此他的病情越来越重 一直拖到第三天 他觉得自己快死了 才把我叫到他的跟前 亲爱的汤泰斯 他对我说 您已荣誉发誓 照我马上要对您说的话去做 这可事关重大哟 我向您发誓船长 我回答他说 那好 我死后 您作为大副来指挥这艘船 您把船开往阿尔巴岛 在波托菲拉越靠岸 去找大元帅 您把这封信交给他 也许他要交给您另外一封信 并嘱咐您办一件事情 原来这件事情 该由我来办的 汤泰斯 现在由您替代我去完成 一切由此而来的荣誉 归于您 我会去做的船长 但也许 接近大元帅 不如您想象的那么容易吧 啊 这儿是一枚戒指 您让他手下的人交给他 船长说 一切困难 便会迎刃而解 说完 他交给我一枚戒指 此时说的正是时候 因为两个小时后 他昏了过去 次日 他便死了 那么您 怎么去做的 我做了我应该去做的事情 先生 处在我位置上的另一个人 也会这样去做的 因为不管怎么说 一个垂死的人的心愿 是神圣的 对我们海员来说 上司的愿望 无疑便是命令 必须去执行 于是我便起翻 开往阿尔巴岛 次日靠岸 我命令所有的人 留在船上 我只身一人上岸 正如我预料的 那些人设置了种种障碍 不让我见大元帅 不过当我递送了 作为联络标志的戒指后 所有的门 都向我敞开了 他接见了我 询问我有关不幸的 勒克莱尔船长 死前的一些情况 正如船长所说的 他交给我一封信 嘱咐我亲自送到巴黎 我答应了他 因为这等于完成船长最后的心愿 我上岸后 处理完一切公务 然后去看我的未婚妻 我发现 他比以往更美丽 更可爱了 都给莫雷尔先生的帮助 我们办妥了教会方面的一些繁琐手续 最后 先生 正如我刚才已经告诉过您的那样 我正在摆自己的订婚喜宴 再过一个小时 我就订过婚了 我打算次日出发去巴黎 突如其来出了这么一封告密信 我就被捕了 现在 您和我一样 似乎对这封信也不屑一顾了 是的 是的 维尔弗低声说道 这些看来都是事实 即便您有罪 也是疏忽所致 况且 这疏忽仅仅是执行您的船长的命令 因而是正当的 请您把在阿尔巴岛收到的那封信交给我们 并且我保证您将出席第一次听证会 然后 您就去找您的朋友们吧 这么说 我自由了 先生 汤太子兴奋至极 大声说道 是的 不过 您得把信交给我 信大概在您那里 先生 因为警察把这封信和其他纸张一起搜走了 在这叠文件里 我认得出几张来 哦 等等 代理检察官对汤太子说 后者已去拿自己的手套和帽子了 请等等 信是写给谁的 啊 这巴黎基路街的诺马迪爱先生 即使一个响雷炸在威尔夫头上 也不会像眼下的这个打击 使他感到来得那么迅猛 那么猝不及防 他刚才已从椅子上支起身子 去拿即将作为 汤太子暗卷存档的那叠纸 这时 他又跌坐在他的扶手椅上 迅速地翻阅这份暗卷 并从中抽出那封至关重要的信 不胜恐怖地朝上面瞥了一眼 阿迪爱先生说 吉路街十三号 他轻声念叨 脸色越来越白 是的 先生 汤太子惊讶地问道 您认识他吗 不 威尔夫立即回答 国王忠实的臣仆 不会认识谋反者 那么与谋反有关咯 汤太子问道 他本以为获得自由了 这下又开始害怕起来 且比第一次更甚 不管怎么说 先生 我已经对您说过了 我完全不知道 我身上携带的这封信件的内容 对 威尔夫声音暗哑地说道 您知道收信人的性命 为了送交给收信人本人 先生 我当然应该记住 没有把这封信 给任何人看过吧 威尔夫边看边说道 他越往下看 脸色越苍白 没有给任何人看过 先生 我发誓 那么没有人知道 您从阿尔巴岛 带了一封转交 诺巴蒂埃先生 收的信了 没有人知道 先生 除了交给我信的 那个人 先生 已经够了 这就已经够了 威尔夫 喃喃自语道 威尔夫再往下看 脸色就更加阴沉 瞧着他那苍白的嘴唇 颤抖的双手 赤热的眼睛 汤泰斯的脑海里 掠过了种种 最痛苦的 恐惧的念头 威尔夫读完信 把头垂下 埋在双手里 精神崩溃了 片刻时间 啊 我的天主 您怎么了 先生 汤泰斯 怯声声地问道 威尔夫 默不作声 不一会儿 他抬起了苍白 变了形的脸 又一次 把信读了一遍 您说 您不知道 此信的内容吗 威尔夫接着问道 我以名誉 徐发誓先生 唐泰斯说 我再重复一遍 我不知道 不过 您自己怎么了 我的天主啊 您会得病的 我拉铃行吗 我叫人行吗 不 先生 威尔夫迅速 站起来说 您别懂 别开口 在这里 下命令的是我 不是您 先生 唐泰斯说 他的自尊心 显然受到了伤害 这是为了帮助你呀 没有别的意思 我什么也不需要 一时头晕 没什么 你管好你自己 不用管我 回答问题吧 汤泰斯 应他的要求 等着他审问 但没有下文 威尔夫又跌坐在 扶手椅上 把一只冰冷的手 放在大汗淋漓的额头上 他第三次 重读这封信 哦 倘若他知道 信的内容 他对自己说道 并有朝一日知道 老阿迪爱 就是威尔夫的父亲的话 那么我就完了 彻底完了 他不时地 看看埃德蒙 仿佛他的目光 能够摧毁 由嘴把守着 并把秘密锁在心中的 那道无形的防线似的 哦 不用再怀疑了 他突然大声说道 啊 以天主的名义起誓 先生 不幸的年轻人 高声说道 假如您不相信我 假如您怀疑我 那就审讯吧 我已做好 回答您的准备 威尔夫强达起精神 尽量以平静的口吻说道 先生 从对您审讯来看 您的罪名是严重的 我不能如一开始 我个人希望的那样 擅自做主 立即还您自由 在做出这样的决定之前 我得先去 问问御审法官 但您可以看到 我是如何对待您的了 哦 是的 先生 汤太子大声说道 我很感谢您 因为您刚才对我 与其说 像一个法官 不如说 更像是一个朋友 那好 先生 我要再拘留您一段时间 嗯 啊 但我会尽我所能 及早释放您 您的最重要的罪名 来自于 这封信 您瞧 威尔夫走进壁炉 把信 扔进火里 一直看到信 被烧成灰烬为止 您瞧 他接着说道 我把他销毁了 啊 汤太子大声说道 先生 您真仗义 您是善良的化身 不过听我说 威尔夫紧接着说 我做出这个举动之后 您该明白 您是能够信任我的了 是吗 啊 先生 请吩咐吧 我一定遵命 不 威尔夫走进年轻人说 不 我想给您的不是命令 您得明白 而是忠告 嗯 请说吧 我将听从他们 如同执行您的命令一样 嗯 今晚之前 我把您留在法院里 可能 还有另一个人 会来提审您 您就照您 刚才对我说的 复述一遍 但 绝口不要提这封信 嗯 我答应您 先生 此刻 似乎是威尔夫在请求 而安慰法官的倒是犯人了 您要明白 他说着朝灰烬瞥了一眼 灰烬上保留着信纸的形状 并在火苗上舞动着 现在 信是烧掉了 只有您与我知道 曾经有过这么一封信 谁也不会再把这封信拿出来了 因此 如果有人问起这封信 您就否认 大胆地否认 这样 您就有救了 我会否认的 先生 请放心吧 唐太子 唐太子说 啊 好 好 威尔夫说着 把手放在拉铃的绳子上 他正要拉铃 又松开了手 呃 这是您身上带着的唯一的一封信吗 他问道 唯一的一封 请发誓 唐太子伸出一只手 我发誓 他说 威尔夫拉响了铃 警长走进来了 威尔夫走进警长 耳语了几声 警长点头会议 请跟这位先生去吧 威尔夫对唐太子说道 唐太子欠身致意 向威尔夫感激地看了一眼 走了出去 门刚刚关上 威尔夫已经疲惫不堪 他几乎是昏倒在一张扶手椅上的 过了一会儿 他喃喃地说 天主啊 我的身家性命 就在此一举啊 假如检察官此事在马赛 假如招来的是 御神法官而不是我 我就完了 而这封信 这封该死的信 将把我推向神渊 啊 父亲 父亲啊 难道您在这世上 永远是我的幸福的障碍 难道我必须与您的过去斗争到底 莫迪 一道突如其来的光芒 似乎划过了他的头脑 顿时照亮了他的脸 一丝微笑浮现在他那仍然静攒着的嘴上 他那惶恐的双眼定了神 仿佛停留在一个想法上面 就这样 他说道 是啊 这封信 本来可能毁了我 这下 也许反而会成全我 干吧 威尔夫 快快行动 代理检察官 确信犯人 已不在后见试之后 也出了门 匆匆忙忙地 朝他的未婚妻的扶笛走去 第八章 衣服宝 警长穿过后见试时 向站在汤泰斯左右的两名宪兵 做了一个手势 他们打开了 从检察官的套间通往法院的一扇门 于是 这一行人 顺着其中的一条阴森森的长廊 走了一阵子 即使毫不相干的人 走过这样的长廊 也会情不自禁地直打哆嗦 威尔夫的套间通往法院 法院的另一个出口 又通向监狱 紧贴着法院的这个监狱 是一座灰蒙蒙的建筑物 从他所有开着的窗户望出去 可以看见正面耸立着 与之很不相衬的 阿库尔教堂的钟楼 在长廊上拐了几个弯之后 汤太四看见一扇 带有铁窗的门打开了 警长用铁锤 在另一道门上敲了三下 响声回荡 汤太四觉得 铁锤仿佛打在自己的心上似的 门开启了 两个宪兵轻轻地推了推犯人 他迟疑了一会儿 汤太四终于迈过了这可怕的门槛 门在他身后猛地关上了 他呼吸到另一种空气 一种混浊 带有恶臭的空气 他入狱了 他又被带到一间 烧干净一些的房间里 但是窗上安着铁栅栏 门也上了锁 应该说 这房间的外观并不是他怎么害怕 再说 代理检察官刚才说话的声音 对汤太四说来 似乎充满了关切和体谅 此时老在他的耳边震响 如同一个对未来的温存的许诺 汤太四被带进他的牢房时 已经是下午四点钟 我们前面说过了 那天是三月一日 所以犯人待了不多会儿 便陷入黑暗包围之中 这时他的听觉 比不起作用的视觉敏锐多了 他一听到传进来的细微的声响 就以为有人来释放他 便立即站起来 向门口迈出一步 可是这声音很快又消失在另一个方向 汤太四只得再坐回到他的那张小木凳上 终于挨到了晚上十点钟左右 正当汤太四开始绝望之际 又传来了一个声响 这次的声音却是冲着他的房间来的 果然 走廊上响起了脚步声 脚步在他的房门前停住 一把钥匙在锁孔里转动 锁扣嘎嘎作响 笨重的橡木门打开了 两只火把突然间照亮了他的房间 汤太四在两只火把的照明下 看见四个宪兵的佩刀和短筒火枪在闪闪发亮 他向前迈出两步 站住不动 看着新增加的士兵 你们是来找我的吗 汤太四问道 是的 其中一个宪兵说 是代理检察官的命令 我想是的 好 汤太四说 我这就跟你们走 不幸的年轻人满以为是代理检察官维尔弗下令 派人来找他 就不再担忧了 于是他心平气和 落落大方地向前走了几步 自动走到 自动走到押送他的士兵中间 一辆马车停在临街的大门口 马车夫已坐在座位上 一个下级警官坐在车夫身旁 这辆车是给我坐的吗 汤太四问道 这是您坐的车 一个宪兵打道 请上车吧 汤太四还想再看上几眼 但车门已打开 他觉得有人在推他 他既不可能也不想做出什么抵抗 一屁股就坐到马车车厢的后座 夹在两个宪兵之间 另外两个坐在前排的座位上 沉重的马车轮子开始滚动 发出不祥的枝嘎声 犯人向窗外张望 窗户也装上了铁丝网 原来他只是换了个牢房 区别仅在于这个牢房是滚动的 带着它滚向一个未知的目的地 汤太四通过大小 仅能伸出拳头的窗格 发现马车是沿着工厂街行驶 拐入省罗朗街和塔拉米斯街 向下驶向河岸 不一会儿 他的目光穿过马车窗格 又透过附近一座建筑物的窗户 看见灯塔的灯光在闪烁 马车停下 夏季警官下了车 向警卫室走去 十来个士兵从里面出来 排列成两行 汤太四凭借河堤上接灯的灯火 看见他们的步枪在闪光 他们是为我而这样兴师动众的吗 汤太四心里想 夏季警官打开上了锁的车门 虽然一言不语 却回答了这个问题 因为汤太四看见 两列士兵从马车一直排到码头 中间为他让出一条长长的涌道 坐在前排座位上的两个宪兵 先走下车 然后再把他带下 紧跟着下的是坐在他两旁的宪兵 这一行人走向一支小艇 他被一个海关官员用一条锁链锁在码头上 士兵们带着好奇的神色 愣看着汤太四走过去 很快 他就被安置在小艇尾部 还是夹在这四个宪兵之间 而那个夏季警官坐在船头 小艇猛地震动一下 便离开码头 四个讲手有力地把船划向坯龙 挺上一声喊叫 封锁港口的铁链落下 转眼间 汤太四已经置身在人们称作 弗利乌尔的那个地方 也就是说到了港口之外 犯人一旦到了大海上 最初的感觉是舒畅 空气几乎是自由的同一词 于是他大口大口地呼吸新鲜空气 那轻快的微风好像插上了双翼 带来了夜和大海的神秘的气息 不过他很快就叹了一口气 他经过了雷瑟夫酒店 就在当天早上 在他被捕的前一刻 他还曾是那么幸福 此刻 舞会上欢快地声响 通过酒店的两个敞开的窗子 一直传到他的耳机 汤太四双手合在胸前 抬头望天 祈祷着 小婷继续前进 他已经越过骷髅峡 驶到发落湾的对面 正要绕过炮台 汤太四对这条航行路线 感到不可理解 你们把我带到哪儿去 他向一个宪兵问道 您待会儿就知道了 但是 我们奉命禁止向您做任何解释 汤太四也可算是半个兵 向这些被禁止作答的下属提出问题 在他看来是愚蠢之举 于是 他沉默了 这时 他的脑子里 冒出一个千奇百怪的想法 譬如说 既然这么一只小艇 不可能做长距离航行 既然 他们去的海湾 也没有大船停泊 他心想 他们可能会把他带到一个 远离海岸的地方 并对他说 他自由了 又譬如说 他没有被捆绑起来 他们也从没给他 戴上手铐的意思 在他看来 是个好兆头 此外 代理检察官对他深表同情 他不是曾对他说过 只要他不说出 诺瓦迪埃这个关键的名字 他就没什么可害怕了吗 维尔弗不是当着他的面 烧毁了那封危险的信 那可是对他不利的唯一证据啊 于是 他默默地 心事重重地等着 试图用他那双 在黑暗里经受过锻炼 并且习惯于在夜色中航行的眼睛 辨别着方向 在小艇 在小艇的右手 灯塔闪烁的托拉诺岛已被甩在后面 小艇几乎贴近海岸线行驶 到了加泰罗尼亚村的海湾附近 这时 犯人的眼睛 倍加留神了 那里居住着梅尔赛泰斯 他觉得 时时都瞧见一个女人的 隐隐绰绰的身影 显现在昏暗的沙滩上 难道 梅尔赛泰斯就没有预感到 他的情人 正在离他三百步开外处经过吗 加泰罗尼亚村落 仅仅闪耀了一盏灯 汤泰斯打亮这盏灯的方向 认出 这是从他的未婚妻的房间里 射出来的光 梅尔赛泰斯是这个小小村落 唯一一个熬夜的人了 年轻人大喊一声 他的未婚妻就可能听见 一阵没来由的羞愧 绝住了他 他没喊出声 假如看守他的这些人 听到他像一个疯子似的 大喊大叫 会怎么想呢 于是 他仍然沉默不语 眼睛紧紧地盯着这束灯光看 这期间 小婷继续航行 不过犯人已不再想着小婷 他在想他的梅尔赛泰斯 一片隆起的高地等住了灯光 汤泰斯转过身子 发觉小婷已经驶到海上 当他两眼定神 光想着自己事情的时候 小船的风帆 已替换了木脚 现在 小船凭借着风力 向前驶去 虽说汤泰斯 满心不愿意再向这个宪兵 提出新的问题 但他还是走近他 握住他的一只手 伙计 他对他说 凭您的良知和士兵的品格 我恳请您可怜可怜我 回答我的问题 我是汤泰斯船长 一个善良诚实的法国人 我莫名其妙地 被人指控犯有叛国罪 现在你们把我带到哪儿去 请说说吧 我以海员的人格担保 我会尽我的本分 并且听从命运的安排的 宪兵抓了抓后脑勺 又看看他的同伴 后者耸了一下肩 意思是说 我看到了这一步 说说也无妨 于是那个宪兵 就向汤泰斯 转过脸来 您是马赛人 又是海员 他说 可您却问我 咱们去哪儿 是的 因为我发誓我不知道 您 一点也猜不出来 猜不出 这不可能 我以世上 一切最神圣的东西 向您启示 我确实不知道 发发慈悲 回答我吧 那命令不执行了 命令并没有阻止您告诉我十分钟 半小时 也许是一小时以后 我自己也会知道的事情呀 差别在于 您现在告诉我 就免得让我心神不定 度日如年了 我把您看成朋友 才问您的 您瞧 我既不想反抗 也不想逃跑 何况 我也做不到 哎 我们究竟去哪儿 除非有块黑布 遮住您的眼睛 或是您从未出过马赛港 否则 您该猜得出 往哪儿去呀 我真的猜不出来 那么 向四周看看吧 汤太四站起身 目光很自然的头像 小挺似乎在使劲的那一点上 在前方将近一百拖袜子开外 他看见龙起一座 陡峭险峻的 黑油油的大岩石 岩石上似乎添加了一块碎石 那便是阴沉沉的衣服堡 这座形状怪异的监狱 笼罩在一片阴森恐怖的氛围之中 这座城堡 三百年来 以其悲惨的历史言格 而使马赛著称 汤太四从未想到过他 现在陡然看到他 其感觉就如死刑犯 看到了断头台 啊 我的天主 他大声叫喊道 衣服堡 我们到那儿去干什么 县兵笑了笑 难道 把我押到那儿去坐牢吗 汤太四继续说道 衣服堡是国家监狱 专门关押政治要犯的 我没犯任何罪 哦 在衣服堡 有预审法官 或是什么审探官员吗 我想 县兵说 里面只有点狱长 狱卒 卫队 和高高的围墙 哈哈 走吧 走吧 朋友 别这么大惊小怪了 否则说真的 您会让我以为 您这是在嘲弄我 以此来答谢我的好意了 汤太四使劲握住县兵的手 几乎要把他捏碎了 那么您是说 他说道 你们把我带到衣服堡 是要把我 关在里面 嗯 有可能 县兵说 但不管怎么说伙伴 把我的手握得这样紧 是无济于事的 不再进行一次预审 也没有其他手续要办吗 年轻人问道 手续办齐了 预审也结束了 这么说来 虽说德威尔夫先生 有许诺在先 我不知道 德威尔夫先生 是否曾许诺过您什么 县兵说 但我所知道的 就是我们去衣服堡 哦 您在干什么 哦 哦 快来人呐 汤太子做了一个 迅如闪电的动作 想跳进大海 但是宪兵训练有素的眼睛 早已有所提防 正当他的双脚 刚离开小艇甲板 四肢坚强有力的手腕 已钳住了他 他疯狂地喊叫着 跌倒在小艇的后座上 好啊 宪兵大声说道 把膝盖顶在他的胸口上 好啊 您就是这样实现水手的诺言的呀 我们不能相信甜言蜜语的人 哼 行了 现在我的朋友 你再动一下 紧紧一下 我就往你的脑袋里撂一颗枪子 我已违背了上司给我的第一道命令 现在你给我听着 我绝不会再违背第二道命令了 他果真把他的短枪压下 汤泰斯赶到枪管 抵住了他的额角 刹那间 他又想违抗 与像鹰爪一样 紧紧估着他的飞来横祸 同归于尽 然而 正因为灾难来得太突然 汤泰斯觉得 他也许很快就会过去 再说 他又想到了德维尔夫先生的诺言 最后 如果一定要说的话 那就是在他看来 在船的尾部 死在一个宪兵手上 也过于丢丑 太不值得了 他又跌坐在船板上 狂吼一声 怒冲冲地咬着自己的双手 几乎在同时 小艇猛烈撞击了一下 晃动起来 船尾触及一块岩石 一个水手跳了上去 一条铁锁在滑轮上放开 支嘎作响 汤泰斯明白 他们到达了目的地 水手们正在用缆绳 系住小艇 县兵们抓住他的双臂和衣领 强迫他起身 逼他上了岸 把他拖向通往登上城堡门的时机 而那个警官则提着上了刺刀的短筒火枪 跟随在后 尽管如此 汤泰斯却再也不做无用地反抗了 他无精打采的举动 与其说是消极反抗 还不如说是神志麻木 他像一个最汉式的晕头转向 步履蹒跚 他又看见士兵迅速地排列成行 他碰到时机 才不得不提起双脚 他感觉到他通过了一道门 门又在他身后关闭 但他只是机械地做着所有这一切动作 如同在穿过一团浓雾一般 什么也看不清楚 他甚至连大海都看不见了 这大海总给囚犯们带来巨大的痛苦 他们望着广袤的空间 悲伤欲绝 因为他们从此再也无力 越雷池一步了 他们停留了一下 这时 他试着集中自己的思想 他向四周张望 发现自己置身在一个方形的院落里 四周有高墙围着 他听到哨兵缓慢而均匀的脚步声 宝内闪烁着两三盏灯火 灯光在墙上投射出两三道反光 每次哨兵经过时 他们的枪筒便闪闪发亮 他们待了将近十分钟 县兵确信汤太死再也跑不了了 就放开他 他们似乎在等待命令 命令下达了 犯人在哪儿 一个声音问道 在这里 仲宪兵答道 让他跟我来 我这就送他到他的住处去 走 几个宪兵推散着汤太死说道 犯人随着引路人走 后者把他带到一间 几乎埋在地下的大房间 房间的墙面光秃秃 水淋淋 似乎浸透了泪水的雾气 一盏小油灯放在一张木凳上 灯芯尽在散发出怪味的灼油中 灯光照亮了这间可怕的房间 发亮的墙壁 并让汤太死看清了他的引路人 他像是一个下级的狱卒 穿着邋遢 面容猥琐 这是您今晚住的房间 他说 天晚了 连狱长先生已经睡下 明天他起身后 就会知道有关您的指示 也许会给您换房间 在这之前 面包在这里 罐子里有水 在角落上有稻草 一个犯人能得到的就这些了 晚安 汤太死还没来得及张口答应他 没来得及去看狱卒 留下的面包和找到放水罐的地方 也没来得及向那堆全冲卧榻的稻草 看上一眼 狱卒已提起灯 关上门 剥夺了犯人 尽有的一点 微弱的亮光 他凭着这点光 如同借着闪电似的 方才看见他的牢房里 水淋淋的墙壁 现在 他单身一人 待在黑暗和寂静之中 与牢房的拱顶一样沉默 与忧郁 他感到拱顶上 渗人的寒气 正压在他 灼烫的额头上 当曙光给这个阴森的地牢 带来一点点光亮时 狱卒又来了 他奉命让犯人在原地住下 汤太子没有挪动过一步 好似有一只铁手 把他钉死在头天晚上 他停留的地方 他一直凝视着地面 一动也不动 只是因为一整夜 泪水如湿了眼睛 他的眼眶浮肿了 他就这样站着 度过了整整一夜 没有片刻合过眼 狱卒走近他 围着他转了一圈 但汤太子 似乎没有看见他 狱卒拍了拍他的肩膀 汤太子一阵哆嗦 晃了晃脑袋 您没有睡觉吗 狱卒问道 不知道 汤太子答道 狱卒惊讶地看着他 您不饿吗 他又问 汤太子还是这样回答 您需要点什么 我想见 我想见 蝶狱占 狱卒送总监 走了出去 汤太子 注视着他 向半开的门 伸出双手 但门 又合上了 这时 他发出一声 长长的哀嚎 胸膛似乎炸开了 他胸中积韵的泪水 好似两道小溪 全涌而出 他扑倒下去 额头碰地 久久地祈祷着 他再次把过去的时日 在头脑里重温一遍 扪心自问 在他这短短的一生里 究竟做错了什么 才要受到 如此残酷的惩罚 白天就这样过去了 他仅仅吃了几口面包 喝了一点水 他时而坐着沉思 时而像 灌在铁笼子里的野兽 在牢房里打转 有一个想法 尤其使他激动 那时候 在他被人压着 使向未知的目的地图中 他的内心 还是很镇定 很平静的 他本来完全可以有 十次机会往海里跳 而一旦他到了水里 凭着他的游泳技术 和作为马赛最优秀的 一个潜水员的本领 他完全可以在水下 逃之夭夭 摆脱他的看守 游上岸再逃走 躲藏在某个荒僻的小湾 等候一艘热纳亚 或加泰罗尼亚的海船到来 投奔意大利或是西班牙 再从那里 写一封信给梅尔赛胎死 让他来与他团聚 至于他的生活 无论在哪里都不用犯愁 因为在哪里 优秀的海员都是不可多得的 他说意大利语 像托斯卡纳人那样地道 说西班牙语 与老卡斯迪利亚的本地人 并无二致 他可以自由自在地 与梅尔赛胎死 和他的父亲 一起幸福地生活 因为他的父亲 也会来和他俩相会的 现在 他成了囚犯 被关在伊富堡 这座不可逾越的监狱里 不知道他的父亲 和梅尔赛胎死怎么样了 而所有这一切 都是因为 他听信了威尔夫的话 想到这儿 他气疯了 发狂似的 在狱卒给他带来的 新鲜稻草上打滚 此日 在同一时刻 狱卒又进来了 嘿 狱卒对他说 您今天比昨天 清醒些了吧 汤太子默不作声 得了 那人说道 打起一点精神来 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 你有什么要求提出来吗 得了 说吧 我想和典狱长说话 哦 狱卒不耐烦了 说 我已经对您说过了 这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不可能 因为根据监狱的规定 禁止犯人直接去见他 那么在这里 可以允许提出什么 唐太子问道 可以付钱 吃得好一些 散散步 有时还能提供几本书 我不需要书 也没心思散步 我觉得饭事不错 因此 我只想一件事 就是见典狱长 哎 假如您老提这一件事 让我心烦的话 狱卒说道 我就不给您带吃的来了 好吧 唐太子说 假如您不再给我带吃的来 我就饿死 没什么了不起的 狱卒从唐太子说这些话的口气里听出 他的囚犯宁可去死 通常狱卒一般每天可以从犯人身上扣下十个苏左右的生活费 现在看管唐太子的狱卒 想到他的囚犯如果死了 他就亏了这几个子 于是便缓和了口气 又说道 听着 您这个要求是办不到的 别再提了 因为一经犯人提出 典狱长就到他的牢房来的先例是没有的 不过 您可以放聪明些 我们可以允许您散散步 很有可能某一天 当您在散步时 典狱长路过 这样 您就去问他 他是不是愿意回答您 要看他高兴了 那么 唐太子说 假如没有这样的机会 我在这里像这样得等多久 天哪 天哪 狱卒说道 一个月 三个月 六个月 或许一年 太长了 唐太子说道 我要马上见到他 哎 狱卒说 您别老缠住一个做不到的要求不放嘛 这样下去抽不了半个月 您就会变疯了 您这么想 唐太子 唐太子问道 是的 辩封 辩封都是这么开头的 我们这里就有一个先例 一个神父 先前住在您的这间牢房里 他老想着要给典狱长一百万法郎来换取自由 久而久之 他就神经错乱了 他离开这间牢房多久了 两年 他被释放了 没有 他被投进了地牢 听着 唐太子说道 我不是神父 也不是疯子 也许我以后会是 但不幸 现在我神志仍然清楚 我要向你提出另一个建议 什么建议 我吗 我不会给你一百万 因为我给不出来 但如果你愿意 我可以给你一百个IG 条件是 您去一趟马赛 找到加泰罗尼亚人的村庄 把一封信 交给一个名叫 梅尔赛泰斯的姑娘 所谓信 也只有两行字 假如我带着这两行字的信 被发现了 我就丢掉了这个位置 在这里 我每年可以挣一千LIFER 和伙食免费 还不算上种种好处里 您瞧 我为挣这三百个LIFER 去冒险 可能会丢掉一千 我不成了一个大傻瓜了 行了 唐太子说 听着 请记住 如果你拒绝把这封短信 交给梅尔赛泰斯 或是连告诉他 我在这里都不愿意 那么总有一天 我会躲在门背后等着你 等你进来时 我就用这张木凳 砸碎你的脑袋 危险 狱卒大声说道 他向后退了一步 做出防备的架势 您一定是脑袋发昏了 那个神父一开始 也像您这样 三天之后 您就会像他一样 疯得手舞足蹈 哼 好在衣服堡 还有地牢里 汤太子抓起凳子 在狱卒的头上挥舞 哎 行了 行了 狱卒说 好吧 既然您坚持 我这就去 禀报典狱长 哼 这就对了 汤太子说 他又把木凳放回地上 坐在上面 低着头 眼神怕人 仿佛他真的变成疯子了 狱卒走出去 一会儿又走回来 领来四个士兵 和一个武长 殿狱长有令 他说 把犯人带到下一层牢房去 就是去地牢 武长说道 适去地牢 疯子 就得跟疯子 关在一起 四个士兵 向汤太子扑来 他瘫软下来 毫无抵抗地 跟他们走了 士兵带他 走下十五级台阶 打开一间地牢的门 他进去时 口中喃喃捏倒 他说得对 疯子 就得跟疯子 关在一起 门又关上了 汤太子向前走去 伸出双臂 一直触碰到墙 而后 他在一个角落里 坐下 一动也不动 而他那双 渐渐习惯在黑暗中 变雾的眼睛 已开始能分清东西了 狱卒说得不错 汤太子 与疯子已相差无几了 第九章 订婚之夜 威尔夫 正如我们所说的 重新取到大法院广场街 当他走进 德沙梅朗夫人的府邸时 他又会见了 先前他离开时的那些贵宾 此刻 他们已进入客厅喝咖啡 Renelle正在焦急地等着他 在场的其他人 也都抱有同样的心情 因此 大家都热烈欢呼 欢迎他回来 哟 专戈脑袋的人 国家的支柱 宝王的Bluetooth 一个人大声说道 发生了什么事啊 快说吧 哟 难道我们又受到一个新的恐怖政权的威胁 另一个问道 科西家岛上的那个魔鬼 要从他的巢穴里跑出来了吗 第三个问道 侯爵夫人 威尔夫走进他未来的岳母说道 倘若我刚才 不得不这样离开你 我现在来请求您的原谅 侯爵先生 我能私下和您说几句话吗 哦 难道事情真有这么严重 侯爵夫人 侯爵夫人发现 威尔夫的脸上布满了绸云 就问道 十分严重 因而我不得不向您请几天假 他又转身 面向瑞奈奥继续说道 这样你也瞧得出 事情是不是真的很严重了 您要走 先生 瑞奈奥大声说道 他无法掩饰这突如其来的消息 在他身上引起的情绪波动 哎 是的 小姐 威尔夫答道 必须动身 那么您到哪里去 欧爵夫人问道 哦 这是法院的秘密 夫人 不过 讨若这里 有谁在巴黎有事情 我有一个朋友今晚出发 他乐意效劳 大家面面相去 您要我与您谈一会儿吗 侯爵问 是的 我们到您书房去吧 请 侯爵挽起威尔夫的胳膊 与他一起走了出去 嗯 侯爵走进自己的书房里问道 发生了什么事情 说吧 我想是一些最为紧迫的事情 我必须刻不容缓地出发去巴黎 现在 侯爵 请原谅我大胆唐突地提出一个问题 您有国家证券吗 哦 我的所有财产都买成国家债券了 将近六七十万法郎 好吧 快卖掉 侯爵 卖掉 要不您就破产了 那么您让我在这里怎么卖出啊 您有一个证券经纪人 是吗 是的 写一封信由我转交给他 让他卖掉 一分钟 一秒钟也不能耽搁 也许等我到巴黎 已经为时已晚了 哟 侯爵说 别再浪费时间了 说完 他立即坐在一张桌子前 给他的经纪人写一封信 他在信中吩咐他 无论如何 要把证券卖掉 现在 我有这封信了 威尔夫仔细小心地 把他放进口袋里 我还要另一封 写给谁 给国王 写给国王 是的 我可不敢随便给国王陛下写信 所以 我不是要您直接写 而是请您让德萨尔维厄先生写 让他给我一封信 凭此信 我可以静止进宫 觐见陛下 无需先办一切求见的手续 办手续会使我失去宝贵的时间 您不是认识掌喜大臣吗 他可以自由出入独一勒里宫 通过他 您白天晚上可以随时去见国王 是的 毫无疑问 不过 我没有必要让另一个人知道我的信息 分享我的功劳 您明白吗 掌喜大臣届时肯定会把我甩在一边 把好处独占 我只与您说一件事 侯爵 倘若我第一个进入独一勒里宫 我的前程就有了保障 因为我将要为国王做的事情 他今后是不会忘记的 哦 这么说来 亲爱的 呃 赶快收拾行装吧 我去与德萨维尔打招呼 让他写一封信 给你做同行证用 行 别浪费时间了 因为在过一刻中 我就登上一站快车了 让人把车子在家门口停一会儿 当然 当然 哦 您将会替我在侯爵夫人面前表示歉意的事吗 也跟德舍梅浪小姐说一声 我在这样的时刻离开她 深表遗憾 哦 您会在我的书房里见到他俩的 您可以向他们道别 多谢了 请写信吧 侯爵拉铃 一个仆人走进来 请与德萨维尔伯爵说一声 我等他 继而 侯爵又对维尔夫说 现在您走吧 好 我去了就回来 说完 威尔夫飞奔而出 到了门口 他想 一个代理检察官如此形色匆匆 万一被人看见 整个城市都会不得安宁的 于是 他又恢复常态 像个十足的大法官 他走到自己的家门口 看见暗处有一个白色的身影 站着在等他 纹丝不动 这就是美丽的家胎 罗尼亚姑娘 他得不到 埃德蒙的消息 趁着夜色降临 从法洛湾溜出来 亲自来打听 他的情人 被捕的原因 他看见 威尔夫走近 从椅子的墙根闪出 挡住他的去路 汤泰斯 曾向代理检察官 提到过他的未婚妻 所以 梅尔赛泰斯 无需自报姓名 威尔夫就把他认出来了 少女端庄的仪态 使他震惊 当他向他询问 他的情人的情况时 他觉得自己是被告 而他成了法官似的 您所说的人 威尔夫态度生硬地说 是一个 罪大恶级的犯人 我为他出不了力 小姐 梅尔赛泰斯 抽噎了一声 正当威尔夫准备朝前走时 他再次拦住了他 至少请您告诉我 他在哪 他说道 好让我知道 他究竟是活着还是死了 我不知道 他已不属于我管了 威尔夫答道 梅尔赛泰斯 目光温柔 态度前功 让他感到很不自在 他推开了它 回到家中 用尽关上门 仿佛要把别人 夹在他身上的痛苦 关在门外似的 然而痛苦 不会这样善罢甘休 就如 威吉尔所说的 致命的剑那样 受伤的人 永远随身带着他 威尔夫回家后 关上了门 但到了客厅 他的双腿 终于支持不住了 他叹了一口气 听上去 就像是一声乌烟 一下子跌倒在一张沙发椅上 于是 在这个受伤的心灵深处 蒙发了致命溃疡的 最初征兆 为了满足自己的野心 而牺牲了的这个人 为他有罪的父亲 代为受过的 这个无辜的人 现在 似乎又在他面前出现了 脸色苍白 气势汹汹 把手 让那个脸色 与他一样苍白的 未婚妻牵着 这个形象 总使他内疚不已 这种内疚 不会使当事人 像古代命运不济的 狂人那样 暴跳如雷 而是仿佛像一种 沉重而凄厉的钟声 在某些时刻 扣打在他的心上 每当他回想到 过去的行为 就会让他痛苦难忍 这致命伤 引起的振振刺痛 成了他的一块心病 且愈演愈烈 直至死亡 于是 在这个人的灵魂里 又有过片刻的犹豫 他以前也曾 犹豫过好几次 但那只是法官 与被告斗争 给犯人处以 急刑的一种情绪 由于他的 先生夺人的辩才 说服了 朱法官或是陪审团 而被处决的 这些犯人 并没有给他的额头 留下一点阴影 因为这些罪犯 罪证确凿 至少 维尔弗 是这样认为的 但是这一次 却是另一马事了 无期徒刑的惩罚 他刚刚判给了 一个无辜的人 一个即将获得幸福的 无辜的人 他不仅剥夺了 此人的自由 而且还剥夺了 他的幸福 这一次 他不再是法官 而是一个刽子手了 想到这里 正如我们已描述过的 他以往从未感觉到的 沉重的扣鸡声 又在他内心深处响起 胸膛里泛起 阵阵惶恐的波涛 就这样 这个心灵受伤的人 从一阵强烈的 本能的痛苦里体会到 在他的伤口愈合之前 只要他用手指 触碰那开裂糖血的伤痛处 他就永远会胆战心惊的 可是威尔弗所受的伤 是不会愈合的了 或者说 他暂时能愈合 但过不久 裂口又会张开 并且比以往更加鲜血淋淋 更加令人痛苦 在这个时刻 如果瑞奈奥温柔的声音 在他耳畔响起 请求他的宽恕 如果美丽的 梅尔赛泰斯走进来 对他说 看在注视着我们 并审判我们的天主的份上 把我的未婚夫还给我吧 这样 这颗以一半屈从于功力需要的脑袋 会完全垂落下来 他无疑会用冰冷的双手 不顾一切对他可能产生的不良后果 签署命令 释放 汤泰斯 然而 没有任何一个声音 在他耳边叙叙低语 门开启时 只是为了让维尔弗的贴身仆人 进来告诉他 驿站快车的马 已经套在准备坐长途旅行的 四轮马车上了 维尔弗站起来 或者说 像一个内心斗争的获胜者那样 一蹦而起 奔向他的写字台 把其中一个抽屉里的金币 统统塞进自己的口袋 在房间里 慌乱地转了一圈 手放在额头上 断断续续地咕噜了几句 最后 他赶到他的贴身仆人 一把大厂披在他的肩上 便出了门 跳进马车 简短地吩咐马车 直奔大法院路上的 德沙梅朗府邸而去 不幸的汤泰斯 就这样 被定罪了 正如德沙梅朗先生 许诺国的那样 威尔夫看见侯爵夫人 和瑞奈奥在书房里 年轻人看见瑞奈奥 不由地站立了一下 因为他以为 他又要请求他释放汤泰斯了 不过 唉 应该承认 人都有自私的一面 此时 美丽的姑娘 仅仅关心一件事情 那就是 威尔夫即将出发了 他爱威尔夫 威尔夫 在将做他的丈夫之计 离他而去 且说不准 何时能归来 这时的瑞奈奥 不但不会同情汤泰斯 而且还要诅咒 这个人力 就因为他犯罪 他把他与他的情人 拆散了 那么 梅尔赛泰斯 又该怎么说呢 可怜的梅尔赛泰斯 在罗日街 和菲尔奈相遇 后者一直跟随着他 他回到加泰罗尼亚村 无精打采 心情沮丧 一头倒在床上 菲尔奈 跪在床边 把手 按在 梅尔赛泰斯 冰凉的手上 他也没想到抽回 他在他的手上 盖满了 炽热的纹 梅尔赛泰斯 甚至 都没有感觉到 他就这样 度过了一个夜晚 油尽灯灭 刚才 他看不见灯火 现在 他看不见黑暗 到了白天 他也看不见光明 是痛苦 蒙住了他的眼睛 他只能看见 挨的 挨的 您在这里 他终于转脸 面对菲尔南 说道 从昨天起 我就没有离开过您 菲尔南 痛苦地 叹了一口气 被打倒 莫雷尔先生 尚不认输 他得知 汤泰斯 在被审讯过以后 便被投入监狱 他便来往奔波于 他所有的朋友之间 灯门拜访了马赛 所有能施加影响的人士 但是风声 已经传出来 年轻人 是以 布纳巴分子的眼线罪名 被逮捕的 在那个时期 再大胆的人 也把纳破仑 东山再起的任何企图 看成是 荒诞不惊的梦想 因此 他处处 只能遇到冷淡 惧怕 或是拒绝 莫雷尔先生 回到家中时 心情十分沮丧 他不能不承认 事态是严重的 任何人 也无能为力了 卡德鲁斯呢 他非常不安和痛苦 他不像莫雷尔先生那样 出门奔走 想着为汤泰斯 做点什么事 再说 他也毫无办法 他只是带上两瓶 黑茶泡子酒 把自己锁在房间里 想喝得一醉方休 不过 以他的酒量 两瓶酒远不足以 使他丧失判断力 他喝得醉寻寻 再也抬不动腿 去另外找酒来喝 然而 他又还没醉地 把往事忘得一干二净 他介乎两者之间 他只能在一张 拨腿的桌上 支着胳膊 面对两只空酒瓶 在长心蜡烛的 烛光摇曳下 看见的 竟是霍夫曼 在他那 酒技斑斑的手稿上 所撒下的 如同奇形怪状的 黑点式的幽灵 在跳舞 只有汤格拉尔一个人 既不难受 也不惊慌 汤格拉尔甚至很高兴 因为他已经向一个对头 报了仇 并且在法老号船上 确保了自己 担心失去的地位 汤格拉尔属于 善于算计的一类人 他们生来就耳朵上 割一支笔 心头放一瓶墨水 在这个世界上 一切对于他 只是加减乘除而已 在他眼里 如果一个数字 能使总数有所增加 而一个人 只能使总数减少的话 那么这个数字 比这个人更加珍贵 汤格拉尔照样按时上床 睡得很安稳 维尔弗接到 得萨尔维尔先生的信后 在瑞奈尔的两甲亲了亲 稳了稳 得舍梅朗夫人的手 与侯爵握了握手 便坐上一车 沿通向埃克斯的大道 指使而去 汤泰斯老爹心如刀脚 痛不欲生 至于埃德蒙 我们已经知道 他的命运了 第十章 独一勒里宫的小书房 威尔弗先后换乘三次一车 再去巴黎的大道上 滚滚而行 我们暂且把它搁在一边 还是先穿过两三间客厅 走进独一勒里宫的小书房 这间窗户成拱形的小书房 曾由于纳普伦和路易十八的宠爱 而闻名于世 时下成了路易菲利普的书房 在这间小书房里 路易十八在一张 桃心木制的小桌子旁边 这张桌子 还是他从哈维尔带来的 凡大人物都有癖 路易十八的癖之一 就是对这张桌子 宠爱悲致 现在 国王路易十八 漫不经心地在听一个 五十到五十二岁之间 头发灰白 富有贵族气派 面容端庄的人在讲话 一边却在 格雷菲五四版的 和拉斯诗集的空白处 做注视 这个版本虽然欠准确 却很受推崇 他对陛下抒发富有哲理性的 远见着实 贡献匪浅 您说什么 先生 国王问道 我说 我忧心如焚 陛下 真的 难道您梦见了 七头肥牛和七头兽牛吗 不是的 陛下 因为这个梦 也不过对我们 遇事七个疯年 与七个灾年 有一个像您这样 英明的国王陛下在 饥荒 不足担忧 那么 您说的是什么样的灾难 亲爱的 伯拉加斯 陛下 我想 我有充分理由认为 在南方 正酝酿着一场 大风暴 这么说 亲爱的公爵 路易十八答道 我认为您的消息不够准确啊 相反 我可以肯定地说 那便风和日历历 路易十八虽然是一个十分风趣的人 但他仍然爱开浅薄的玩笑 陛下 德布拉加斯先生说 陛下就不能派一些忠实可靠的人 到朗格多克 普罗汪斯 和多菲内三省去一下 把那些地方的民情 向您做一汇报吗 即便是为了让您的一个忠诚的臣仆 放心也好啊 我们低声吟唱 国王一面继续在 和拉斯诗集上写著 一面答道 陛下 朝臣笑着 做出懂得这位维诺西亚诗人 那半句诗的样子答道 陛下信来法国人民的忠心 再情再离 不过 我想 提防某些人亡命的企图 也不会全错 啊 谁啊 拿破仑 或者 至少是他的党羽 啊 亲爱的 普罗汪斯 国王说 您老是提心吊胆的 妨碍我工作了 我拿 陛下 您高枕无忧 让我不能安眠 等一下 亲爱的 请等等 我在 在木桶跟着走的时候 这一句上 找到了一个很好的柱呢 等一会儿 过后 您再往下说 出现了片刻的沉寂 此刻 路易十八 用极小的字体 在和拉斯诗集 空白处 写了一条新的注释 写完 他抬起头来说道 带着自以为 颇有 见地的人的 得意的神情 其实 他只是在评价 另一个人的 见地而已 请继续说下去 我听着呢 陛下 布拉加斯说道 他突然 想把威尔夫的功劳 占为己有了 我不得不对您说 使我担忧的 绝不是一些 缺乏根据的传闻 或是一些 捕风捉影的 街坛相议 我派了一个 有头脑 完全值得 信赖的人 去视察南方动态 他坐 驿站快车 来对我说 国王受到 巨大的威胁 于是我就赶来了 陛下 让部下养尊 处优的 不是好统帅 路易十八 边写著 边说道 国王陛下 命令我 无需再坚持 这一说法了吗 没有的话 亲爱的公爵 请把手伸出来 哪一只 随您的便 就左边的吧 这只 陛下 哎呀 我对您说 左边的 您却伸出 右边的手 我是想说 在我的左边 哦 对了 是这里 您大概可以找到 警务大臣 昨天送交的报告 哦 这听呢 唐德雷先生 本人来了 您在说 唐德雷先生 是吗 路易十八 打断谈话 对掌门官说 后者果真进来 通报警务大臣 到了 是的 陛下 唐德雷子爵先生到 掌门官重复了一遍 不错 是子爵 路易十八 微微一笑 接口道 请进 子爵 请对公爵 说说有关 拿破仑先生的 最新消息吧 无论局势 有多么严峻 请河盘拖出 说说看 二八岛是不是一个大火山 难道我们真的会看到那里要爆发一场群情激昂 烈焰冲天的战争吗 战争 可怕的战争 汤德雷先生把两只手放在安乐椅的扶手上 靠着椅背 优雅地晃动着 说 国王陛下翻阅过昨天的报告了吗 看过 看过了 不过请您对公爵说说 他找不到报告的有关部分 对他详细谈谈那个篡权者在岛上的所作所为吧 先生 紫爵对公爵说 国王陛下所有的臣仆 都应该对阿尔巴道传来的最新消息 感到欢欣鼓舞 帕纳巴 汤德雷先生看着路易十八 后者买手加注 甚至连头都不抬起来 帕纳巴心里烦透了 紫爵接着说道 他成天在看 波托隆格纳的矿工干活 他一搔羊来消遣 国王说道 他还搔羊 公爵问道 陛下这话是什么意思 没错 亲爱的公爵 难道您忘了这个伟大的人物 这位英雄半个神明 他得了一种要命的皮肤病 搔羊症 还不止于此例 公爵先生 井屋大臣继续说道 我们几乎可以肯定 要不了多久篡权者会变成疯子 疯子 会疯到极点 现在他的神志已经不清了 他时而热泪滚滚 时而开口大笑 还有几次 他在海边一待九十几个小时 向大海扔十子 只要十子打了五六票 他就仿佛取得了另一场 马伦格或是奥斯特里茨战役 胜利时的心满意足了 您瞧 您同意这是发疯的征兆吧 或者是智慧的征兆 紫军先生 智慧的征兆 路易十八笑着说道 古代伟大的船长 就是往海里扔十子取乐的 你可以看看 普鲁塔克住的 阿菲利加西比亚生平吧 德布拉加斯先生 在这两个无忧无虑的人之间 困惑不解 维尔夫本不愿向他合盘托出 以防止另一个人 截获他的秘密 夺取权功 不过已经对他说的够多的了 足以使他深感不安 行啦 行啦 汤德雷 路易十八说道 布拉加斯还没有被说服 谈谈篡权者归顺的事情吧 井屋大臣躬身致意 篡权者归顺 公爵南南说道 他看看国王 又看看汤德雷 他俩就像维吉尔诗歌里的两个木童 在一唱一和 篡权者真的变规矩了吗 绝对没错 亲爱的公爵 变得循规蹈矩了 请详细说说吧 子爵 事情是这样的 公爵先生 大臣一本正经地说道 最近纳破仑做了一次视察 既然他的两三个老兵 他是这样称呼他们的 表示要回法国的愿望 他就批给他们假期 鼓励他们 为他们善良的国王效劳 这是他自己亲口说的话 公爵先生 我确信无疑 嗯 布拉加斯 您怎么想呢 国王带着得意的神色说道 一时停下 不再参阅那本打开的 卷制浩凡的大书了 嗯 我说陛下 警务大臣或是我 我们之间 有一人肯定错了 不过 大臣不可能错 因为他负责陛下的安全和尊严 那么很可能就是我错了 然而陛下 假如我处在国王陛下的位子上 我倒愿意询问一次 我已跟陛下谈到过的那个人 他甚至坚持恳求国王陛下 给他这样的荣幸 很高兴 公爵 只要您赞成 我愿意接见任何您举荐的人 不过 我希望他带着贵族文章来见我 大臣先生 您有一份比这一份更新的报告吗 这一份是二月二十日签发的 现在已是三月三日了 没有 陛下 不过我无时无刻不再等一份新的报告 我从大清早就出门了 也许我不在时 报告到了也未可知 那么去警察宗署走一趟吧 倘若没有 路易十八笑着说道 那您就造一份好了 你们不是经常这样做的吗 哦 陛下 大臣说道 感谢天主 关于这点 根本无需编造 每天在我们的办公桌上 都堆满了最为详尽的揭发材料 这些都是穷困潦倒的可怜虫写的 他们希望效忠能换得一些补偿 他们使不上劲 但却很希望能出点力 他们只能依靠机遇 期望有朝一日会发生什么意外事件 使他们的设想变为现实 很好嘛 那么去吧 先生 路易十八说道 记住我在等您 我打一个来回陛下 过十分钟我就来 我吗 陛下 德布拉加斯先生说道 我现在就去找我的信使 请等一等 等一等 路易十八说道 说真的 说真的布拉加斯 我得为你换一下文章了 我要给你一只双翅展开的鹰 两只鹰爪牢牢地掘着一只猎物 还要在上面写上一个提名 呃 固执 陛下 我在听着呢 德布拉加斯先生 强压住焦躁不安的情绪说道 嗯 关于这一段 我想听听您的意见 气喘吁吁地逃跑的胆小鬼 您知道 这是指一只逃避狼的路 您不是猎手和了不起的猎狼人吗 您有双重的头衔 您觉得 气喘吁吁的胆小鬼如何 妙极了 陛下 不过 我的信使就如您说的那只鹿 因为他刚刚乘一站快车 奔跑了二百二十里的路 只花了将近三天的时间 哦 这可够劳累和伤神的了 嗯 亲爱的公爵 现在 我们有了急报 只需花三四个小时 而且发报人根本无需大喘气 啊 陛下 这个可怜的年轻人从老远来 兴致勃勃地 给国王陛下送一份有用的情报 可您对他也太不令情了 德萨尔维尔先生把他介绍给我 即便看在德萨尔维尔先生的面上 请接见他一次吧 我求求您了 嗯 德萨尔维尔先生 是我弟弟的那个侍从官吗 就是他 嗯 没错 他是在马赛 他就是从那里给我写信的 嗯 他也向您提到了这次阴谋吗 没有 不过他向我推荐了德维尔夫先生 并托我把他引荐给国王陛下 德维尔夫先生 国王大声说道 这个信使名叫德维尔夫先生吗 是的 陛下 从马赛赶来的就是他 是他本人 哎呀 您刚才怎么不马上把他的名字告诉我呢 国王接着说 脸上开始露出不安的神色 陛下 我以为国王陛下不熟悉这个名字 哎呀 错了错了 布拉加斯 这个人办事认真 有教养 特别是雄心勃勃 对了 你知道他的父亲姓什么吗 他的父亲 是的 他姓诺瓦迪埃 几轮特派分子 诺瓦迪埃 参议员 诺瓦迪埃 是的 没错 国王陛下 任用这样一个人的儿子 哈哈哈哈 莫拉加斯 我的朋友 您根本没听明白 我不是对您说 维尔夫雄心勃勃吗 为了达到目的 他不惜牺牲一切 甚至 他的父亲 哦 这么说 陛下 我可以让他进来了 现在就去 公爵 他在哪 他该在下面等我 就在我的马车里 去把他找来 我这就去 公爵像年轻人那样 敏捷地走了出去 他对王朝的热忱与虔诚 使他看上去就像才二十岁 路易十八一个人留了下来 又把目光投向他那本打开着的 和拉斯诗集 嘴里念念有词 一个正直而意志坚强的人 德布拉加斯先生 以方才下去的同样速度 又奔了上来 但在前厅 他却不得不停下来 等着让他带维尔夫去觐见国王 维尔夫的衣着 完全不合宫廷的礼仪 他那件沾满尘土的上妆 引起了德布雷泽先生的注意 他看见这个年轻人 居然这般穿戴去见国王 感到非常吃惊 不过公爵以陛下有旨一句话 排除了所有的困难 虽然礼仪长为维护礼仪的尊严 再三打量维尔夫 但他还是被引荐了 国王仍然坐在公爵方才 离开他时的位置上没动 维尔夫打开门时 正巧与他打了个照面 年轻的法官的第一个反应 便是抖地杀住脚步 嗯 请进 德维尔夫先生 国王说 请进 维尔夫恭身致敬 向前迈进几步 等待国王垂寻 德维尔夫先生 路易十八继续说道 德布拉加斯公爵在这里 他声称您有重要的事情 要对我们说 陛下 公爵先生言之有理 我希望陛下本人 会同意这个说法 首先 在谈证实之前 先生 依您看 事情就如他们 要让我相信的那么严重吗 陛下 我以为事不宜迟 不过 由于我行动快速 我希望事态 不是不可挽回的 嗯 倘若您愿意 就说说清楚吧 先生 国王说 他看见德布拉加斯先生 情绪积悦 维尔夫的声音失常 不由得也开始激动起来 说吧 注意从头说起 我喜欢一切都有条有理 陛下 维尔夫说 我将向国王陛下 如实禀告 不过我现在脑子有些乱 假如说话 条理欠周 我请求陛下见谅 维尔夫说了 这番奉承的开场白之后 向国王瞥了一眼 看见自己 威严显赫的听者 态度和蔼 便放下心来 他继续说道 陛下 我以最快的速度 赶到巴黎 向国王陛下禀报 在我的职务的管辖范围之内 我发现了一件 真正的谋反事件 这不是每天 在下层百姓 或是在军队里酝酿的 普普通通 无足轻重的阴谋 而是一场风暴 直接威胁到 国王陛下的王位 陛下 篡围者武装了三条船 他在策划某项计划 也许 这是在异想天开 不过再异想天开 也是够可怕的 此时此刻 他大约已经离开了 阿尔巴岛 去哪儿 我不知道 不过 可以肯定 他想回到大陆 或者是在纳布勒斯 或者是在 托斯卡纳海岸 甚至可能是在 法国本土登陆 国王陛下不会不知道 这个阿尔巴岛的统治者 与意大利和法国 还保持着联系 嗯 是的 先生 我知道 国王十分激动地说 还在最近 有消息说 巴拿巴分子 在省压克街集会 不过 我请您说下去 您是怎么得到 这些详情的 陛下 详情 是我从审讯一个 马赛人时得到的 长久以来 我就监视他 在我临行的当天 我派人 把他拘捕了 此人 是一个 不安分守己的水手 我一直怀疑 他是一个 布拉巴分子 他曾暗暗地 上过阿尔巴岛 在那里 会见了大元帅 后者要他 捎个口信 给一个在巴黎的 布拉巴分子 我没能从他口中 套出此人的名字 不过 这个口信 是要这个 布拉巴分子 召集人马 卷土重来 注意 这是审讯口供 陛下 行动时间 就在最近 这个人 现在在哪儿 路易十八问道 在监狱里 陛下 您觉得 事情严重吗 十分严重 陛下 那天正是我的订婚日 家宴正在进行 我得知这时候 大吃一惊 于是我离开 未婚妻和朋友 把这一切 都推后再办 急忙赶来 投到国王陛下的脚下 陈诉 保护我的担忧 表白 我的忠心 嗯 不错 路易十八说道 您是想与 德沈梅朗小姐 地结良缘吗 她是国王陛下 一个最忠诚的 臣仆的女儿 嗯 是的 是的 因为我们刚刚才恢复了 世袭的王位 对过去 现在和将来 都把两眼睁得大大的 十个月来 我的大臣们 被加警惕 以确保地中海沿岸 安然无恙 倘若波纳巴 在纳布勒斯登陆 哼 整个联军 在他到达 皮翁比诺之前 就会行动 倘若 他在托斯卡纳登陆 哼 他就踏上了敌对的国土 倘若 他在法国登陆 他势必只能带少数人马 由于 他为百姓所憎恶 我们很容易制服他 请放心先生 不过请相信 王室仍感谢您 哦 汤德雷先生到了 德伯拉加斯公爵 大声说道 这时 警务大臣先生 果然出现在门口 他的脸色苍白 浑身颤抖 目光游移不定 仿佛得了头晕目眩症似的 维尔佛退后一步准备退出 但德伯拉加斯先生 一把 一把挽住了他 第十一章 科西加岛的痴人妖怪 路易十八看见这张神色慌张的脸 猛地把身前的小桌子推开了 发生了什么事 子爵先生 他大声说道 你看上去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 你这惊慌和迟疑不绝 跟德伯拉加斯先生刚才说的话 跟德威尔夫先生刚才证实的事情有关系吗 德伯拉加斯先生迅速走近子觉 这时 那位朝臣的恐惧 已经下退了这位众臣的自尊心 说实在的 在这样的时刻 对他来说 受这个警察总监的羞辱 也比在这种事情上 羞辱对方一番更好 陛下 子爵涅如道 怎么了 说吧 路易十八说道 警务大臣这时做了一个绝望的手势 忙不迭地走到路易十八跟前 后者皱了一下眉心 向后退了一步 你说呀 他说道 陛下 大祸临头了 我还有什么可抱怨的 我永远也不能宽恕自己 先生 路易十八说道 我命令你说 陛下 篡位者在二月二十八日离开了阿尔巴岛 三月一日登陆了 在哪儿登陆 国王 国王急切地问道 在法国陛下 靠近昂地部的一个小岗 在如往海湾 村安卫者在法国登陆 靠近昂地部 在如往海湾 离巴里两百五十里路 是三月一日上岸的 而您到今天三月三日才刚刚得到这个消息 先生 您说的事真令人难以想象 如果不是别人给你打了个假报告 就是您的精神失常了 陛下 此时千真万确 路易十八做了个无法形容的愤怒恐惧的手势 陡然直挺挺地站起来 仿佛出其不意的一击 同时打中了他的心脏和脸庞 到了法国 他大声说道 篡位者到了法国 可是为什么他们不把他看管住 啊 谁知道 也许他们与他串通一气 哦 陛下 德伯拉加斯公爵高声说道 像汤德雷先生这样的人 是不能被控告为背叛的 陛下 我们大家都两眼漆黑 景物大臣 只是和大家一样看不见而已 不过 维尔夫说 但他马上打住 改了口 啊 对不起 对不起陛下 他欠身说道 我的忠诚 使我难以自制了 望国王陛下宽恕 嗯 说吧先生 大胆地说 国王说道 只有您一个人 能及早把这件坏事告知我们 请帮助我们从中找出补救办法吧 陛下 威尔夫说道 篡位者在南方受人憎恶 我觉得 倘若他在南方胆大妄为 我们可以很容易 在普罗汪斯和朗格多克两省 发动民众反对他 对 毫无疑问 大臣说 可是 他取到 家普和 西斯特隆前进 前进 前进 路易十八说道 那么 他在向巴黎挺进咯 井屋大臣保持沉默 等于完全承认这个说法 那么 多菲内省呢 先生 国王向威尔夫问道 您认为 我们能像普罗汪斯省那样 把这个省动员起来吗 陛下 我很遗憾地向国王陛下 说出一个残酷的现实 多菲内省民众的思想 远不如普罗汪斯 朗格多克两省 山民都是伯纳巴分子 陛下 行了 路易十八南南说道 他的消息准确 那么他带了多少人 陛下 我不知道 井屋大臣说道 什么 你不知道 你忘了去打听这个情况 当然了 这件事没什么了不起 他惨笑着补充说了一句 陛下 我无法打听到 吉报只是报告了篡位者 登陆和渠道的消息 那么您是怎么获得这个吉报的 国王问道 大臣低下头 仗红了脸 是吉报站接力传递的陛下 他捏如着说道 路易十八向前跨了一步 像纳巴仑那样交叉起双臂 这么说来 他气得脸色发白 说道 七国联军推翻了这个人 上天显灵 终于让我在二十五年的流放生活之后 坐上了先父的寓座 在这二十五年之中 我研究探索 分析这个以托付给我的国家的民情与风物 到头来 当我的心愿都实现之后 我手中的权力却炸开了 把我记得粉碎 陛下 这是结束 大臣低声说道 他感觉到国王这一番话的分量 虽说同命运的神力相比微不足道 但也足以压垮一个人 这么说来 我们的敌人评价我们的话是准确无误的了 什么也没有学到 什么也不会忘记 倘若我像他一样给人欺骗 我倒也还气得过 可是我使一群人享有高位贤职 他们应该爱护我胜过爱护自己才对 因为我的命运就是他们的命运 在我结尾之前 他们一无所有 在我选尾之后 他们也将一无所有 结果呢 我在他们中间 却由于他们的无能和愚昧而悲惨地死去 啊 是的先生 你言之有理 这是结束 大臣在听这一番辛辣刺人的诅咒时 一直躬身不起 德伯拉加斯先生 擦着额头上的汗珠 威尔福 暗自得意 因为他觉得 他愈发显得重要了 垮胎 路易十八 他一眼就看出王朝将要坠入的深渊 垮胎 并且通过急报才得知自己要垮胎 我宁愿 我宁愿登上我哥哥 路易十六的断头台 也不想因丑态百出而被驱逐 从独一乐里公的楼梯上滚下去 抽太白出啊 先生 您不知道这在法国意味着什么 不过您是应该知道的 陛下 陛下 大臣喃喃地说 开开恩吧 请您过来 德威尔福先生 国王对年轻人接着说道 后者一直退居在后 站得一直 一动不动 注视着这场 维系着一个王朝岌岌可危的命运的谈话的进展 请您过来 并向这位先生说 也有人能先于他知道一些事情的 陛下 事实上 谁也不可能猜测出这个人的具体计划的 他谁也没有透露 事实上不可能 哼 是啊 多么伟大的字眼 先生 不巧的是 伟大的字眼 就如伟大的人物一样 我都一一掂量过了 一位大臣拥有行政权 有他的工作人员 有警察 密探 间谍 和一百五十万法郎的秘密活动经费 却说他 事实上不可能了解离法国海岸县六十里的地方发生的事情 听着 这里有一位先生 他手上没有任何情报来源 只是一个普通的法官 他却比您 与您的全部警察系统知道的更多 如果 他像您那样 有权指挥急报机构 就能挽救我的王冠了 警务大臣 带着极为轻蔑的表情 把目光转向威尔府 后者以胜利者的谦虚 垂下了头 我这番话不是对您说的 布拉加斯 路易十八继续说道 因为虽然您什么也没发现 至少您头脑清楚 坚持存疑 而另一个人 很可能认为 德威尔府先生的发现 无足轻重 甚至认为 是出于功力的野心杜撰的 这番话是影射 一小时前 警务大臣 带着极为自信的口气 所发的那番议论 威尔府明白国王的意图 换了另一个人 也许会陶醉在赞赏之中 然而他担心成为 警务大臣的死敌 虽说他能敏感到 此人无可挽回的完蛋了 事实上 这位大臣过于迷信他的能力 没能及早洞悉 纳普伦的诡计 但在他做垂死挣扎时 他却有可能揭穿 威尔府的秘密 因为他只需提审一次 汤台死就行了 于是他不但没对他施加压力 反而来帮他一把 陛下 威尔府说道 事态发展至迅速 可以向国王陛下证明 只有上帝才能掀起一场风暴 阻止他 国王陛下以为 我具有先见之名 其实纯粹是出于偶然 作为忠诚的臣仆 我只是抓住了这个机会而已 请别对我过奖了 陛下 否则以后 您再也不会保留对我的最初印象了 井无大臣深情地看了年轻人一眼 作为答谢 于是威尔府明白了 他已完成了预定计划 就是说 他既没有失去国王的感激之情 还新结交了一个朋友 适当时候 他还可以靠靠他 行了 国王说 现在先生们 他边转向 德伯拉加斯先生 和井无大臣边说道 我不需要你们了 你们可以退出了 剩下来要做的是军机大臣的事情了 所幸的是 我们可以依靠军队 陛下 德伯拉加斯说道 国王陛下知道 所有的报告 都向我们描述了军队是如何效忠政府的 别向我提起报告了 现在公爵 我知道我们可以信赖他们的程度 提起报告 提起报告 紫爵先生 您知道有关省 雅客街事件的最新消息吗 有关圣雅客街事件的 维尔弗不禁惊呼了一声 他马上又转换了口气 请原谅陛下 他说道 我对国王陛下的忠诚 是我总是忘却的 倒不是深深鸣刻在我欣赏的对陛下的尊敬 而是礼仪的条文 一切都随意吧 先生 路易十八又说道 今天 您有提出问题的权利 陛下 警务大臣答道 我今天就是来向国王陛下 承递我收集到的 有关这个事件的最新情报的 不亦国王陛下的注意力 转向海湾那件严重的敌情了 眼下 国王对这些情报 可能不再感兴趣了 恰恰相反 先生 恰恰相反 路易十八说 我倒觉得这件事与我们所关心的事 有着直接的关联 盖茨奈尔将军之死 也许会使我们面临一次内部的大叛乱 维尔弗听到盖茨奈尔的名字 不禁站立了一下 不错啊 陛下 警务大臣接着说道 有一切迹象表明 这次死亡事件是有预谋的 而不是我们先前所想象的自杀 这是一次暗杀 好像盖茨奈尔从一个 本纳巴分子俱乐部出来时就失踪了 当天早上 曾有一个陌生人来找他 与他约定在生亚克街相会 正当陌生人被引进到书房时 将军的贴身士仆正在给他梳头 不幸的是他只听到那人说了个圣亚克街 而没听清门牌号 警务大臣向国王路易十八转述情报时 维尔弗全神贯注地在听着 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 国王转向他了 德威尔弗先生 有人认为盖茨奈尔将军与篡位者有瓜葛 但事实上他是完全忠于我的 他是布纳巴岛人安排的一个圈套的牺牲者 您同意我的看法吗 有可能陛下 威尔弗答道 我们还知道什么情况吗 有人跟踪那个和他约会的人了 有人跟踪了 威尔弗重复了一句 是的 仆人爆出了他的特征 此人约莫五十出头 棕色皮肤 浓眉下面长着一对黑色的眼睛 续姿穿一身蓝色礼服 钮扣上别着四级荣誉薰味的玫瑰花形徽章 昨天有人跟踪了一个 与我刚才说的那人特征酷似的人 但此人在徐席埃娜街和基路街的拐角处不见了 威尔弗只能靠在椅背上了 因为警务大臣欲往下说 他就预感到身体支持不住了 然而 当他听到此人摆脱了钉梢之后 他才松了口气 您继续寻找此人先生 国王对警务大臣说 盖茨内尔将军当前正对我们有用 一切都向我表明他是一次谋杀的牺牲者 如果案情确凿 无论是不是伯纳巴分子所为 我希望能严惩凶手 威尔弗需要强迫自己震惊下来 才不致泄露出由于听了国王这个吩咐而感到的内心恐惧 真是多多怪事啊 国王发火地说 警方说发生一起谋杀案 他以为什么都说清楚了 当他又说正在跟踪罪犯时 他又以为万事大吉了 陛下 我希望至少在这个细节上 国王陛下将会得到满足 好啊 等着瞧吧 我不再留您了 子觉 哦 德威尔弗先生 您经过长途跋涉也疲劳了 去休息吧 您大概在您的父亲那里下塌 威尔弗感到一阵暮眩 不 陛下 他说 我下他妈的离饭店 在托尔弄街上 您去见过他了 陛下 我刚到 就让马车送我到德伯拉加斯公爵府上 那么您总得去看看他吧 我不想去 陛下 哦 这就对了 路易十八带着微笑说道 意思是 说他重复这些问题 不是没有意图的 我倒忘了 您与诺马迪埃先生的关系冷淡 这是为了王室利益所做的又一次牺牲 我该对您有所补偿 陛下 国王陛下对我的善意 已经是一种褒奖 远远超出我的奢望 我对国王别无所求了 没关系先生 我们是不会忘掉您的 放心吧 你等一等 国王摘下荣誉 薰味十字勋章 通常他挂在他的蓝色上衣上面 位于圣路易十字勋章旁边 加尔迈山圣母院和 圣拉扎尔骑士团徽章的上方 他把它交给威尔夫 等一等 他说 您就也拿着这枚勋章吧 陛下 威尔夫说 国王陛下看错了 这枚勋章 是四级荣誉 勋位获得者佩戴的 当然咯 先生 路易十八说道 就拿这一枚吧 我没时间让人去定制另一枚了 布拉加斯 请您记住 把荣誉宣伪证书 发给德威尔夫先生 威尔夫的眼睛 涌满了自豪与喜悦的泪水 他拿起勋章 在上面吻了吻 现在 他问道 国王陛下 不吝厚爱 还有什么命令 要向我下达吗 去休息吧 你很需要 请想着 如果在巴黎 您无力效忠我的话 那么在马赛 您大有可为啊 陛下 威尔夫 浅身打道 我再过一小时 离开巴黎 去吧先生 国王说 假如我把您忘了 提醒我就是了 别害怕 嗯 紫爵先生 请下令去找军级大臣 布拉加斯 您留下 啊 先生 锦屋大臣走出独一勒利宫时 对威尔夫说道 您开门大吉 前途无量啊 尝得了吗 威尔夫一面像仕途已见的大臣致意 一面自存道 同时用目光寻找一辆出租马车准备回家 一辆马车经过码头 威尔夫朝他做了个手势 马车使劲 威尔夫交代了住址 钻进车厢深处 对前景响入飞飞起来 十分钟以后 威尔夫回到驻地 他吩咐马车两小时后来接他 并命令仆人准备早餐 他正准备坐上餐桌 忽然铃声响起 听得出有一个人在果断有力地拉着铃绳 贴身士仆前去开门 威尔夫听见一个声音在说他的名字 谁已经知道我在这里 年轻人心里想到 这时贴身士仆走进来 怎么 威尔夫说道 有什么事情 谁拉铃 谁想见我 一个陌生人 他不愿说出他的名字 什么 一个不愿说出姓名的陌生人 这个陌生人找我干什么 他想和先生说话 和我 是的 他指名道姓了 一点没错 这个陌生人什么模样 哦 先生 此人有五十来岁 小个儿还是大个儿 和先生的个儿差不多 皮肤是棕色还是黄色的 哦 棕色 深的发黑 黑头发 黑眼睛 黑眉毛 穿着呢 穿什么衣服 威尔夫急切地问道 穿一件蓝色长礼服 从上到下有一排钮扣 佩戴荣誉薰味勋章 是他 威尔夫脸色变得惨白 轻声说道 没错 那人进门时说道 我们先前已两次描述过他的特征了 诶 规矩到不少啊 儿子让父亲在前厅等着 是马赛的习俗吗 父亲 威尔夫大声说道 我没猜错 我就想到也许是您 行了 如果你想到是我 来者说道 他把手杖放在一个角落上 把帽子放在椅子上 那么就允许我对你说 亲爱的热拉尔 你让我这样等着 可不大客气啊 去吧 热尔曼 威尔夫说道 仆人退出时 明显地表现出惊讶的神色 第十二章 父与子 诺巴迪爱先生 因为刚刚进来的的确是他 目光一直追随着仆人 直到他重新把门关上为止 接着 他可能担心仆人会在前厅偷听 又去重新把门打开 看来他这样小心谨慎 并非无用 因为热尔曼领班退走时速度奇快 证明他绝不可能幸免于使我们先祖堕落的原罪 这时 诺巴迪爱先生 又亲自再把前厅的门关上 再返回关上卧室的门 插上门栓 又转过身子 把手递给威尔夫 后者注视着他的这一切动作 惊诧不已 尚未恢复常态 啊 你知道吗 我亲爱的日拉尔 他带着诡秘莫测的微笑 对年轻人说 你似乎并不高兴看见我 怎么会呢 父亲 威尔夫说道 我很高兴 不过我万万没想到 您会来 所以您的来访 多少使我有点措手不及 不过 我亲爱的朋友 诺巴迪爱先生 边坐下边说道 我以为我也同样 可以这么对您说呢 怎么了 您告诉我 您将于二月二十八日 在马赛订婚 然而三月三日 您却在巴黎 如果我在这里 父亲 日拉尔走进 诺巴迪爱说道 你也别埋怨了 因为我来巴黎 就是为了您 这趟旅行 也许能救您的命 啊 真的 诺巴迪爱先生 在坐着的安乐椅上 洒脱地伸直了身子 说道 啊 真的 对我说说看吧 法官先生 这大概会很有趣的 父亲 您是否听说 在省压客街上 有一个 不纳巴党人的 俱乐部吗 五十三号 哦 是的 我是这个 俱乐部的 副主席 父亲 您的冷静 是我怕的发抖 你要我怎样 亲爱的 我被山岳党人 流放过 坐在一辆 运甘草的小车上 逃出巴黎 后来 又在 博尔多的荒原里 被罗布斯比尔的 暗探追逐 我也被磨练出来 习惯许多事情了 嘿 在省压客街的 这个俱乐部里 发生了什么事情呀 有人引诱 盖斯内尔将军到那里 盖斯内尔将军 晚上九点 走出家门 次日在塞纳河里 被人发现 嗯 谁对您 讲了这么一个 动听的故事啊 国王本人 先生 好啊 我妈 作为对你的故事的回报 诺瓦迪艾继续说道 我要告诉你 一个消息 父亲 我想我已经知道 您要对我说些什么 哦 您知道 皇帝陛下上岸了 别出声父亲 我求求您了 首先为了您 其次为了我 是的 我已经知道这个消息 甚至 我比你知道的早 因为三天前 我从马赛到巴黎的一路上拼命赶 恨不得把我头脑里翻腾的想法 先与我一下送出二百里以外 哦 三天前 您疯了 三天前 皇上还没有上船呢 那有什么关系 我已知道这个计划 怎么回事啊 从阿尔巴岛上送出的一封给您的信中 我知道了这个计划 给我的信 给您的 我是从送信人的文件袋里截获的 假如这封信 落到另一个人手里 此刻父亲 您也许被枪毙了 维尔夫的父亲笑了 行了 行了 他说道 看来复辟王朝从帝国那里学到了果断速决的方法了 枪毙 亲爱的 瞧您说的 那么这封信 它在哪儿 我太了解您了 不用担心您会把信随便乱扔 我把信烧了 就怕留下片言之语 因为凭这信 就能定您罪 还会毁了您的前程 诺瓦迪爱冷冷地打倒 是的 我懂得 不过 既然您保护我 我就再没什么可害怕的了 我不只是保护您 先生 我还要救您一条命 火箭鬼 事态变得更加细节化了 你说出来听听 先生 我再来说说圣鸦克街上的这个俱乐部吧 看来这个俱乐部是警方先生们的一块心病了 为什么他们不再仔细搜查搜查 他们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他们没有找到 但已经有线索了 哈哈哈哈 这是一句绝妙的话 我知道的很清楚 如果警方有差错 他就会说有线索了 而政府就会平静地等待某一天到来 那时他们又会低着脑袋走来又说 线索丢了 哈哈哈哈 是的 不过他们找到了一具尸体 盖茨尼尔将军被杀了 在世界各国 这都叫做谋杀 谋杀 您这么认为 可是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将军是一次谋杀的牺牲者 在塞纳河里每天都可以找到许多人 他们不是绝望投河自尽 就是因不会游泳而淹死的 父亲 你很清楚将军不是因为绝望而投河的 而在一月份 人们也不会到塞纳河去洗澡 不 不 别弄错了 这次死亡就是一次谋杀 谁定性的 国王本人 国王 我原以为他颇有点哲学家头脑 不会不理解在政治上没有谋杀这一说法 在政治上 亲爱的 你应该和我同样明白 没有人的存在 只有思想的存在 没有感情 只有利益 在政治上 人们不是说杀一个人 而是说清除了一个障碍 仅此而已 你想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吗 那好 我这就对您说 我们原以为可以依靠盖斯内尔将军 因为 阿尔巴岛上有人把他推荐给我们 我们之中的一个人去找他 请他到省雅各街参加一次朋友间的集会 他来了 在那儿 我们向他介绍了全盘计划 阿尔巴岛的出发时间 计划中的登陆时间 接着 等他把一切都听完了 都听进去了 并且认为 不会再有什么新的内容了 他回答说 他是保王分子 这时大家面面相去 我们要他赌咒发誓 他做了 他非常勉强 不如说像他这样发誓 是在试试老天是否灵验 好吧 虽然他做得很勉强 我们还是让将军自由地走了 绝对的自由 他没回到自己的家中 有什么办法呢 亲爱的 他从我们这里出去 很可能迷了路 就这样吗 一次谋杀 说真的 您让我大吃一惊啊 威尔夫 代理检察官 您捕风捉影 就能给人定罪了吗 当您为王室尽责 让人把我的一个同伴的脑袋 砍下来时 我是否曾无所顾忌地 对您说过一次 我的儿子 您犯了谋杀罪 没有 我只是说 很好先生 您得胜了 日后再回报 不过父亲 请注意 如果我们要报复 那将是很可怕的 我不懂你说的话 您既希望于篡位者复辟吧 我承认 您错了 父亲 他在法国腹地走出十里地 就会像一头野兽那样被人追捕 围剿 抓住的 亲爱的朋友 此刻皇帝正在向格拉罗伯尔前进 十日或十二日 他就到里昂 二十日或二十五日 到巴黎 老百姓会奋起 奋起欢迎他 他随身只带了几个人 而我们可以派几支军队去打他 这些军队将会护送他回到首都 说实话 亲爱的热拉尔 您还只是个孩子 您自以为情报确实 因为有一份急报在皇帝登陆后对您说 篡位者带几个人在嘎纳登陆 我们正在追击之中 但是他在哪儿 他干什么 您一无所知 你们在追击他 您所知道的仅止于此 好啊 他们可以不发一枪一弹 一直把他追逐到巴黎来里 哈哈哈哈 格拉罗伯尔和利昂 都是效忠国王的城市 会筑起一道不可逾越的防线阻止他 格拉罗伯尔时 会热情地为他敞开大门 整个利昂将前去欢迎他 相信我吧 我们的情报来源不亚于您 我们的警察与你们的同样能干 您需要证据吗 这就是您原想对我隐瞒您的这次旅行 而我在您通过关卡的半小时后就知道您到达了 您的住址除了您的马车夫外 其他人一概不知 哈哈 可是我知道您的住址 正当您要用餐时我准时到达 这就是明证 哦 请按铃吧 另外摆一套餐具 我们一起用餐 是啊 威尔夫惊奇地看着他的父亲答道 是啊 看来您知道的很多 哦 天主啊 事情相当简单 你们这些人执掌政权 你们仅有的一些能耐 都是用金钱收买来的 我们呢 我们等待政权 我们拥有忠诚所能激发的一切 忠诚 威尔夫笑着问道 是的 忠诚 用体面一些的字眼说就是 有希望的雄心 说完 威尔夫的父亲 想拉铃绳伸出手去 想招呼仆人 因为他的儿子没去脚 威尔夫拉住了他的胳膊 请等等父亲 年轻人说 还有一句话 嗯 嗯 说吧 王室的警察虽说无能 然而他们却知道一件可怕的事情 哦 什么事啊 这就是某人的特征 在盖斯内尔将军失踪的当天早晨 此人曾到他的家里去过 哦 他们知道这个 这些好样的警察 那么是什么样的特征呢 褐色皮肤 头发 戛燃和眼睛都是黑色的 蓝色礼服 从下敞开一直到颈部 有扣出 别着四级荣誉薰味的玫瑰形徽章 快眼帽 白藤手仗 啊 他们知道这些 诺巴迪艾说道 既然这样 那么为什么不抓住这个人呢 因为昨天或是前天 他从基路阶的拐角上 跑掉不见了 是吗 我说你们警察是草包吗 不错 不过他们迟早会找到他的 嗯 诺巴迪艾漫不经心地 环视了一下四周说 嗯 倘若这个人蒙在鼓里的话 是会这样的 可是他已经知道了 而且 他微笑着补充道 他还要改变面貌和服装 说完他站起来 把礼服脱下 领带解下 走向一张桌子 桌上放着他的儿子 梳妆用的一切必需品 他拿起一把剃须刀 在脸上涂上肥皂 用他结实有力的手 刮掉了所有给警察提供 十分珍贵资料的 爱事的戛然 维尔夫看着他做 恐惧中 不无敬佩之意 诺瓦迪艾刮掉戛然之后 又在头发上 下了一番功夫 戴上了一条 放在打开的 旅行箱表面上的 花领带 而不是原来的 那条黑领带 套上了维尔夫穿的一件 下摆成喇叭状的 绿色礼服 而不是那件蓝色开金的礼服 他又在镜子前 试戴了一下年轻人的卷边帽 对自己新的模样 似乎挺满意 没有再去拿先前放在 壁炉一角的白藤手杖 而是用他那只壮实的手 把一根细长的主手杖 挥得丝丝作响 高雅的代理检察官 就是用这根手杖 给自己的举止 平添一种洒脱的风度 构成他的一个主要特征的 怎样 他转身面对 惊得目瞪口呆的儿子说道 经过这一番简单的化妆 嗯 你认为你们的警察 现在还认得出我来吗 认不出 父亲 威尔弗乐乐地说 至少我希望如此 嗯 现在 亲爱的热拉尔 诺瓦迪爱继续说道 就让我依顺你的小心谨慎 由你 把我留给你保管的这些东西 处理掉吧 啊 放心吧 父亲 威尔弗说道 是呀 是呀 现在 我教你是对的 你确实能救我一条命 不过 请放心 要不了多久 我就会回报你的 威尔弗 摇了摇头 啊 你还不信 至少我希望是您错了 你还要去见国王 也许 你希望 他把你当成一个预言家吗 预言不幸的人 在宫廷里不受欢迎 父亲 是的 但走有一天 人们会为他们说公道话的 倘若真的发生了第二次复辟 这样 你就会被当成英雄看待了 那么我该对国王说什么呢 告诉他 陛下 关于法国的形势 市民的舆论 军队的士气 您受骗了 您在巴黎称作科西甲妖怪的这个人 在那威尔还被人叫做篡位者 但在利昂已被人称为布纳巴 在格勒诺波尔则更被尊称为皇帝 你以为他被人围剿 追逐 四处逃窜 但他在前进 像他猎祸的鹰一样行动快捷 你以为他的散兵游泳 快要饿死泪垮 想要开小差 但他们却像附在滚动的雪球上的雪花 陛下走吧 把法国拱手交给他的真正的主子 交给那些不是买下他 而是征服他的人 走吧 陛下 倒不一定是你会冒多少风险 因为你的对手足够强大 会对你宽容的 而是对省路易的一个孙子来说 要让打赢阿库尔战役 马伦格战役 奥斯特利茨战役的那个人 来饶他一命 未免也太难堪了 把这些告诉他 热拉尔 或者走自己的路 什么也别对他说 隐瞒你的这次行程 别吹嘘你到巴黎来干什么 和已经干了什么 重操就业 如果说你是心急火燎般赶来的 那么你就在日行千里般的赶回去 趁夜晚回到马赛 从后门钻进你的家 在那里要温和 前功 神居简出 特别是千万别伤害人 因为这一次我向你保证 我们已经知道谁是敌人 会行动果断的 去吧儿子 去吧 亲爱的热拉尔 如果你能听从父亲的命令 或者如果你更爱他一些 把我的话 尊为一个朋友的忠告 我们将保留你的职位 诺瓦迪爱微笑着补充说道 啊 假如政治上的天平 有一天 使你在上 我在下 这倒不实为 你第二次救我命的一个办法里 再见 亲爱的热拉尔 下一次来旅行 就到我家下车吧 诺瓦迪爱说完这些话 就神色安详地走了出去 在整个这场艰难的谈话中间 他一直都是如此坦然 如此安详的 维尔弗脸色苍白 心情激动 他奔到窗台前 撩开窗帘 看见父亲镇定自若的 从两三个鬼头鬼脑的人中间走过去 这些人在街头巷尾打埋伏 也许在那儿放哨 正是为了逮捕那个 长黑胡须穿蓝礼服 戴宽颜帽的人吧 维尔弗就这样待着 气喘吁吁地 直到他的父亲 消失在鼻喜街的十字路口为止 于是 他冲向被他扔下的衣物 把黑领带和蓝礼服塞进箱底 把帽子折拢 塞进一个衣柜的下层 把白藤手杖折成三段 扔在炉火中 顶上一顶旅行便帽 招呼贴身试谱 使一个眼色 示意他别提出 他想提出的种种问题 与饭店结了账 跳上一辆停在门口待发的马车 他在利昂得知 伯纳巴刚刚进入 格勒诺波尔 一路上人心惶惶 纷繁杂踏 他终于抵达了马赛 这个抱有野心 又出偿富贵尊荣的人的心理 充满了种种忧虑 诺马蒂埃是一个准确的预言家 事态的发展 很快就如他说的那样 所有的人都知道 那人从阿尔巴岛回来了 出人意外地 奇迹般地回来了 这次复归史无前例 也许也后无来者 路易十八对这一迅猛的打击 只是虚弱地抵挡了一阵 他本来对民众就不太信任 因而对事态的发展 也失去了信心 王朝 或者说他刚刚重建起来的君主政权 已经在他不稳定的基础上摇摇欲坠 那位皇帝只要一挥手 就能使整个这座建筑 陈旧的偏见 与崭新的思想的畸形混合体 倒塌 威尔夫从国王处 只得到一些感谢之情 眼下不仅无用 甚至还很危险 而那枚四级荣誉薰卫的十字勋章 虽然得布拉加斯先生遵照国王的吩咐 派人小心翼翼地给他送去了荣誉薰卫证书 但他还是多了个心眼 没有佩戴 诺瓦蒂埃凭着他所冒的风险和所出的力 已经成了百日王朝 宣赫一时的人物 没有他的宝举 拿破仑肯定要免除威尔夫的职 一切正如他所许诺儿子的那样 这位1793年的杰伦特党人 1806年的参议员 保护了这个在不久前曾保护过他的人 帝国正在还魂 不过他的再次轻浮也不难预见 这段时间里 威尔夫的全部权力 只是局限于把汤太寺几乎要大白于天下的秘密 遮盖住 只有检察官一人被解职了 他曾怀疑与拿破仑的主张貌合神离 帝国的政权刚刚建立 也就是说皇帝刚刚住进路易十八离开的独一勒利宫 他就在小书房里向四处发号施令 矛盾百出 至于这间书房 我们先前已经随着威尔夫走进去后 向读者做过介绍了 在书房的淘心木制的小桌子上 他还发现了路易十八的敞开的 还剩有一半烟丝的鼻烟盒 就在这时 在马赛方面 不管官员们态度如何 老百姓已经感到南方始终未被扑灭的国内战争的余禁 重新燃起了 人们包围闭门不出的保王党人 追逐敢于出门的那些人 从而引起街头冲突 诸如此类的推推嗓嗓 吵吵闹闹的做法 几乎以难解报复之可了 时过境迁 正如我们指出的 可境的船主总是站在人民这一边的 但是莫雷尔先生 就如那些勤俭持家 慢慢积攒点钱的生意人那样 向来是一个谨慎小心的人 相比之下 他被那些比他激进得多的狂热的伯纳巴分子 当成是温和派 因此他是不会飞黄腾达的 但是不管怎样 在这个时期 相对而言 也该轮到他理直气壮 大声疾呼了 他提出的要求 我们不难猜除 是与汤泰斯有关的 维尔弗虽然上司倒台 自己却窥然不动 他的婚事仍然没在变动 不过要推迟到适当的时候再举办 倘若皇帝保住地位 对热拉尔来说 盼另一门亲较为合适 他的父亲自会带他另找女方 倘若王朝第二次复辟 把路易十八又带回法国 得手梅朗先生 及他本人的影响就会倍增 这门婚事 也就变得更加实惠了 代理检察官暂时当上了 马赛的首席法官 突然在一天清晨 门打开了 仆人通报 莫雷尔先生道 换了另一个人 就可能匆匆忙忙去迎接船主了 在这殷勤的举止中 也就暴露出此人的软弱 然而维尔夫是一个训练有素的人 如果说他不是凭着实践 至少也凭着本能去判断事情的 他像在王朝复辟时期做的那样 让莫雷尔在后见试等候 虽说他身边没有客人 但通常代理检察官 总是让人在后见试稍候的 这次也不例外 他用了刻把钟时间 翻阅了两三种风格不同的报纸之后 才吩咐让船主进来 莫雷尔先生原以为 维尔夫会垂头丧气的 但他发现 他与六个星期前并无二致 换句话说 镇静 坚定 冷漠而彬彬有礼 这是有教养的人 与平民百姓之间的一道 最难以逾越的鸿沟 他走进维尔夫的书房 满以为法官看见他会瑟瑟发抖 事实恰恰相反 他看见这个把胳膊支在办公桌上 等着向他提问的人 反倒自己抖抖锁锁 局促不安了 他在门口站住 维尔夫注视着他 似乎一时还不能把他认出来似的 相互相互捐 在数秒钟的相视和末视之际 可静的船主把手里的帽子翻来又转去 而后 维尔夫才说道 我想您是莫雷尔先生吧 是的先生 是我 船主答道 请走近些 法官接着说道 用手打了一个恩赐的手势 请告诉我 什么事情使我有幸见到您 您猜不到吗 先生 莫雷尔问道 不 完全猜不到 但这并不妨碍 我让您满意 如果我能办到的话 事情完全取决于您 先生 莫雷尔说道 那么请详细说说吧 先生 船主边说边产生了自信 而且由于他的申诉 完全在理 本人立场又鲜明 所以更加坚定了 您还记得吧 在人们刚得知皇帝陛下登案的前几天 我特地来为一个不幸的年轻人 请求过宽恕 他是一个水手 在我那条小船上当大副 倘若您还记得 他被控告与阿尔巴岛有联系 当时 有这层关系就能定罪 但在今天看来 却是有利的条件了 那时 您为路易十八效忠 不能庇护他 先生 那是您的职责 今天 您为纳普伦处理 您就应该保护他了 这仍然是您的职责 我来就是问问您 他现在怎么样了 威尔夫竭力控制住自己 这个人叫什么名字 他问道 请费心把他的名字告诉我 艾德蒙唐泰斯 显然 威尔夫宁愿在一场决斗中 让对手在二十五步开外开火 也不愿直接听人提到这个名字 不过 他连眉心都不咒一下 这样的话 威尔夫心里想 人们绝不能谴责 我逮捕这个年轻人 是假公祭司了 嗯 汤泰斯 他重复了一遍 您说 艾德蒙汤泰斯 哦 是的 先生 这时 威尔夫打开放在旁边格子里的 一个大卷宗 放到桌上 又离开桌子 走去翻阅其他文件 然后 他转身面向传主 您能肯定没有弄错 先生 他极为自然地问他道 倘若莫雷尔更细心一点 或者说 对这类事的经验 更丰富一些的话 他也许会觉得奇怪 为什么代理检察官 会亲自回答他这些 已完全与他的职务 无关的案件 他就会问自己 为什么威尔夫 不请他到囚犯登记处 监狱长或是省长那里去打听 而此刻 莫雷尔看不出 威尔夫有半点心虚 而既然看来 根本不存在惧怕 那么他在威尔夫身上 见到的就只是 屈尊辅救的态度了 威尔夫的战略是正确的 没有先生 莫雷尔说 我没有弄错 再说 我认识这个可怜的孩子 已有十年 四年前 他就开始为我做事 您还记得吗 六个星期前 我来请求您 对这个可怜的孩子 仁慈些 就如今天 我来请求您 对他公道些一样 您那时接待我的态度 相当冷淡 答复我时 凶声凶气的 在那个年头 保王分子 对布纳巴党人可严厉呢 先生 威尔夫答道 他带着惯常的敏捷和冷静 开始招架了 我当时是保王分子 我以为 布朗胖家族 不仅是王座的 合法继承人 而且也是 民族拥戴的对象 可是 我们刚刚看到 皇帝奇迹般的复位了 这向我证实 我以前是错了 天才的拿破仑胜利了 合法的帝王 是受人民爱戴的帝王 好极了 莫雷尔大大咧咧 爽直地大声说道 您这样说 我很高兴 艾德姆的命运 也不难揣测了 请等一等 威尔夫翻阅一个新的卷宗 接着又说 我找到了 她是一个海员 是吗 她要娶一个加泰罗尼亚女子 为妻是吗 是啊 是啊 哦 现在我想起来了 案情非常严重 怎么回事啊 您知道 从我处出去之后 她就被带到法院的监狱里去了 是的 后来呢 后来 我向巴黎打了报告 我把在她身上找到的信件送去了 这是我的职责 有什么办法 她被捕的一星期之后 犯人被带走了 带走 莫雷尔大声说道 他们能把这个可怜的孩子怎样呢 啊 请放心吧 她可能被送往弗雷斯特雷尔 皮涅罗尔 送到 省玛格丽特群岛 按司法部门的行画 这叫换个环境 某天晴朗的早晨 您会看见 她回来重新指挥她的船员的 啊 无论她什么时候回来 她的位子 永远给她留着 不过 她怎么还没到家呢 依我看 布纳巴的法院 首先关心的 就应该是释放 被王朝法院监禁的人 别太轻率地断言吧 亲爱的莫雷尔先生 维尔弗答道 任何事 都得按法律程序办 监禁的命令来自上面 因此 释放的命令 也该自上而下 不过 拿破仑回来才半个月 那些进行平反的公文 大概也才发出去 可是 莫雷尔问道 现在我们得胜了 难道 就没有办法 加快手续程序吗 我有几个朋友 有一些影响 我可以得到 撤销逮捕令的公文 没有逮捕令 那么在囚犯登记簿上 勾销他的名字 政治犯入狱 是不登记的 因为有时政府 想要消灭一个人 而不留下任何痕迹 有囚犯入狱登记 就有据可查了 在波炮王朝执政时 也许如此 但现在 任何时代都如此 亲爱的莫雷尔先生 政府一个接一个地换 但实质大同小异 在路易十四统治下的司法机构 今天还在运转 就只有八十底玉除外 皇帝对于监狱的管理 比国王本人更加严格 入狱登记簿上不入册 而受囚禁的人 不计其数 如此合情合理的解释 不能不动摇 莫雷尔的信心 他甚至没有半点怀疑 那么威尔夫先生 他说 您究竟能给我什么忠告 来促使可怜的汤太子 早日归来呢 只有一个先生 向司法大臣写请愿书 哦 先生 我们知道请愿书意味着什么 大臣每天要收到二百分 但看不到四分 不错 然而他会去读 那份由我发出 签署 并直接由我送去的请愿书 威尔夫接着说道 您会亲自负责 把这份请愿书送到吗 先生 非常乐意 唐太子也许在当时是有罪的 但目前是无辜的 我以前把他投入监狱 是我的职责 现在使他获得自由 也是我的职责 这样 威尔夫就预防了一次可能性 虽说不太大 但毕竟存在的调查的危险 这次调查是会使他彻底完蛋的 那么怎样对大臣措辞呢 请坐在那里 莫雷尔先生 威尔夫说着把座位让给船主 我来向您口述 您真有这番好意 当然 别浪费时间了 我们已经浪费得太多了 哦 是的 先生 想想吧 那可怜的孩子在等待 在受罪 也许都已经绝望了 威尔夫想到这个犯人 在寂寞和黑暗中咒骂他 不禁打了一个寒颤 但是他已陷得太神 收不回来了 汤泰斯必须在他野心构成的齿轮里 被碾得粉碎 我准备好了先生 船主说道 他已坐在威尔夫的安乐椅上 手上拿着一支鹅毛笔 于是 威尔夫口述了一份请愿书 请愿书的目的明确 无可置疑 他在里面夸大了 汤泰斯的爱国主义 为纳普伦事业所做出的贡献 在请愿书里 汤泰斯变成了 为纳普伦凯旋而归出力的 一个最为积极的活动分子 显然 如果汤泰斯还在蒙冤寿区的话 大臣读了这份东西 会立即为他声张正义的 请愿书写完以后 威尔夫又把他高声念了一遍 是这么回事 他说 现在您就包在我身上吧 请愿书很快就发出吗 先生 今天就寄 有您批数吗 我会尽量写得好些 先生 在您的请愿书中 正是您所说的话 完全是千真万确的 说完 威尔夫也坐下来 在请愿书的一角 附上了自己的证明文字 现在先生 还该干什么呢 莫雷尔问道 等待 威尔夫接着说 我负责一切 这个保证 是莫雷尔充满了希望 他离开了让他感到满意的代理检察官 去向唐太斯老爹宣布 他不久便会重新看见他的儿子了 至于威尔夫呢 他不仅没把请愿报告送交巴里 还小心翼翼地握在手里 这份报告眼下虽可救出唐太斯 但未来却会极大的危及唐太斯 因为从欧洲的局势及事态的发展中 已经可以看出一件事情的端倪 那就是第二次王朝复辟 唐太斯于是继续当犯人 他被关在深深的囚牢里 根本听不见路易十八滚下王位的巨大声响 也听不见帝国垮台的更为可怖的声响 但威尔夫却以警觉的目光注视着 聚精会神地倾听着 在世人称之为百日王朝的帝国 付出的短暂时期 莫雷尔两次为求得释放唐太斯而来 每次威尔夫都信誓旦旦 以前景乐观来安慰他 最终 滑铁卢战役发生了 莫雷尔再也不到威尔夫府上登门了 传主为了他年轻的朋友 做了一切他出于人道而该做的事情 在第二次复辟时期 再想进行新的尝试 是徒劳而且有害的了 路易十八重新登上王位 对威尔夫而言 马赛给了他过多的记忆 而且都一一成了内疚之事 他请求得到 在吐鲁兹某一空缺的检察官职位 获得了允准 他到新任所后两个星期 娶了瑞尼尔德沙梅朗小姐为妻 此时其岳父在宫廷的地位 更加显要了 这就是汤泰斯在百日政变期间 和华铁卢战役之后 仍然被关在囚牢 不说完全被人遗忘 至少为天主所遗忘的原因 当纳普伦重新回到法国时 汤格拉尔心里明白 他给了汤泰斯的那一击 有多么厉害 他的告发打中了要害 他向所有做贼心虚 又在日常生活中耍点小聪明的人那样 声称这个离奇的巧合为天意 而当纳普伦到达巴黎 他那威严有力的声音 重新响起时 汤格拉尔真的丧胆了 他时时刻刻都以为 看见了汤泰斯在线 汤泰斯知道一切 汤泰斯是个有威胁性的人物 有能力报仇学耻 这时他向摩雷尔先生 表达了辞去船上职务的愿望 并请他为其向一个西班牙商人推荐 三月底 他在那家商行里 开始做小职员 那是拿破仑重返 独一勒利公后的 十到十二天之间的事情 从此他去了玛德里 人们再也听不到他的消息了 菲尔南始终那么懵懵懂懂 汤泰斯不在 那就万事大吉了 至于他现在怎样了 他根本不想去知道 不过在他不在的这段间歇时间里 他处心积虑 一方面编造汤泰斯离去的理由 去欺骗梅尔赛泰斯 一方面酝酿移民 和把他一起强行带走的计划 也有时 这是他一生中最难受的时刻 他坐在法洛湾的顶端 从此处可以同时看清 马赛和加泰罗尼亚人村落 他像一只猛禽 悲伤而木然地看着 以为从其中的一条路上 会看见那个英俊的年轻人 潇洒剔躺 高昂着头回到家门 对菲尔南来说 此人就是疯狂报复的使者 于是 菲尔南就拟定了行动计划 他将一枪 击碎汤泰斯的脑袋 然后自杀 他心想 这样做会使他的谋杀事件 更增添些色彩的 然而菲尔南在自己骗自己 因为这个人是绝不会自杀的 因为他还抱有希望 在这期间 社会风云际会 动荡不安 帝国召集了全部人马 所有尚能拿起武器的人 都响应皇帝响亮有力的号召 冲到法国境外去 菲尔南 也像其他人一样 离开家园 和梅尔赛泰斯出发了 一个会暗可怕的想法 折磨着他 及他走后 他的情敌就会回来 取上他心爱的人 如果说菲尔南 真的会自杀的话 那只有离开梅尔赛泰斯 他才会这么去做 他对梅尔赛泰斯的关心 对他的不幸表面上的同情 以及尽可能满足 他的一切要求的殷勤 终于产生了效果 就如忠诚的种种表现 在温和善良的人身上 总能产生效果一样 梅尔赛泰斯 始终像兄妹般地 深爱着菲尔南 现在在这友谊之上 又增添了一种 新的感激之情 哥哥 他把新兵的背包 记在加泰洛尼亚人的肩上说道 哥哥 你是我唯一的朋友 千万别让人给打死 别把我一个人 留在这个世界上 你若不在 只剩下我孤单一人 周日一泪洗面了 在菲尔南整装待发之际 梅尔赛泰斯说的这番话 使他又抱有一线希望 倘若汤泰斯不回来了 梅尔赛泰斯说不定 真有一天会属于他里 只有梅尔赛泰斯 洁身一人 与这片在他看来 从未如此荒凉的土地 和一望无际的大海 为伴了 人们可以看见 他整日眼泪汪汪 就像七晚的故事中的 痴情女子一样 不停地围着 本族人的小村落转悠 他时而在 南方的烈日下助力 一动不动 像一尊雕像似的 不言不语 呆呆地望着马赛 时而坐在低岸上 倾听大海的声音 这声音 如同他的痛苦 不觉如履 他不断地问自己 是否应该让身子向前倾 旧事坠落 投入深渊 葬身谷底 也许这样做 比焦急等待 一次又一次的失望 所承受的痛苦 要好受得多 梅尔赛泰斯 没有完成此举 并非因为缺乏勇气 而是宗教帮助了他 免使他走上自杀绝路 卡特鲁斯与菲尔南一样 应征入伍了 不过他比加泰罗尼亚人 年长八岁 并已结婚 只是第三批才入伍 被派往沿海地区 汤泰斯老爹 一直带着希望支撑着 自皇帝到台后 希望成为泡影 自从他与儿子分手五个月来 他度日如年 几乎可以说 在他儿子被捕的那个时刻 他就在梅尔赛泰斯的怀里 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莫雷尔先生 负担了他的全部丧葬费 把老人在患病期间 欠下的一笔笔小债 都还清了 这样做 光是凭大慈大悲 还是不够的 还需要勇气 因为那时南方在开火 资助一个像汤泰斯那样 危险的伯纳巴分子的父亲 即便以气息奄奄 也是一桩罪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